第一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 全球经济体系存在着一个层次分明的等级秩序 异国的命运取决于它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体系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想有很大的好处 它们不但比外围国家富有得多 而且稳定得多 因此几乎每个外围国家的政府都试图让自己的民族挤入中央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65年来 仅有极少数成功者 其原因在于发展道路上存在各种陷阱 能躲得过的幸运者极少 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构造 四类国家 当前世界市场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是它的套叠型中央外围结构 所谓套叠型 是指这个市场体系分为多个层次 如同多个圆星 同星圆套叠在一起 不同的国家分布在不同层次的圈子中 财富则是在这些同星圆之间生产流动 消费与储存 通过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博弈 各国在这个体系中各占其位 各逞其能 形成相对稳定的分工 从而确定了各自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 分析某国在这个体系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最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向整个体系出口何种东西 以交换它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所有的经济体 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 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分别为中央国家 准中央国家 外围工业国家 以及原料提供国家 一 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全球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国家 显然是美国 到21世纪初 它出口最多的东西不是商品或服务 而是美元 其次是各种无形资产 包括商标和品牌的使用权与特许权 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品 以及一些商业模式 至于粮食和军火等物质性商品 则都是排在后面的 在金额上远不能与前两大项目相比 世界市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追捧美元和美国无形资产 是因为体系外围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美国的实力优势 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以及作为帝国的信用 我们之所以相信美元 并非如同美元纸币上所印刷的那样 因为我们信仰上帝 而是基于美元 美国无以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 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 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又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生产方式 对美国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以及承载 或者象征了这些文化的商品和品牌的追捧 由此我们可以将美国这个中央国家称为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 依靠别人对他们的巨大实力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的信任和信心 以及他们对这种信任和信心的坚定维护与巧妙使用 2. 依靠理性生存的国家 仅邻美国外围的是西欧和日本等准中央国家 他们用来与世界交换的商品 也包括他们的货币 但最主要的还是精致的高附加值工业品与服务 就我们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中的体会来看 大多数知名品牌的进口货都是来自西欧和日本的 包括汽车 摄像机 化妆品 奢侈品等各类商品 与职人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商品 作为消费者 我们一时间恐怕很难想起几个地道的美国制造 中国销售的品牌来 西欧和日本既有中央国家的货币出口 及虚拟经济的特征 又保留着类似外卫国家的工业制造实力 所以我们将他们称为准中央国家 他们依靠的是百年工业发展所获得的资本积累 加上在先进的研发能力 以及管理组织能力基础上获得的技术和专利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靠理性而生存的国家 三、依靠勤劳谋胜的国家 在欧洲与日本的外围是第三个层次的国家 即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 其中生存着世界上最大量的人口 他们也是生产工业品 但是与中央国家相比 他们的工业生产在技术上远为简单 组织效力和管理技巧明显落后 其产品与服务的精致复杂程度相对低下 其单个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远不如前者庞大 更缺少对核心技术的掌握 中国及大多数中南亚邻国 以及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 部分中东、东沟国家极属于其中 由于他们提供了全世界最大量的劳动力供给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 所以不妨称之为依靠勤劳谋生的国家 四、依靠运气生存的国家 在体系同心源的最外围 则分布着许多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而生存的国家 这些国家覆盖着地表最大面积 中东、拉美、非洲、东欧、中亚等地 大量经济体都处于这第四圈中 他们基本上不创造或者制造东西来与世界交换 而是拿祖先传下来的地下埋葬的资源 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 所以我们不妨称之为依靠运气生存的国家 他们生存的质量取决于脚底下的土地 可以提供何种自然资源 差异、分工与财富循环 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相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系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层 在中央地息出现了美国同欧、日等国之间进一步的分工 美国经济进一步虚拟化 制造业进一步的相对衰落 美国国内除了少数最具垄断性的制造业 比如军火和航空航天外 其他工业都不断转移至欧日或新兴工业国家 在制造业整体工艺水准和技术专利积累上 日本和欧洲在很多方面已经反超美国 美国同欧日之间的分工发展的结果是 美国越来越巩固了其世界银行的地位 各类国家的比较如图1-1所示 上述分工的基础是 他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 借此而形成的体系内贸易关系是 原材料从第四圈国家留下内圈国家 第三圈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加上 第二圈的精细部件的研发营销服务 便为各种层次的产品与服务流向中央和外围 而中央则用其信用资源来向外围各个层次支付其所购之物 与贸易关系相对应的是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融资关系 这种融资关系的另一种称呼便是所谓的美元霸权 外围国家通过向中央国家提供他们的劳动成果或者组产 账面上获得大量的贸易盈余 此时如何储存这些贸易盈余就成为一个问题 他们的量太过巨大 与至于采用人类史上上千百年来的老方法不可再行 转换为贵金属来保存其价值 在此背景下 由最富裕最强大的中央国家提供支付保证 无论在其政府发行债券还是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 都构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品 于是中央外围之间的全球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喷泉池一样的循环 在这个池子中流动的就是财富之水 中央国家作为商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和体系主流货币的发行者 掌握了这个喷泉池的根本动力 资金出于储蓄需要向外围 由外围向中央流动 中央将资金用消费或投资的方式投射到世界各地 拉动整个体系的经济增长 世界市场体系的基本特点 本节内容是对这个世界市场体系特点的归纳 无远福建 世界市场体系无远福建 几乎覆盖着全世界各个角落 这主要是全球化的功务 其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吞噬和改造原本孤立的分散的自在的地域和人口 将尽可能多的要素的价格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均衡化 冷战时期 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世界市场的长期分裂 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 先后将有将近30亿人口和全球一半的土地 加入到这个世界市场中来 从而大大的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如今 世界上很少再有国家能像30年前那样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 即便是朝鲜也已经以某种形式参与其中 非常不公平的体系 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不仅远为富有 而且远为稳定 以21世纪初人均能源消费为例 假如中国人人均石油消费量是一个单位 那么欧洲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就是六个单位 日本人均为九个单位 而美国约为15个单位 图1-2显示的是中央富国和外围穷国相比 不但享有人均财富量上的优势 而且其经济、金融环境更加稳定 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 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更为从容地应对 和利用全球市场的力量的波动循环 索罗斯在其论著中曾反复强调 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国家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 而外围国家无法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 受限于来自IMF和世界银行的市场原教制主义的压力 外围国家甚至丧失了财政政策的自主权 当外围国家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时 中央国家往往出面施加压力 要求外围国家采取顺周期政策 也就是说要求他们放开对市场的管制 让市场做自由落体运动 自己寻找到均衡 比如1997年到1998年 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时期 美国都要求申请救援的国家放开管制 增加税收减少财政府预算 以便减少赤字紧缩银根 这些要求显然加剧了金融与货币市场的波动性 而当中央国家自己面对危机时 他们则给自己开出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要方 也就是说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 实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采取憧憬政策 其目的是要烫平经济波动 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主动性和自立性 源于中央国家对核心货币的垄断 这个体系的不公平之处 还体现在中央国家利用自己的货币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机会 向全世界征收货币水 狭义的货币税是指中央国家向外围投放的基础货币 换取了大量的真实价值 而硬质或者发行这些基础货币的成本几乎为零 而理论上这些货币永远不必收回来 广义的铸币税是指外围国家将巨量的资金存储到美国 每年只拿很少的利息 考虑到美元相对于基本商品的持续贬值 这些资金实际上获得的利息为负 而与此同时 中央国家对外进行投资 获得很高的收益率 两者相减 所欲差额便是广义的铸币税 以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资金循环为例 中国存在美欧等国4万多亿美元 用于购买债券或者银行存款 考虑到货币贬值因素后 利息接近于零 而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 每年获取的利润率通常是两枚数 两者相减 可知每年中国向体系中央国家纳贡近4000亿美元 要素流动的选择性 当前的全球化实际并非资源 与要素的全球充分流动 不同的要素流动程度大不相同 最容易流动的是信息和观念 透明、知情权以及媒体自由等观念 在中央国家的推动下成为一种 共有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是资本的流动 在中央国家的倡导下 在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和世界银行 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其金融与货币市场 允许国际资本跨境自由流动 在其次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 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多边协定的推动下 国际贸易长期维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 其占全球GDP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但是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度相比 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周期的兴起 降低了商品与服务跨境流动的自由度 与前三项相比 技术的流动相对困难 一方面是由于专利的国际性保护 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国家 对某些外围国家的特别制裁 比如美国和欧洲一直维持着 对中国军事技术禁运 军民两用技术也在其列 但问题在于 绝大多数技术都可以或多或少地 找到某种军事或者安全意义 因此绝大多数先进技术 都在禁运和限制之列 最难以自由流动的 恐怕要属人力资本 各国都欢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但是坚决拒绝普通移民 反移民问题是 美国和欧洲最头痛的 跨国治理问题之一 近年来建设有成的中国 也开始发现自己面临类似的麻烦 上述要素流动的差异 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 全球市场体系是非中性的 它有利于中央国家 而不利于外卫国家 其中的基本规范和道义 都是按中央国家的偏好和利益来确定的 这一非中性特征 源于这样一对矛盾 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一体化 且曾等级性分布的 而与之相应的全球政治体系 却是以主权平等的国家构成 无政府状态是其基本的特征 正是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 基本根本差异 才导致了作为整体的人类至今 仍然挣扎在严重的不公 不合和无序之中 不同要素在体系内 跨境流动的能力差异 如图1-3所示 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 所谓自我强化功能 是指由于这个体系的作用 中央和外围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导致强者恒强 弱者恒弱 外围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认为 中央实力强大 因而可信 所以将资本和财富投入中央 而中央则由于获得外围的资本和财富 显得更为强大富有而且优越 从而使得外围更加乐意将财富 寄存到中央去 期望的利息也因此更低 外围的巨量财富流向中央 使得中央的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外围 赋予者价格低 所以中央的资金价格大大低于外围 从中央到外围 基本上都是资本密集度 由高到低排列的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现象 人越是穷越借不到钱 越是富 越是有人抢着借钱给他 所以我们常常细说 银行家们的行为特点是 天晴的时候 他们哭着喊着要把伞借给你 一旦下雨 他们又哭着喊着要把伞拿回去 这个道理在国家间也是如此 这其中体现出资本流动的一个特征 那就是损不足而不有余 越是缺少资本的地方 还越留不住资本 而越是资本富裕的地方 反过来就越能吸引资本 原因在于财富量构成信用 而信用构成人们对风险和流动性的评估 财务资本的跨国流动如此 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也是如此 通过留学或者投资移民 大量人才从外围国家流向中央国家 他们宁愿在发达国家 从事非常边缘性的工作 也不愿意回到祖国去 其中的原因很复杂 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 中央和外围之间的资本密集度差异 带来人均收入水平 生活水平和发展机遇方面的巨大差异 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 这种人力资源流失 还并非伤筋动骨 但是对于一些百万人口级的发展中小国而言 聪明能干的人才流失殆尽 大大降低他们内部的治理能力和经济竞争力 从而进一步恶化其整体发展条件 在非洲的某些国家中 政治和社会精英分成两大类 一类早早地流向欧洲和美国 另一类留在母国占据着某种政治和经济的资源 但是他们留下的基本动机 都是为了尽快攒取足够的财富 以便离开非洲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向中央集聚而带来的 截贫贫效应 是一种中短期的效应 但它的长期效果是弱化中央国家的实力基础 而有助于某些外围大国的发展和崛起 无论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国家的资本投资 还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商品的消费 乃至两者间的人力资本的流动 都加速了技术和能力从中央向外围的扩散 当然由于各自的国情差异 不同的外围国家在此过程中受益或者受损的程度各不相同 周期性的自我更新 如果放在数百年的长时段来看 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存在着周期性的自我更新特点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五百年的体系自我更新过程 五百年间一个日益扩大深化的世界市场 就为近现代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 如果这五百年的世界史是一个整体 那么它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的扩大与深化 而五百年的沧海相填 就是这个主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鉴刺展开 中央地位的霸权大国的兴衰更替 无非就是围绕着同一主题的不同乐章 初看起来它们的故事似乎可以独立成篇 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那个整体和主题中来理解 一个远为辉弘更为本质性的面貌 就会显露在探求者面前 创新让一国崛起为中央国家 扩散则导致它在中央的地位拱手让人 五百年间先后有多个信仰 并充分适应市场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兴起 占据世界市场的中心 按时间顺序分别是 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指的葡萄牙和西班牙 荷兰 英国 美国 它们分别各领风骚近百年 不变之处在于这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利用 变化之处在于中央国家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 从最初的葡萄牙 荷兰这种百万级人口的袖珍强国 到18 19世纪千万级人口的英国 再到今天数亿人口的美国 以及即将登场的印度与中国这样十亿人口级的大国 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创新扩散的过程 在一波波的扩散中卷入的角色越来越多 而主角的规模则越来越庞大 这绝非偶然 技术与人类组织方式的变革带来财富创造能力 及财富掠夺能力的突飞猛进 掌握了先进能力的一小群人 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轻易战胜规模巨大 却落后的对手 在成功典范的感召或压力下 周边某些有条件的国家开始进行模仿甚至再创新 而一旦大家都掌握了这些新财富和权势的要素 那么规模就重新变得重要 除了创新 vs 扩散 这对矛盾之外 体系中央地位对霸权国家力量基础的腐蚀作用 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国家能千秋万代 江山有故 西班牙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 恰恰受损于它自己的财富 西班牙美洲帝国盛产黄金白银 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本土 这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 并使西班牙本土手工业发展受到严重而持续的抑制 帝国衰落的根源就在于此 英国是全球化工业的领头羊 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 伦敦金融城是全球资本循环的心脏 但是由这个心脏推动的持续的资本输出 加速了英国相对实力的衰落 并最终在2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失去了其中央地位 美国享有中央地位60多年来 已经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经历了持久的产业外移 经济高度虚拟化 泡沫化 甚至在与国防相关的高科技产品的供给上 它对外国的依赖都相当严重 这反复出现的荧幕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全球市场体系尽管在短期内有上文所说的 劫负 劫贫 劫贫的特点 但长期来看却又是损有余而不足的特点 结构的鲁棒性 500年间的人类的能力 观念 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令人惊异的是 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外围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首先是由于国家间力量分布的不均衡是历史的常态 而均衡是非常态 当一国占据明显实力优势的时候 它的力量和财富规模又被前文所述的体系自我强化机制所放大 而体系长周期的自我更新机制让整体结构更具有鲁棒性 这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变则通 通则久 值得指出的是 近年中国的经济学 金融学界广泛讨论美元霸权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探讨中国是否能够 以及如何改造当前全球市场体系的问题 此事事关重大 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审视 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 在此仅简样地指出这些讨论中常见的逻辑问题 许多研究者对美国占据并享有着中央地位的好处 却拒绝充分承担责任的行为大家指责 并强调这样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安排不公平 因而不可持续 但假如我们考察历史和现实的话 会发现事实上的不公平的事情未必就不可持续 以我们自己的历史来看 中国古代历史上加天下帝国体制 存在着非常的不公和残酷的一面 对民众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努力都非常的严重 也的确周期性的陷入混乱和动荡 但是这种权力结构本身经历了2000多年的世事变迁和王朝更替而非常稳定 从当代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0多年来 尽管经历了去殖民化 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等重大变故 但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的二十几个国构成的小圈子 几乎没有吸纳新成员 假如不考虑中东石油复国 除了亚洲四小龙终于成为准会员之外 其他150多个大大小小的精涕体中 在俱乐部门口转悠的多 能登堂入世的少 进入新世纪 十来个中东国家 依靠西欧一体化 而好不容易打开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个后门 但是全球肌肉危机的爆发 却令多个中东国家功败垂成 恰如十年前的亚洲基润危机 让一批东亚国家一夜打回原形一般 外围国家迈向体系中央的艰难 充分地反映出试图改造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 恐怕远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这里有两个稳定概念需要区分 一是市场的稳定 它指的是各种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平稳运行 也就是说不发生恶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二是市场结构的稳定 也就是本书所讨论的中央外围关系 基本构造和特征不发生重大变化 两个稳定概念指的是两回事 混淆两者将犯逻辑错误 看到市场的动荡 边断言市场结构将会改变 就好比仅仅是因为目睹 大海波涛汹涌而断言海底 正在发生地壳构造突变一般 换一种说法 当前的全球市场体系 在利益分布上非常的不平衡 不对称 但是完全可能是处于博弈论的 意义上的均衡状态 身处局中的很多行为者 都对现状不满 但是谁也没法通过 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而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 这种整体状态就是均衡 一个民族处于 由于身处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 而受到剥削和压迫 但是逃离这个体系后 也许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 那么尽管他心有不满 选择安心地忍受体系的剥削 并努力地往中央方向挤入一些 也许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 作为中央国家的收益 代价与条件 中央国家获得的收益 分析今天美国的金融与货币霸钱 往往让中国学者们改派万千 中央地位的第一大好处 在于显著提高了其居民的人均财富拥有量 因为有了一个巨大的稳定的产源 全球铸币权 中央国家可以几乎为零的成本 获得世界上巨量的商品和服务 通过货币或市场的机制将这些平白得来的财富 分配套其居民中趣 使得其居民实际所享受到的财富 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创造的 前文已经提到 体系在短期内可以让富者预付 便是这个道理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二的好处 在于为中央国家提供了对全球 经济波动节奏的掌握和调控能力 有了这种主导权 即便仍然必须常常面对市场力量的 解傲不幸和不确定性 但是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 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远为从容地应对 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 甚至从中获益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三大好处在于 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负担转嫁能力 体系外围的其他国家 与中央国家进行政治或者安全对抗时 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 其实是在以自身一国的人力物力 对抗整个全球体系的人力物力 苏联之所以在冷战长期消耗中最终失败 除了其国内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外 以苏联东欧地区的人力物力 来对抗美国操纵下的全球市场力量 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 甚至苏联自己的国际财富储存 都是以欧洲美元为手段 这就意味着苏联一方面同美国进行竞争和对抗 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的资助对手 这样的僵持局面进行下去 只要不诉诸和摊牌 苏联注定没有获胜的希望 自20世纪70年代末 中国的十多亿人口加入这个全球市场体系中 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体系的力量和资源 十多年后苏联解体 在美国霸权之前 英帝国也掌握了全球市场的中央地位 虽然当时的货币体制不像今天的浮动汇率值 那么允许赤裸裸地通过中央货币贬值 征收铸币税 但是辅持其货币的边缘 自中世纪以来便是欧洲君主们的一贯把戏 拿破仑法国与德意志亨左伦 或亨左伦王朝都曾试图挑战英帝国的全球地位 他们失败的根源也同中央帝国的独特地位有关 通过货币关系和贸易关系 英国可以动员全球市场体系内的合力 压到欧洲大陆的挑战者身上 而挑战者往往自己都在不自觉地给对手输血 中央地位给中央国家带来的好处 其实远远不能用资金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差异来概括 财富优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化优势 生活质量优越 吸引力都给中央国家大量的好处 包括语言 人才 政治自信和号召力等各个方面 获取和保有中央地位的条件 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地位 其最大特征是它的货币霸权 以及与职相联系的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资金商品循环 有鉴于此 我们要分析中央地位 条件就必须从中央国家的货币霸权入手 前文 我们已经提到过 中央国家在体系中的角色是银行 大家把富裕的资金输送到它那里 它把资金投射在体系外围需要资本的地方 所以 要想理解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 就需要分析一下如何成功地开办和经营一家商业银行 一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 首先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金 由此才能够建立最初的信用 确保别的银行不能抢夺其市场份额 因此 有必要确保大多数重要的商业交易 都通过自己的结算平台来进行 一旦开始运转 它必须避免客户的挤兑 这就需要几个大客户提供坚定的支持 为储户提供便利优质的金融产品 满足各种风险偏好的客户的金融需求 而长期财务状况的健康取决于存贷差额和流量 与普通商业银行的金银之道类似 地球村里的山姆大叔号银行也是这么做的 第一 在银行成立之初 需要尽最大可能显示其资本实力 并以此作为后盾 推出存款担保 优惠利率等措施 以此让自己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垄断经营者 在培养出储蓄习惯之后 再取消这些担保和优惠活动 第二 控制这个地球村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 能源交易 确保这种战略性的资产计价 解算支付以及后续的存款 都是在自家银行里进行的 第三 维系好几个重要的储户的关系 在他们重大的问题上有求于自己 有了大储户的忠诚 就很容易稳定小储户的信心 第四 发行海量国债和准国债 并开发明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 以满足体系外围储户不同的风险 收益周期偏好 作为国际资产的储值地 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远远好于欧洲 第五 最重要的是 长期的财务健康要求美国能够 将吸收到的存款转化为资本 并获取比存款利息更高的收益 为此需要把吸收的存款资金 同跨国公司的人才 技术专利品牌 渠道等资源相结合 投射到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 去追逐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 最后这一点衍生出两大要求 一是 自己的跨国公司 拥有明显的经营优势 对技术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垄断 是维持较高成本回报率的关键所在 二是全球市场开放性的推动和维持 美元在全球市场上的购买力是美元的价格基础 这种购买力包括两大内容 一是价格水平 二是可选商品或者资产的范围 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 所以对美元而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 而不是美国本土市场 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世界的市场开始趋于封闭 那么拿着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而美元的价值的基础就坍塌了 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 即便美国本土丝毫没有值得购买的东西 但只要是世界市场上是基本开放的 那么美国的债券人拿着美元 依然可以换取想要获得的东西 美元仍然值钱 所以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是美元地位的根本支柱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开阔出美国建立和维持美元霸权 从而基于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若干基本条件如下 第一 美国在人才 技术专利 以及研发能力上面维持优势 第二 对战略性地区和战略性资产的控制力 第三 最初对黄金储奔的垄断占有 以及先挂钩后脱钩的把戏 第四 有能力保持全球市场的开放性 从而确保美元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 第五 发展出广度和深度最佳的金融市场的 来吸引全球资金 中央国家承担的成本分析 任何事物都有其代价 体系中央地位也不例外 为保持其地位 中央国家至少有以下两项长期代价 一是产业外移 长期逆差和与之伴随的去工业化 二是稳定或者说是控制那些战略性的地区 和战略性资产而支付的长期安全成本 想要从外围国家征手美元注币税 就必须把美元大量而持久地输入到外围国家手中 让外围国家手中长期持有美元 不外乎两种途径 一是美元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外投资 一是美元输入外围国家 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国外厂商的产品和服务 无论哪种途径都会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本土化的去工 去工业化 当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时 他们除了输出资本外 也带去美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 尽管美跨国公司可以从海外获得大量的利润增量 但是这一过程会导致美国本土流失的一些制造业的岗位技能 乃至政府税收 对外投资 对外资本输出带来霸权国技术垄断地位的瓦解 和本土产业优势的消失 这一点在当年英国霸权衰落的过程中 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一定程度上 因为看到美国的教训 美国在第二个路径上走得比较远 敞开大门吸纳世界各地的产品 当今世界美国经济体在所有大中型国家 是最开放最自由的 美国在全球扮演了一个最终消费者的角色 美国对外逆差越来越大 不仅绝对金额高速增长 而且逆差占美国自身GDP的比例也不断上升 美国国内的储蓄力也是一降再降 甚至变为负数 也就是说美国消费者整体上是借钱消费 第二个路径 相比第一个路径而言 存在一些好处 美元的输出量更大 对各国施压能力更强 也可以用对等开放的逻辑为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的大门 由于美国政府可以选择向哪些国家开放市场 开放哪类市场以及开放的何种程度 美国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卫国家产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 这比英国政府当年对资本输出的流向 缺乏控制力的无奈要好很多 但是归根结底 在一个越来越具备开放性的世界市场上 一国对资本的技术的最终流向很难长期实施控制 而且长期逆差最终也一样导致美国本土产业外移和去工业化 美国的去工业化的问题由来已久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 美国的去工业化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主要表现在为制造业的企业带规模的倒闭 以及制造业职位持续的不可逆的流失 美元发行国带来的巨额助币税收益 可以让美国长期的不劳而获 其代价是美元的有效汇率 大大高于其至深工业激增力所需的汇率均衡水平 这种收益长期挤压着美国本土生产和出口能力 其今日与所谓的荷兰病相似 在开放的经济中 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的不劳而获时 这个经济体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存在 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 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素 价格水平弹得太高 以至于除了暴力行业和不可外包的部门之外 其他面对外围国家的竞争和各种产业 迟早都会在严酷的竞争中销声匿迹 2008年美国汽车工业三巨头的财务困境 从围观看 固然与内部治理结构有关 但从宏观层面和长周期看 他们是美元广义助避税收入的 几硬效应数十年积累之下的牺牲品 如果说第一项成本是隐性的 健身暗涨的 那么第二项成本则是非常显性的 引人注目的 美国必须从它的孤立主义传统中走出来 四处建立军事基地 拓展和维护自己的威慑能力 为了各种非常现实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地 介入到各类国家内部的恩怨中去 帝国的对外战争所涉及的冷血和虚伪 让向来自我道德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民 感到愤怒甚至理想幻灭 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武力干涉所激起的反美主义 为美国国家和公民的安全带来了挑战 但这都挡不住美国在夸耀武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维持在若干战略地区的主导性地位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 是美元是美国金融霸权和体系中央地位的基本要求 丧失了这些地方的控制权和影响力 美元的独特地位将会被欧元或者其他货币所取代 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中央地位就会瓦解 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 武器技术尤其是大规模杀杀性武器技术的扩散 大大的增加了维持帝国优势的难度 不对称作战模式的发展 也抬高了体系中央国家对外围大国的遏制和威慑成本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卷入战争最频繁的国家 冷战后军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 其军费预算占全球所有预算比例 一直维持在一半左右 生命和财政资源的消耗 对于维持美国对战略资源和战略地区的控制性地位而言 是一种必要的运营成本 因而可以看作是占据和维持体系中央地位的必要代价 正是由于承担上述两种长期代价 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在过去60年间逐渐发生了气质性改变 它从一个社会财富创造者变成了消费者 从一种食草动物变成了食肉动物 并且由于这种气质性改变 而对自己的体系内食物链上的新地位产生了依赖 一旦离开了这种超额收入 就会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崩溃 中央地位带来的泡沫性利益如同毒品 短期可以带来兴奋和力量 长期则是消解其实力并使之上瘾 把上述代价上升到关于财富哲理成面来看 不难发现财富的流动是损不足而补有余 但财富创造能力的流动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在某种意义上说 与其说是中央国家主宰了整个全球市场体系 不如说是中央国家成为全球市场体系 祭坛上的神像 风光无限 享受香火 但是在漂亮的泥塑背后慢慢的腐朽 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大大小小的一百多个外围经济体 几乎每一个都想挤到体系中央去 都想摆脱落后贫穷的面貌 这种场景很像小朋友们在冬日的墙根下玩几落落的游戏 但是70年下来仅有极少数经济体 在这个几落落的游戏中接近成功 为什么一个经济体改变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地位那么困难 发展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们都试图从自己的专业视角提出解释 在这里我们把这些解释总结为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三类陷阱 资源诅咒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 自然资源丰富 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并不稳固的前提下 大量自然资源的发现往往是一种诅咒 而不是福音 异国在发现大量高价值的资源之后 数年内会出现一个投资和增长的高潮 但是五到十年之后 经济总量往往不升反降 甚至倒退到资源发现之前的水平之下 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资源采决业存在产业挤出效应 即当该种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 大量资本和人力涌入这个行业 抬高了这个经济体内部各类要素的价格 尤其是伴随着本币的升值 国内那些生产贸易的普通产业 都被挤得没有生路 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靠采决业 以及其衍生行业 然而资源价格总是周期新的波动 而且价格波动幅度往往很大 当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 已经严重依赖于该资源的经济体 必然受到严重的影响 不仅如此 资源采决业在政治上往往带来各种各样的大麻烦 凯决权通常取决于政府官员 而围绕采决权的争夺 往往导致贿资金腐败滋滋生 异国治理水准持续下降 域外大国为了廉价的获得资源供给 往往不择手段的干涉和操纵弱小国家的内政 甚至不惜挑起战争 非洲国家的许多战争成为西方雇佣军 及其跨国公司老板牟利的手段 当一国内部存在不同民族和部落的时候 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正是政治冲突的持久根源 生活在资源所在地的民族或部落 认为中央政府处食不公 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资源报酬 于是往往要求独立或者自治 内战由此产生 尼致利亚和苏丹便是典型的例子 上述经济和政治过程混杂在一起 导致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厄运 宏观经济风险加纳 政治混乱冲突四起 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挤入中央体系中央 而只能在体系的外围打转 剩下的那些没有发现多余自然资源的国家 面临的困境反而可能会少一些 少数成功者也恰恰从他们之中产生 但是没有掉进资源诅咒陷阱的国家 并不一定能发展起来 因为还有其他的陷阱等待着他们 比如说采取了欲速不达的超感战略 欲速不达的超感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了独立之后 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面貌 实现民族振兴和赶超 恨不得一夜之间超音赶美 在这种急于求成的集体心理支配下 当政者的选择 往往是好高骛远的跳跃式发展道路 欧美各国之所以那么富那么强 似乎是由于他们的生产都是很先进的 技术很量很高的东西 他们能做到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 于是许多国家都试图直接发展自己的民族高端工业 如钢铁 化工 造船 汽车 飞机 军事工业 这种策略路径便是进口替代式的发展 也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 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催从和鼓励 但问题在于外围国家的处境 通常是劳动力廉价和资本严重匮乏 而那些高端的先进工业则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 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经济环境中 人为的建立和运行这样的产业 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竞争结果 必然是长期亏损 要想维持它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输血和保护 比如提高关税壁垒 或者提供巨额财政补贴与利息补贴 说到底 只有做能挣钱的事情才能积累资本资本 才能自然而然的发展 而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 转而同西方国家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中竞争 以己之短 博人之长 必然要赔钱 虽然赔钱 但是豪言壮语已经向全体国民宣传了很多遍 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 结果是被套牢在这些赔钱的买卖之中 如同在股市股票市场中被套牢一样 一国经济套牢在赔钱的产业之中会产生双重的伤害 一是经济体不断的失血 二是丧失在正确的领域挣钱的机会 蹉跎岁月 从发展中的大国到拉美非洲的一些小国 或多或少的都在这个急于求成 欲速不达的陷阱中 蹉跎了若干岁月 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 走出出口导向型路线的国家 客观上依靠西方大国的市场 有时候还很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和技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在政治上和外交上 自然要看西方大国的脸色 发展中国家普遍都受过西方大国的欺辱和压迫 通过政治和军事斗争 获得了主权独立与民族尊贤 但是如今政府为了无斗米而折腰 这如何能让民众信服 假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层和地区的不平衡 那么这个政治问题就尤其严重 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氛围中 走比较优势经济路线的政府 很可能会为它的外交姿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 不是竞选中让对手 用西方大国的傀儡政府的政治大棒打下台去 就是在一场大快人心的军事政变中 失去政权流亡海外 正是由于上述陷阱密布在发展中国家前进的道路上 才导致了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70年中 尽管全人类经济总量和技术手段大幅跃升 但是占据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鲜有成功者 那聊聊几个成功者都符合以下的特征 极度缺乏自然资源 人口增速适中 仅仅依附于西方市场 并且政府对权力控制的非常牢固 无谓来自民族主义的暴力和非暴力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大体符合以上条件 人均自然资源普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不断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 并且政府对整个社会保持了有力的控制 更重要的是 由于执政党在此前30多年 对西方的不屈斗争而积累了很高的政治声望 在主权问题上坚持了原则 所以很难把投降背叛的帽子扣到党的头上 正是由于我们这30多年 没有掉进这些陷阱中 中国的快速发展才有了可能 第二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 中国崛起在本质上 就是从世界市场体系的位围挤入中央 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为了尽快能够尽快挤入体系中央 过去40年 中国采取了三外路线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 鼓励外贸 吸引外资 控制外汇 这个政策路线的影响 深入到中国的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 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 但是中国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三外路线的代价之一 就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巨额补贴 以此获得快速工业化 向中央地位进军的强大推动力 中国的辉煌 危机与涅槃 19世纪中期以前 中国还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而是一个古典式的帝国 在这个帝国权势所覆盖的区域中 中央与外围之间的互动逻辑 和今天大不一样 上文我们说过 当今世界的秩序是 等级市场体系 加平等主权之间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在古代东亚 存在着一个非常明确的 政治等级体系和伦理规范 在经济上却实行 帝国内单项优惠的炒共貿易 位于中央的天朝上邦 享有明显的政治 经济和文明优势 只要周边的地区政权 名义上承认中央王朝的宗主权 便有资格参与定期的朝贡 朝贡按照后往搏来的原则实施 假如朝贡使臣带来特产的价值一元 按照李的精神 天朝大国应当至少拿出价值两元的贵重礼品 作为还礼 就如同长辈给前来拜年的晚辈发红包一般 也正是由于这个不等价的交换逻辑 周边国家争着来北京朝贡 而天朝皇帝则根据各地方政权的轻书和德行表现 来决定各方朝贡的规模 频率及其路线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 中央王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 帝国的政治声望和文明优越性迅速坍塌 国门被打开后 朝涌而入的廉价工业品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结构 不但原先那个朝控贸易体系趋于瓦解 就连华夏民族主体也被强行纳入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去 由此而开始了百年国耻 令延黄子孙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华夏农业文明此前便是在此军事上多次败于游牧民族 但是在文明和文化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优越性 但是当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 无可争辩的全面烈势 让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深深感受到王国灭种的危机 在这种不断增强的危机感的作用下 中华民族掀起了高涨的对外学习 对内变革的浪潮 最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重构 演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一个半世纪的沉沦和落后固然让人痛心 但是放在500年世界变迁的大背景中来看 中华文明圈的表现恰恰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面对极具兴起的西欧工商文明的冲击 各大陆的文明经历了各不一样的命运 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 在人种上激进消失殆尽 非洲的文明破坏极其严重 天然的部落结构被随意编排的数十个 所谓的民族国家打乱 至今仍然难以彻底摆脱冲突和动荡 其灾难和痛苦反复地被国际主流社会所遗忘 伊斯兰文明15亿人口则分布在数十个国家中 由中央强国分而置之 其中生产能源的国家要么受中央国家牵制控制 要么正在经受着侵略和武力威胁 与上述悲剧故事相比 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和东亚华夏文明的命运要好得多 至少不必生活在恐惧和自相残杀之中 中国的发展永目共睹 其周边具有一定文化亲缘关系的社会 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 已经先后进入了准中央地位 考虑到上述因素 应当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 在历经西方工商文明的冲击之后 表现最为优异、恢复最为迅速、前途最为光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文明基因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地理上远离西方世界也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就最近几十年的经历而言 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 与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的 的确功不可没 前者让中国不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 民族独立和完整主权 而且通过新中国成立的后的战略运作 确立了自身的大国地位 在国内尽管经济建设方面 在思路和方法上走了一些弯路 但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此后多轮政治和社会改革 将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格式化 为后来的改革时代快速现代化做好了准备 印度虽然也有政治统一和独立组权 但是它内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和整合非常不彻底 所以大大限制了它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赶超能力与速度 如果看到津巴布韦这样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案例 则更能深刻地体会到 及时而坚决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 对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前景是多么重要 当代中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变迁 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 这比日韩等东亚邻国晚了二三十年 但是比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早了十几年 最初接触西方市场体系的时候 中国身处体系的最外围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资源型的商品 包括煤炭石油等原材料 但是从人均角度来看 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原材料而是劳动力 所以在市场力量和政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 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商品中50%以上的是工业制成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越来越大 而且工业制成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 中国由体系外围原料出口国演变为外围工业国 并且不断向中央靠拢 在本书的主要章节中我们将分别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若干重要方面 尤其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对外货币安排 在这40年间尤其是1992年到2012年 中国同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联系基本上可以用这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来解释 在本书中我称之为三外路线 包括外贸、外资和外汇三个方面 简单地说 在间接东亚各个邻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中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扩大对世界的出口 为此除了进行外贸体制的改革之外 中国还采取了大规模引进外资和保持本币汇率稳定的政策措施 之所以要引进外资 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为了借助外资的资本、技术和渠道 迅速打开国际市场 从而让一部分中国劳动力面向国际市场生产 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国际先进竞数的考虑 外资进入中国 其资本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够用以经营 这本身就是为中国贡献了宝贵的外汇资源 本币汇率先是大幅持续贬值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人民币对1美元变为 1994年起的8.27元对1美元 此后在这个价位上 谋住美元长达11年之久 这种汇率安排对于中国的出口非常有帮助 较低的汇率让本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得比较便宜 也让本国的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各类要素价格 比较有竞争优势 所以本币大幅贬值 并在较低的位置 谋住美元非常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 也有利于中国发展出口工业 这三条 这条三外路线可以说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捷径 中国在全球的几罗罗的游戏中使用了一个借力打力的组合拳 超了一条小路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 我们处于全球市场体系的第三圈和第四圈之间的话 那么2019年的中国应当是处于第三圈靠近第二圈的位置 也就是即将从外围工业国变为中央工业国的临界区域 对于中国的地位做这样的判断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产业结构 尽对外直接投资额 货币的国际化 以及资本循环中的相对位置 从产业结构来看 中国目前仍然生产和出口 大量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 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在迅速的发展 高科技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份额迅速扩张 服装、鞋帽、玩具越来越边缘化 在家电、电脑、通信等产业的竞争中 中国企业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 中国汽车工业今年也在迅速崛起 借助全球经济和产业重新洗牌的机遇 民族品牌正在提升其市场层次和份额 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 中国也在高速列车、高端造船业和卫星导航等领域 有了明显的进步 甚至连大飞机这样的工业文明之翠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不再是盲目雄心的产物 而是建立在市场竞争之下的资本和技术积累 以及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 我们赶超的对象 从最初的东盟四小虎演变为亚洲四小龙 下一步瞄准的将是西欧和日本 从进对外直接投资来看 中国也是处于外围工业国 向中央工业国演进的过程中 所谓对外直接投资额 指得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 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得的数字 对于体系外围国家而言 这个数字总是负的 因为他们缺乏资本 所以资本的流入额大于流出额 相反 发达国家则是资本的输出者 所以这个数字是正的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吸引的外资持续扩大 近年来稳定在每年八九百亿美元上下 随着中国资本密集度的迅速提高 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鼓励 产业资本对外输出金额 正在以每年70%以上的速度急剧上升 2008年达到521.5亿美元 2018年达到1300亿美元 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 用不了三五年 中国强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 对外投资国之一 关于中国近对外投资的变化 我们将在讨论资本输出 输入时详细的论述 中央工业国的另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货币 也是世界市场上广为 接受的国际性货币 虽然不如美国那么夸张 欧日等国在一定程度上 也拥有印了钞票 直接换人家东西的特权 中国在这个方面 卖的步子可能相对慢一些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 还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 但是即便如此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系统的规划 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比如与一系列国家签订协议 使用人民币 而不是美元作为双方贸易和资本 往来的结算货币 当然由于货币制度的变革 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 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 必将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 与货币国际化伴随的将是上海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 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 都是国际资本的循环中心 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东京和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 将全世界各地的剩余资金吸纳过去 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资本需求方吸引过去 供求双方在那里完成交易并受其监管 到目前为止 中国将富裕的外汇资金投资在这些金融中心的市场上 而中国的优质企业又前往那些市场上市 这凸显了中国作为全球市场体系外围国家的基本性质 但是从2006年起 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变革趋势是鼓励优质企业 回归国内资本市场 甚至考虑让优质外资企业在中国上市 并且逐步让海外资金试点性地流入中国 互生两地的资本市场 这些政策的方向的含义就是 要将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性的资本循环中心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考察 可以大体判断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处得 由第三圈向第二圈过渡的位置上 中国正在演变为一个准中央国家 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等类型的中央工业国 三外路线的利弊 三外路线的政策组合 将中国从外北国家迅速向中央推进的 最主要的动力便是三外路线 让我们仔细回味一下三外路线的政策细节 第一 在改革开放的头15年里 将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 并通过毛筑美元来确保自身经济的各类经济要素相对便宜 这不但有利于提升本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 还有利于吸引外资 第二 打开国门 鼓励引进外资 对外资提供税收环境土地使用基础设施 外汇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措施 外资带来的主要是出口加工工业 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 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 以及环境代价高昂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中国 第三 通过税收、行政等手段鼓励出口 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为此不惜付出较大代价 做出巨大努力加入WTO 以求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第四 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但资本项目迟迟不开放 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欢迎从事生产性业务的产业资本进入中国 但对投机性的外部资金却拒之千里 这同早先拉美和东南亚小国的朝三引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五 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国内任何人手中的外汇都卖给银行 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管制 又将这些外汇全部解压到外汇市场 为了维持人民币的对美元的汇率稳定 央行扮演了最后买家的角色 将所有8.26元以下的美元买到自己手中 从而形成了我们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 上述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 再配合以规模巨大的国内投资 使中国经济使上了快速崛起的快车道 这是一种大胆的天才般的 却又是见走偏锋的政策设计 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也埋下了一些隐患 三外路线之力 我们先说三外路线的成就和贡献 这个政策路线的成就可以总结为 这样几个方面 就业、工业化、资本积累 对改革的推动以及和平 通过汇率安排和出口鼓励措施 提升本国工业制成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吸引外资在中国发展出口、加工工业 这一过程为中国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和工业转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工业直接吸引了三千万劳动力 并且渐渐地创造了另外两千万工作岗位 装配线上的工人虽然工资很低 但是同务农相比 其收入和发展前景都不可同之而语 外来工业资本和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中国政府最初所设想的是让外资同本国的国有企业搞合资 在双方相濡以沫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的先进技术 到目前为止 这个意义的市场换技术基本没有实现 因为外资带来的要么是很一般的技术 要么对自己的核心技术看得很严 并用知识产权条款严格保护起来 但是通过人员流动、技术模仿等路径 外资所拥有的技术多少还是向中方溢出了 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工业 对中国整体资本积累的贡献 听起来似乎不大好理解 我们知道一个八比娃娃卖18美元 但是以税收、地租、工资等方式 留在中国的仅仅十几美分 给中国这么低比例的利益分配 怎么会对我们的整体资本积累有贡献呢 这里面的奥妙在于我们的强制结汇制度 外资来到中国获得很多的超国民待遇 但是有一条硬规定 就是你不能在中国直接使用美元来购买材料和人力 你的资本应当换成人民币 于是它的外汇资本 以及经营过程中出口销售所得的外汇 绝大部分都在银行兑换成人民币 通过银行这些外汇资金的绝大部分 又都流入了中国外汇管理局 如果把中国历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 加上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 及其再投资收益 那么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外资规模 恰好同我们今天的外汇储备规模大体相称 换句话说 中国吸收了外资并从事出口加工工业 将其本金和出口收入中的绝大多数外汇资产 集中到了自己手中 形成了巨大的外汇资产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紧缺的总是资本 尤其是外汇形成的资本 但是中国通过引进 引资出口收汇的政策组合权 迅速积累了足够规模的外汇 克服了自身资本不足的缺陷 走三外路线 引入外资与国际接轨 这条道路的一个额外好处 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自身体制的改革 任何体制都有惰性 单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很难改变它 于是改革者便往往借助外面的压力来推动改革 以外压内实现制度变革 最典型的是中国恢复官贸总协定 和后来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在复官入市的前后十几年马拉松式的谈判中 中国足部推进 最终实现了巨大的调整 尤其是在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方面 扬弃了原来的计划手段 采取了大量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方式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为了加入世贸 不是为了吸引外资的需要 而不得不同国际接轨 中国的改革过程将困难许多倍 走三外路线时期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最和平的阶段 三外路线同和平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很多方面来阐述 但我想最重要最根本的联系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在这一条路线之下的中国同体系中央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利益共生和互补的关系 而不是竞争或者对抗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其他章节中展开阐述 三外路线之弊 无药不毒 三外路线的副作用和它的功效同样明显 归纳起来 三外路线的副作用 大约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本土工业和资本形成挤压 二是环境和资源的代价 三是对外部资源 对外部资本和市场的过度依赖 四是加剧中国经济内部不同地区间 部门间 阶层间的分配失衡 五是导致我们对全球市场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的纳供 六是它的不可持续性 对于前面四个方面 国内外的研究和批判已经非常充分 在此无需遵言 需要加以阐述的是第五和第六个方面 所谓对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纳供 指的是由于长期人为扭曲要素价格信号 导致国内和国际资源错配造成的自身福利损失 我们向全球市场体系纳多少供 目前的速度是每年4000多亿美元 这个数字的得出涉及我们的外汇储备和外资之间的关系 到2014年年底为止 中国外汇储备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基本上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而是多年来外资的本金和利息积累下来的总预额 我们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其他管理办法 把外商手中的大部分外汇都收罗在外管局手中 换言之 中国外汇管理局如同国家大券门口的那个贵重物品保存柜台 他们手中所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 都不过是替外资客人暂时保管的经营细软 等到将来某一天他们撤出的时候 通常来讲是有归还义务的 外资在中国享受着各种优惠 盈利状况不错 保守估计至少是10%的年收益率 10%的收益率 考虑到在投资所带来的复利效益 这是什么的概念呢 就是每七年资产翻一翻 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的长期升值趋势 考虑到他们低价获得的土地和股权资产 这些年的巨幅溢价 那么这个收益 实际的收益率就更高了 而我们替他们保管着外汇投资的收益如何呢 大部分投资在美国国债或者是准国债中 民意收益率为3% 而考虑到2001年以来 美元的持续下跌 用一揽子飞美元货币来标称 外汇投资收益大概接近于零 中国左手吸引外资 让他们赚走10% 右手将带为保管的外汇对外投资 所得接近于零 两者相减 相当于中国每年向外部经济体系 贡献了相关资金的10%净利润 按照当前官方持有的4万亿 4万美元 以外汇储备计算 每年损失大约4000亿美元的实际价值 按人均分摊相当于 每个中国人每年向国际社会 赠送了值核人民币约2000元的财富 通过外资外汇储备投资关系 形成了对外财富损失 仅仅是中国对外补贴的一部分而已 对出口工业的补贴 包括资金土地环境 劳动力成本等各种要素成本的显性 或者隐性的补贴 都导致了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突飞猛进 但与此同时 也给予外部市场巨额的财富转移 这一政策脱胎于东亚各国的 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只不过我们的规模和影响力 远远大于这些东亚邻国 所以这样一个政策注定只能是权宜之计 因为即便是中国人民能够忍受其代价 世界市场体系也受不了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几十年如一字日的奉行这样的政策 在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冰河世纪》中 有一个从小被射属家庭收养的猛马像 由于从小同他的射属兄弟们一起长大 所以认为自己也是个射属 习惯于模仿他们的行为 在树上跳来跳去 当他个子娇小的时候没问题 但是他渐渐长大 他的吨位显然超出了树枝的承受力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局面也是如此 作为中小规模的经济体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可以比较容易地依附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中 就如同几个射属跳跃在树枝间一般 但是当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也混迹其中 在树枝上优荡的时候 随着它的规模迅速壮大 整个体系越来越难以承载其中 我们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庞大 工业生产能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比如现代工业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 钢铁粘产量达到过1亿吨 而今天中国的钢铁粘产量 已经很轻松地超过了7亿吨 假如不是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压缩产能 这个数字将进一步地放大 在如此巨大的工业产能和出口能力面前 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 已经觉得撑不住了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消费 中国放贷美国借债的循环模式 已经不可持续 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地宣布 将寻求对全国经济实行再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三外路线进行调整的必要性 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对三外路线的修正 进入21世纪 尤其是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 三外路线开始得到修正 必须明确的是 这种修正不是彻底地改弦更张 而是按照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 和不断提高的认识水平 自主而渐进的修正系政策细节 到目前为止 这种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政府行政体系内部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提出 用科学发展观取代单纯GDP观念 强调把中国人民的整体福利 而不是漂亮的GDP数字 作为政策成就的判断标准 强调用全面可持续的发展观 取代此前默认的经济增长观 当然 要把这样一种理念转变为具体可行的制度 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毕竟用GDP数字作为政绩衡量标准 具有相对较大的客观性 而要把可持续发展演绎为一组可操作的政绩标杆 牵涉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需要一个逐步优化和落实的过程 就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来看 受限于种种因素 其力度和进度 与最初的期望有一定的距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 主政之后 调整的力度得到强化 他本人在18届三中全会报告中 进一步提出包含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环境 安全 以及党建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 这一变化意味着三外路线 那已存在的国内政治前提 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 对待外资的政策 从超国民待遇回归到国民待遇 在社会各界对市场换技术的全面反思下 中国政府终于下进决心 通过合并内外资税率 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 更进一步 某些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 实在或者潜在威胁的外资并购 受到中央政府机构的审查 某些占联性的产业中外资则受到清理 第三 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从2005年7月21日起 人民币不再谋住美元 开启了漫长而渐进的升值过程 到2014年12月 人民币对美元的民意汇率 累积升值了35%左右 这样的升值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内生产要素 价格被低估的程度 有利于国民国内民生的改善 也有利于产业的升级 第四 强调自主创新 培育自身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努力将自己的资本和人才结合起来 从而把中国自身打造为资本和技术的高地 而不是继续扮演世界市场体系外围角色 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的资本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中小版和创业版相继开启 大量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得到宝贵的资本 增强了他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更多的资本和政策资源则被投向国有大型企业 与此同时赋予他们自主创新 和提升中国产业层次的高度期望 第五 通过各种办法改善民众生活 启动内需 从而减轻中国经济发展 对外部需求和国家投资的依赖 对社会底层民众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 实施一系列扶持和照顾政策 取消2000年历史的农业税 并反过来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补贴 取消基础义务教育费用 重新设计医疗改革 加速建立覆盖全面基本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 如果说上述政策受到广泛支持的话 那么有一个方面受到质疑和批判 那就是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扶持 这些企业往往承担着一部分非经济性的任务 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和夸大 这些非经济功能的重要性 特别是强调与自己相关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就会使部分国有企业过度地维持 自己的政策优势 如果再说三外路线的高峰期中国经济 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国企外企民企的结构外 结构的话 那么今天外企和民企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 而国企同其他两类资本之间的差异 不但没有消除 反而更加扩大 中国经济中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过多的资源集中 而这一现象在进入新世纪之后 甚至变得更加严重 由于财富的过度集中 结果是本土市场难以充分发育 又反过来阻碍了中国经济从外部需求 转向内部需求的进程 总结起来 中国政府是在保持中国经济一如既往的融入全球的基本前提下 与时俱进的对三外路线进行了一定的发展 以期更快更有效的是 中国由世界市场体系的边缘国家 演进为一个准中央国家 三外路线的中国何以实现 三外路线的出现从国际和地区背景看 应当归功于东亚出口模式的扩散 和地区内产业格局的转移与重构 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在前文探讨的比较充分 但是一个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基础 至少与国际背景同样重要 三外路线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顶正一时 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核心推动力 不仅仅是因为少数领导人 某一场重要的会议做出的政策决议 而是整个国家在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的 历经艰难探索 对外学习和内部调整而渐渐形成的 所以要理解这个路线 可以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 就必须从不同的方面去寻找它的国内根源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实现工业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后 一段时间我们试图感应朝美 超应感美 将中国建成如同当年苏联那样的现代化 现代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 问题是通过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在急于求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曾试图通过战争中常见的群众动员模式 来迅速实现以钢铁演练为代表的工业大突破 结果是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浪费革命热情 在此后很长的时期内 为了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在国内实施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将一部分农村和农民福利用以补贴工业 把大量的财富投资在工业上 同其他所有赶走赶超路线的国家一样 上述努力没能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 反而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而无法在工业和城市中创造足够数量的工作岗位 以吸收新增的劳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从东亚各邻国的成功经验中 中国决策者明白了发挥比较优势 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道理 在工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技术或者设备 甚至也不是资本而是市场需求 技术和设备没有的话可以买可以租 资本没有的话可以带也可以引 但是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 那么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产品也没有意义 有了市场需求 确确地说在自己有利可图的销售价格下 找到足够大的市场需求 那么工业化过程将自然而然地展开 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要素秉赋 发展在市场上有竞争的产业 找到一个巨大的市场来作为经济循环的第一推动力 有了这个产业和市场来拉动经济 那么围绕它而衍生出来的工业投资就有经济意义了 像西方市场出口工业制成品实际上扮演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尽管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经济学家盖宝德所言 对外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并不很大 但是它让中国国内大规模的投资找到了着陆点 由此中国经济得以轰然起飞 在三外路线下 中国国内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 依然延续此前的一贯风格 以民生和消费为代价补贴工业化 其间的差别在于当年我们以农民和农业为代价补贴国有工业 而三外路线则是以国内消费和农民利益的取舍牺牲 补贴出口工业 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样 这样做的代价非常巨大 比如中国内需总是难以启动 因为尽管每个中国人都非常辛苦 但是大多住人手中却没有多少活钱可资消费 但是无论如何 这种策略毕竟大大的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让我们赶上了全球产业大转移的班车 提前成为世界加工车间 在改革开放前 用了各种办法都难以实现的工业化的任务 通过三外路线迅速实现了 放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这个天平上来称量 虽然代价和副作用较大 确实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体制根源 美国比较政治经济学者阿图尔科利 在他的国家引导的发展艺术中 对韩国、巴西、印度、尼克利亚 四个全球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内政治生态 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他强调国家权力对各自发展绩效的重要意义 国家权力越是能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 越是能对各阶层各地区各类资源实施有效整合 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的阶梯上走得就越快越远 国家权力越是脆弱无力 那么该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 便有可能随波逐流 甚至半途夭折 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中国成立后 头30年国家政治建设 尽管代价非常巨大 甚至有些方面走过了头 但是毕竟完成了一个对后来发展意义重大的历史任务 就是国家权力的彻底渗入 动员和改造了中国社会 消灭了原本广泛存在的自治自为 自我循环的那种自然状态 也消灭了个人的匿名状态 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个国家界定并控制的单位之中 正是由于我们可以无远弗届地动员国内力量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绩效 也是在此前百年历史上的中国 或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争夺外资竞争中 轻易胜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因为这种中国体制的特殊性 依靠全能主义体制的遗产 它可以集中巨额资本投资到大型基础设施上来 也可以高效地为外资做好大片廉价的土地 而强制结受贿制度 将全国各个角落的外汇资金收集到一个袋子里 这种做法让人不由想起念宁时期的余粮收集制 正是如此 中国才迅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放贷者 三外路线的停滞基础远不限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中央和地方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方面 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 中央政府一方面大大增强了自身的资源吸取能力 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扩大涉源的积极性 中国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企业家 他个人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经济增长的速度 而增长速度主要依赖于资本的投入 于是招商引资和产业开发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业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三外路线得以在全国铺开和落实的重要前提 而由此导致的沿海地区对此路线的路径依赖 后来反而巩固了三外路线的地位 比如当人民币存在升值可能使东南沿海那些受益于出口工业的省份 通常会向中央游税和建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因为升值会直接伤害到他们当地的出口业 从而伤害到他们的税收就业和增长率 从更高层更广的层面上看 广受热议的中美经济联体关系 其实也可以溯源到两国各自的体制特征 而这一联体关系在中方的基础便是三外路线 两国间的体制貌似存在根本分歧 但实际上存在明确的利益互补关系 尤其是各自的实权阶层的利益存在微妙的互补性 在中国一方没有硬的预算约束 而是可以根据他们对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理解 来相对自由的分配资源 而在美国一方恰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 政治游戏本质上是大资本家在财团的游戏 美国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人 所在乎的归根解体就是利润 整个政治游戏就是建立在他们追逐利润 并用其财力供养和操纵政治代言人的逻辑之上 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 才会出现中国对美欧等国大规模的采购外交 再加上中美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 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瀑补 中国一方的比较优势在于 廉价工业制成品和外资出口工业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美国一方的比较优势 则在于它的中央地位 巨大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 以及由此带来的向全世界征收注币税的特权 中国在乎的东西美国能提供 而美国在乎的东西中国能提供 两者各自的国内体制特点和比较优势 决定了他们是天生一对 当然中国当前的体制远非完善 存在着很大的改善空间 比如它的条块分割和规口管理制度 让对外政治事务 同对外经济事务分属不同的委员会 或者领导小组 因而大大的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中 政治资源同经济资源的相互 相互间的良性互动 思潮和意识形态因素 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接受和拥抱市场经济 不仅需要克服体制上的障碍 还需要跨越心理和观念上的鸿沟 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 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 一是大力提倡使用主义 要求大家避免形而上的无休止的争论 而是去看实际政策效果 二是使用一些替代性的概念来减缓心理冲击 比如用商品经济来指代市场经济 三是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前往 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念 来重新构造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 对中国学术线的影响非常可观 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 超越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成为中国大学经济类 专业大学生的入门基础课程 随着一些海归进入政府 及其附属政策研究机构 新自由主义的理念 也迅速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中 得到广泛的追捧和应用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最高峰 政府机构精简通过防改和医改 为企业松绑 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 大力引进外资加入WTO 所有这些重大政策举措 都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条相契合 当然平心而论 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 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想过独占地位 事实上它总是与其他一些同样源于西方的政策理念混杂在一起 比如在国际分工中 一方面强调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采纳某些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到了21世纪初 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反思 这一方面与领导层代际更替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系列政策的负面代价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外资对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不小 但是与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并不完全疲惫 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强调 使人们忽略了一些体现不到的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 比如环境的保护 社会和谐 劳动者的权利等等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 可以看作对比前新自由主义风格的政策路径 实施某种程度上的修正 在此路线下 为了挽救在城市化国际化工业化大潮中不断衰退的农业和农村 取消了持续2000多年的农业税 并推出一系列政策补助 为振兴民族工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 并在行业准入上向国内民营企业适当的倾斜 为了推动自主创新国家对研究开发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和政策扶持 为了启动内需减小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 中国开始大力推动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 也从2005年开始实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从这些政策上现象 从这些政策现象来解读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主张 可以看出这并非是仅仅的政治口号 而是治国理念上的再一次重大转型 它标志着中国再一次寻找新的定位和新的发展方向 这一次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 似乎成为中国执政党的重点借鉴对象 随着政策思潮的变迁 中国体制演进也许会逐渐细一些欧洲元素也未可知 要素秉赋人口与资源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应 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 所以一旦进入国际分工 中国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 此外规模本身便是一种竞争优势 因为依靠规模经济 中国可以在某些产业中较为容易地击败对手 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 机械、电子、电力、冶金、生物制药等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明显 原因在于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比较大 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之后 单位商品所分摊的沉默成本可以迅速降低 所以规模对这些产业意义重大 而在木制品、纺织品、皮革等行业中 规模经济的效应就表现得并不明显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最近十年间发展的最快的产业部门 恰恰不是纺织品和玩具 而是电子、机械和电力设备等产业 中国本体市场一旦启动 其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所依赖的制胜法宝 就不再是劳动力价格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而是靠本土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所形成的规模优势 中国的人口规模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 这让中国大不同于周边的小邻居们 韩国、新加坡乃至日本等经济体对美欧市场具有不可摆脱的依赖 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太小 无法承采其制造业 而中国只在较大程度上可以靠内需来作为替代 其前提是让中国的民众有钱并且敢花钱 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幅员辽阔意味着非常多样化的市场结构与产业 多样性带来较好的抗风险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 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小 而韩国等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经济体则受损严重 当然庞大人口对于参与国际经济也并非总是福音 在许多种自然资源的供给方面 中国本土的储量和产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和生活需求 所以只能向国际市场大规模采购 中国的采购规模及其未来的预期增长率 让国际商品市场的投机者们有机可乘 用中国需求来作为投机炒作哄台价格的理由 最终让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为此买单 近年来这一幕在铁矿石石油、铜矿、橡胶、白糖甚至大米等品种上都反复出现过 反过来中国大规模出口的商品比如纺织品、锡图等等 都由于中国出口商之间的严酷竞争而将价格压得非常低 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竞争性的国内生产和消费格局 让中国整体利益严重受损 这无疑形成了让中国政府参与市场塑造市场的客观必要性 中国政府近年来对法律法规和借助行业协会的间接手段 对钢铁产业、锡图产业等行业进行了重组和干预 其目的也是优化产业内竞争格局 避免由于自相恶性竞争而导致国家整体受损 三外路线的兴衰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 除了台湾问题等少数例外 中国外交服务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 三外路线之下 中国对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所以中国外交主要表现为韬光养晦 随着三外路线逐步被修正 中国外交开始恢复本来的风骨 三外路线的鼎盛期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的头几年 在这个阶段 中国对外部市场尤其是发达地区市场的依赖非常深 表2-2显示的是中国过去35年间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变化 表2-2显示 中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 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市场的出口 占到了自身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左右 而这部分出口中又有一大半是由外资企业来完成的 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必然是非常低调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所谓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虽然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但是很少行使否绝权 2004年以后 中国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 尽管绝对量上仍然在上升 但是在中国总出口份额却在稳步下滑 到目前为止已经回落到60%以下 但与此同时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 中国也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这也就是说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 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在逐步减轻 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却越来越明显 此消彼长 中国的外交风格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硬气 中国外交风格变化的案例随手便可以列出许多 联合国案例会中的投票 中国1971年到2005年一共投过五次反对票 但是2005年以来 中国用否决权或者声称使用否决权 而多次迫使美欧国家对抗疫做出重大的调整 在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政策上 中国也显得不再顾虑重重 围绕保障自身能源和原材料供给而展开的经济外交 在上述两个地区都触动了美欧的神经 因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将这些地区看作是自己的后院 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逐步走出韬汇 纵横摆河 老成坚定 净显大国外交气势 尽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还没有获得真正的中央地位 但中国外交已经开始恢复它2000年来作为中央大国的那种独特气质 第三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 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不仅数量增幅巨大 而且结构也在不再改善 外贸发展的动能除了观念与制度的变迁 以及由此产生的恰当的政策组合外 也必须部分归功于亚洲地缘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的机会 中国外交为外贸提供了这样好的支持和保障 尤其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外交 拓展和维持了西方大国市场向中国商品的开放 而反过来增长迅猛的国内财富积累 为中国外交提供了越来越充裕的财务资源 采购外交利用中国同西方在政治体制和结构产业结构的互补性 实现了贸易和外交的滚动发展 中国政府通过购买西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 以此换取对西方政府释华政策的干预能力 而西方企业利用自己对政府政策的干预能力 换取中国的大型订单 双方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 它超越了国家间意识形态差异 战略利益冲突和外交分歧 将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 牢牢地焊接在一起 而即将到来的中国对外产业转移 需要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发展一种独特的产业链编辑能力 以便尽可能按照我们的政治利益 政治经济利益塑造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 在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中 中国享有较有力的位置 因为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 中国的抗拨多能力要远远强于那些专门生产 少数几类产品的国家 这种不对称性将是我们软权力的重要来源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轨迹 外贸的惊人增长 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 由于三外路线对外贸易的倚重和照顾 中国经济中增长最迅猛的部门是对外贸易 从数字上看对外贸易 我们重点讨论外贸收支平衡 外贸总量和出口总量 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中 顺差听起来似乎总比逆差要好 是成就和政绩的一部分 前者听起来就是中国挣钱了 而后者似乎就是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欠人家多少钱 但是假如从某些经济学指标考察 比如国民福利增长等角度 上述印象未必有道理 从对外贸易平衡来谈 中国40年间出现了10年的逆差 而自1994年起 中国持续顺差20多年 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大 到2008年最高峰时 中国经常项目下的顺差 已经达到4261亿美元 相当于中型国家全年GDP规模 即使在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外部需求严重衰退 中国贸易顺差依然达到了1960.7亿美元 如此惊人的顺差甚至导致了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的语义变化 即改善国际收支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语境中这个词的含义 是要努力减小或者控制逆差规模 或者尽可能的增加出口 减少进口 而到了今天 人们使用这个概念可能是在控制住贸易顺差的规模 从图三杠一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贸易顺差的急剧增长 其实主要出现在2005年之后 这一现象与其他采取出口 导向战略的新兴国家的经历比较相似 在这些国家对世界市场开放的早期阶段 由于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品以及满足部分高档商品的消费需求 因此比较容易出现逆差 而一旦出口商品的市场打开 本国产业在全球产业内的地位确定 尤其是当政府利用某种政策组合 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 那么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和顺差都将出现较明显的增长 后危机时代 中国贸易顺差再创新高 但极占GDP的比例持续回落 显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努力得到了效果 从对外贸易总额的数据来看 1978年的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 到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为25,616亿美元 增长了124倍 年负荷增长率约18% 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率有回落 总额也达到了2.2万亿美元 从总出口数据来看 中国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近2.5万亿美元 位居全球第一 图3-2和图3-3分别显示出 中国出口的相对位置和绝对值变化 比起上述图表和数字所反映的金额增长更有意义的是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前者表现的是量的增长 而后者显示的是质的发展 外贸的结构改善 考察贸易结构可以有很多角度 我们这里重点考察以下结构 产品商品类别 出口目的地 出口企业性质 贸易性质 商品类别 根据附加值的高低 我们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 在工业制成品中 国内文献通常又进一步分成 轻仿工工业品和机电产品 图3-4清晰显示 30多年来中国出口商品 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迅速提高 前文提到过 中国回到世界市场体系的时候 是从最外围进入的 也就是说 最初我们主要是向世界市场提供一些基础原材料 或者说是农牧业矿业的初级产品 对于这些初级产品 当时中国也有一定的加工能力 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市场上竞争 中国企业的加工精度 质量甚至有时在加工成本上都不具有优势 之所以存在这些差距 从围观上看 是由于中国企业比起外国厂商在市场信息 管理能力技术积累以及营销渠道上都有严重不足 而从宏观上看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汇率存在高估现象 从而抑制了中国在中高层次工业领域中的竞争力 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随着国内企业的经济机制改革和新的行为者 加入到工业竞争中来 加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多次主动大幅贬值 中国的一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优势 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显现出来 大约从1986年起 中国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开始明显上升 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稳定在80%以上 从我们在第一章中描述的中国中央外围关系划分来看 中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从体系的最外围进入到次外围 从一个原材料提供国演变成一个万维工业国 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 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 一直到1995年 机电产品才超过鞋帽衣服等商品 成为中国出口的主打产品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及时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 技术扩散和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带来的机遇 以IT技术为核心的出口品 正在迅速上升为最大项目 到2004年中国扭转了在高新技术成品方面 长久以来的贸易逆差 令全世界意识到中国制造的内涵的悄然变化 当然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三外路线下 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者大部分都是外资企业 贸易性质 贸易性质及加工工业和一般贸易之间的比例关系 所谓加工贸易 是指的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与零部件 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者装配后形成制成品在出口的贸易活动 其特点是两头在外中间在内 它与一般贸易的区别是 货物仅在中国进行装配不符合我国的原产地标准 企业仅仅收取加工费用 中国政府也不对商品或者原材料进出口的过程征税 事实上加工贸易有90%以上的是由外资企业来实施的 发展加工贸易对中国来说具有以下意义 扩大外贸规模吸引国外资本带来宝贵外汇积累 这在中国入市之前一直非常重要带动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 带来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溢出效益 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岗位 但是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存在一些负面的后果 比如说对一般贸易形成挤压的效益 导致政府税源的流失 因为一般贸易需要交纳增值税 而加工贸易不需要实际税率的差异 又使企业尽可能将一般贸易转变为加工贸易 在时间中加工贸易的技术含量较低 许多中间投入品没有实现国内替代 与国内相关产业的关联度比较低 而技术溢出效应比期望要差 由于中国同西方贸易伙伴在商品原产地的统计标准存在差别 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品在美欧看来都是中国制造 所以他们的巨额逆差都算在中国头上 因而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非常突出 对我们形成非常大的经济外交压力 总结起来外资所主导的加工贸易 给中国留下的实际利益非常少 却利用了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源 从图杠三我们可以看出 自1985年起 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上升 20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四成之后略有三年的停滞 之后继续上升至1998年的53%的高点 这个波动过程与中国招山引资政策的展开过程是高度一致的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之后 新一轮产业转移出现了 美欧资本尤其是世界主流的跨国公司 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这导致加工贸易的比例又创新高达到了55%以上 2005年以后 在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指导下 一系列要素价格得以重新调整 为招商引资 而人为设置的资源错配开始得到逐步的纠正 比如人民币的汇率 劳动者的福利保障 农业税取消和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 环境保护成本等各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都可以看作对扭曲了的资源配置进行纠偏 其结果是部分本来就不应该转移到中国来的相对落后的外资产能撤出中国 加工贸易的比例出现回落的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欧市场对外卫产品的吸引能力极具降温 而外卫国家尤其是资源出口国的需求降温相对之后 所以两者对比导致2008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加工中的加工贸易比例 有进一步下降到47%左右 为减缓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命冲击 包括民工返乡潮等问题 中国政府于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 吹出若干临时举措来刺激和稳定出口 在短期内对加工贸易方式有一定的托局的作用 但从长期来看 在内部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 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的比例将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 出口目的地的变化 从出口目的地来看 我们的出口目的地主要是面向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和地区 日本、美国、欧盟先后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最大目的地 从中国的统计来看 中国香港也是中国内地商品的重要出口地 但是由于中国香港主要从事转口贸易 最终市场还是西方发达国家 所以本质上也是对美、欧、日三个经济体的出口 对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占中国对外贸易比例 非常显著 从20世纪80年代的65%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75%左右 显示在此期间中国出口的目的地非常集中 此后中国学界和政府意识到应当使我们的对外贸易 尤其是出口的目的地尽可能的多元化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 对体系中央、准中央国家的出口有所减小 2004年下降到68% 2018年降到了52% 由于东盟、韩国、印度等亚洲经济体的持续增长 中国对亚洲的出口也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势头 到2008年已经占到全部出口的25% 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 东盟自2010年年初起 开始取代日本成为我们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由于全球资产泡沫的作用 体系外围国家所出售的原材料和能源资源 获得了很高的现金流 中国对他们的出口也出现了一个高潮 导致他们的比例迅速上升 2000年外围国家在中国出口市场的份额为7.3% 2005年上升到8.97% 到2008年则上升到12.68% 将中国出口的国别地区分散化、多元化 一方面可以减小我们对体系中央市场的依赖 从而增强我们在对外经济外交同中央国家的谈判地位 另一方面不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适当分散外贸的风险 考虑到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商以中国内内资企业为主 对中央国家的出口则是主要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主导 同样数量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差异甚大 所以中国对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增量意义尤其重大 出口企业的性质 最后我们考察一下不同性质的企业在中国对外出口中的贡献率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贸易的经营者只能是国有专营外贸公司 其经营和治理机制决定了他们在理解和遵守国家对外贸易相关政策精神方面做得比较好 但是在拓展对外出口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比较有限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后 他们从一开始就拥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权利 同时拥有海外市场渠道和信息方面的优势 所以份额持续于增长 很快超过了中国的国有进出口企业成为外贸中的主力军 近年来外资企业的出口量绝对量依然有增长 但是所占的比例开始稳步回落 其背后是民营企业出口量一军突起 统一内外资企业税率消除对本国民营企业的潜在歧视政策 人民币汇率渐进调整对一般贸易而不是加工贸易的鼓励 上述各方面政策措施和倾向的合力 将在未来一个时期使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例逐步减小 随着中国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的价格上升 日韩企业以及我国台资企业 渐次向越南等地转移且有加速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谈判复关和加入WTO的过程中 外贸资格的普遍化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让步 令各类性质的企业乃至自然人都获得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资格 从而让中国外贸出现了一类新的行为者 民营企业 正是由于外贸主体的不断扩大 中国外贸的持续发展才不断找到新的推动力 外贸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和产业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 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在中国出口中的地位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增长非常迅猛 2000年时仅占不起眼的1% 短短9年间便上升到28.2% 超过了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出口总额 未来随着民营企业资本筹集和其他经营条件的持续改善 中国出口额具备进一步上升的潜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对外贸易增长量非常的迅猛 贸易结构也在持续的优化 要理解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 就需要分析推动中国外贸发展的动能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动能 在中国外贸飞速发展的30年间 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发展的合力 他们紧密联系并且互相促进 接下来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 观念的变迁 制度的变迁 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 以及国际体系环境 观念的变迁 观念变迁包括若干层次 其中在本体论层次上是中国的知识精英 决策者和社会大众如何看待市场的性质 以及它与国家的关系 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市场应该放在何种位置 在认识论层次上 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看待经济活动的可预测性 可控制性 在方法论和政策实践的层次上 核心问题是中国应该用何种政策组合来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和发展 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 中国的学界、政界和社会大众 在过去的40年间经历了一些重大转变 全面系统的分析这些转变需要深入研究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 这里我们仅做粗线条的描述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 国内经济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模式之下 这是一种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国家经济管制体系 其核心思想强调 训练有素的政府管理人员 在他们掌握了经济科学真理与规律之后 可以充分地认识 把握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的质与量 从而合理的有前瞻性的配置相应的资源 安排好国民经济的运行 避免自由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周期性的混乱动浪和浪费 在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科学和政策实践的背后 是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等一系列基本经济哲理观念在支撑其运行 而与之对立的是盛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 认为经济运行的本体不是政府 而是一个自在独立的市场 它可以通过价格信号背后那只无形的手自动的合理的配置资源 它的痛荡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 任何单个的人 无论它拥有多少权力和科学知识 都无法完全地预测控制和击败市场 而只有市场中所有行为者的整体合力作用形成的价格变动 才是最终的裁判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学术交流 中国政府、学界和社会大众开始逐步接受后者的观念、命题和主张 从美国和欧洲留学跪来的知识分子 在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圈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并最终成为主流 尤其是1992年10月 中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之后 市场经济理念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受这种思维范式变迁的影响 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思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最初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 也变成出口导向型的战略 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努力发展 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产业 通过国家政策的保护替代发达国家的产品 可以避免被全球市场体系锁定 在外围而遭受中央国家的剥削 实现迅速赶超 在20世纪后半期 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都或多或少地采纳了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 但是若干亚洲经济体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极不强调建立自己的完整产业体系 而是在世界市场的伪力面前保持谦逊的态度 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和世界市场的需求来制定 来确定生产的内容和规模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先后都走上了这条道路 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实现经济的腾飞 然后在积累本土资本和经营能力之后 再在全球的产业链上逐步升级 从半个世纪的发展效果来看 进口替代的路径下显有成功者 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则不同程度地获得了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从20世纪80年代起 中国开始逐步改变进口替代思路 采取更多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改革并未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并没有彻底抛弃旧的全面接受新的 而是一种渐进务实折中边际性的方式 将理论体制思路中的新旧因素融合起来 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 90年代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这些说法反映的正是中国通过增量改革 实现渐进转轨的历史事实 新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 按照学者圣兵的说法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80年前是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 1980年到1983年是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 1984年到1990年是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 1991年到1993年是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 1994年之后是贸易自由化 纵观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变化过程 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发现其演变轨迹 从阻碍贸易到促进贸易 从内向性到外向性 从逆比较优势到顺比较优势 从发挥供给方面的前向关联 到发挥需求方面的后向关联 从价格信号扭曲激励到坚持将价格搞对了的原则 从注重直接数量管制到注重通过关税 汇率和补贴等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 尽管在放弃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后 没有直接走上贸易自由化的道路 而是采取了迂回的双向刺激结构 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过渡成本 但是它能够通过暂时的保护 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内部资本积累 在企业有时间调整自身的市场定位和经营要素组合后 政府将原先许多隐性的保护 显化为可以预见的价格等量措施 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逐步削减它们 贸易自由化的实质进程由此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 出口行业得到不断的壮大 并提高了人均工资率 成为支持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力量 而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政府的保障 补偿和结构调整 削弱了它们对贸易自由化改革的阻挠 中国贸易战略转变的总体规律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基本相仿的 特别是在经历受保护的出口导向后 在转向贸易自由化方面 与韩国、巴西、墨西哥等国的实践是相似的 即便到今天 在我们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中 仍然可以看到新旧折中的痕迹 比如比较优势的逻辑要求中国在世界市场的需求面前 保持彻底的服从 按照自己的资源要素秉赋来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地位 但是当西方的竞争优势理论传到中国之后 客观上便为那些主张中国保护本国市场 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产业升级的人的理论工具 在一些学者那里 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是对立物 竞争优势的新理论 似乎已经推翻比较优势的基本命题 反映在政策上 2005年以来 一个变化的趋势是 中国政府对若干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进产业加大了投入 比如芯片、操作软件、大飞机等等 在政府报告和悬术研究中 产业聚集效应中、干中学等说法取代了比较优势 成为最常见的关键词 制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的整体经验告诉我们 制度也是生产力 恰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能够将压抑生产力的因素消除到 形成对人的恰当激励和约束 外贸所设计的制度变迁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外贸管理体制与方式从行政性向市场化、法律化和国际化的转变 二是外贸企业内部经营和治理模式的改革 三是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和自由化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立和责权分配进行了清理 到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重点是减少行政性指令等直接管理手段 主要依靠法律政策和经济等间接手段来管理 增强透明度同时也扩大地方外贸管理部门的权限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一个时期 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与国际接轨的深入改革 汇率、利率、税率都做了多次重大的调整 按照国际惯例颁布并修订了多部法律 在这持续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 政府的职能和机构都得以精简和规范 管理手段也越来越适应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条件的要求 早期的外贸经营主体是居于专营的国有外贸公司 为了激发他们从事外贸尤其是出口的积极性 中国采取了出口承包责任、经营责任制、进出口、代理制 部分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等试点性制度创新 最后实行股份制改造 试图用现代企业制度使他们去除企业机制、治理机制上的弊端 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规模迅速超过国有企业 他们在企业治理和内部机制方面显然具有相对的优势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军突起 尽管一开始资本金规模比较有限 所从事的产业比较低端,技术含量比较低 但是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制非常灵活 对于国际市场的需求非常敏感 因而发展异常迅猛 目前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出口中已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 时至今日,微观主体的治理已经不成问题 在外贸经营权方面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主题词是下放 从中央下放到地方 20世纪90年代的核心内容则是交叉 也就是说不再按照行业划限制外贸公司的经营范围 而是让各家外贸公司之间拆开反礼,充分竞争 到了新世纪,由于必须同世贸规则相接轨 自然人也可以从事外贸 各种进出口审批权取消 改为备案登记制度 通过上述制度改革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方式 企业主体和经营空间都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 外贸由政府垄断 转变为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 从而激发出增长的制度动能 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 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中国外贸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 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其中既包括汇率、利率和税率工具 也包括配额、进出口许可等行政性手段 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汇率和税收工具对外贸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前 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相对高估的状态 而且29年间仅发生过很小的变化 对外开放后 高估的汇率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 为了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政府对外汇制度实施了改革 一是实行外汇流程制度 二是将人民币汇率贬值 外汇流程制度的实施调动了外贸企业对外出口的积极性 而人民币汇率从高估变为低估 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 根据某些学者的计量和回归分析 可以发现2001年之间 中国外贸同汇率变动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汇率贬值1%将带来1.465%的出口增长 出口退税政策是世贸组织规定中可以接受的通行作法 即政府对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 由税务机关根据本国税法 将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者消费税等 间接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的一项税收制度 在出口退税政策的早期 税种的选择经历了三次调整 最初阶段是退还生产环节的增值税和最后环节的产品税 1988年以后退还所有环节的流转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 退税税种与国际接轨 退还增值税和消费税 1994年之后所有所退税种稳定 但是退税率变动频繁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4年到1997年 退税率逐步调低 第二阶段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 出口外部环境极度恶化 为了应对危机 1998年到2003年 中国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 以帮助出口企业度过难关 第三阶段由于中国加入WTO之后 中国出口增势强劲 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的背景下 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年续调低退税率 而部分国内短缺 或在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 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 甚至直接取消 第四阶段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 类似于10年前的冲击 2008年末中国出口量出现7年来的首次单月下降 中国政府连续7次调高退税率 以稳定出口 将表3-3数据做回归分析 可以看出当年出口退税每增长1% 可以导致下一年年度出口额增加0.92% 说明出口量的增强对于出口退税政策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除了上述两项政策之外 出口补贴政策 出口信贷政策 以及出口配额和取可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工具 都对中国外贸的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国际体系环境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三四十年间外贸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从全球来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国际贸易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东亚 三个有限的地域 其中美国对外逆差越来越大 日本为首的东亚顺差越来越大 两者贸易的互补性非常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由于日元多年大幅升值的积累性后果 一部分低利润的 劳动密集性的制造装配业 在日本国内已经生存不下去 必须向外部转移 承接这部分产业转移的 是东亚四小龙 也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圈中的四个小经济体 韩国 新加坡 中国 台湾和中国 香港 四小龙加入美日之间的产业链 他们从日本进口中间产品 加工组装增值后对美出口 由此形成对峙逆差和对美顺差的格局 而对峙贸易逆差总是小于对美顺差 差额部分构成他们自己的利润和资本积累 就这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形成了 美国 日本 四小龙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 由于四小龙经济相比 日本规模有限 他们自己在这个贸易链条中挤占的流量 还不能跟上日本本土直接出口 美国的顺差规模相提并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 美国开始对外部商品设置以一直进口的增速 日本和四小龙很难再通过美国市场份额的扩大来稀释 来释放他们之间的竞争能量 与此同时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 中国掀起一轮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新高潮 规模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供给 以及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 吸引了大量的东南亚资本投资 中国东南沿海 这样来自美国的挤压力和来自中国的吸引力形成合力 将东亚制造业中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纷纷转移到中国 其结果是中国也挤入了原本由美日和四小龙构成的制造业产业链 商品由日本的工程师设计并制造样品 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制造核心部件 然后在中国大陆生产组装 然后销往美国 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 所以一旦中国挤入这条东亚产业链 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和发展趋势 日本对美出口贸易有相当外的部分 也绕行转移到中国大陆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如果我们借用施政荣先生分析电脑行业利润率的微效曲线 来解释这个时期的产业变迁 可以看到中国挤入原本由四小龙占据的低利润组装位置 而把韩国和中国台湾挤到左边原器件生产地位上去 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挤到右边的营销地位去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方的利润都有所增长 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改善 综上所述 正是由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了东亚地区内部产业转移的良机 财迅速融入了全球市场体系 推动了对外贸易规模的高速增长 从而加速了自己的资本和技术的积累 本节我们将超越现实中的贸易数据和外交关系 在历史和逻辑的基础上探讨一点战略问题 对外贸易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有利益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 是否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国际权势增长 本书认为逻辑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 其基本思路就是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的产业链编辑能力 以此来影响和塑造地区乃是全球产业链的地缘分布特征 并使其有利于中国国家权势和影响力的扩展与深化 所谓产业链的编辑能力 是指大国依靠自身市场规模 以及对某些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掌握而获得一种特殊的能力 借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身国家利益的需求 来主动调整地区性的 甚至是全球性的产业地理分布 以便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获得优势和权利 尽管这个概念是第一次在学历上提出来 但是在政策实践中却早已有先行者 20世纪80年代 日本对外转移部分低端制造业的时候便构想亚洲的宴行模式 完整宴行模式构想 既有其国际经济思维又有其政治目的 从地缘角度来看 日本构思的宴行模式向自己设定为亚洲的头宴 从事工业品的设计研发工作 四小龙紧跟他自己的方向 从此从事配件制造工作 四小虎指的是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拼 印度尼西亚 紧随其后 而中国在日本的构想中是专为 整个产业链提供基础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销售市场的 在这样一个构想中 中国被设计为世界市场体系之下的亚洲次级体系的最外围 说的不好听一点是经济殖民的对象 由此地缘经济关系支撑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 也将日本及其盟友为中心 东亚国家为群众基础 东亚大陆的上的中国则是一种既需要共同防范 又需要共通规范的政治一己 问题是这样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 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进程来看 日本的算盘部分落空了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外贸吸引外资 压低本币积累外储的三外路线 挤到这个产业链中间 并在低端制造业上击败了印度尼西亚 泰国等四小虎 成为外围制造工业大国 而不是原料提供国 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 正是由于东南亚新兴经济体 在与中国制造PK时落败 才有了1997年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基本面 他们的实体经济和出口状况恶化 但是虚拟经济过度繁荣 两者之间的背离导致了货币和金融泡沫的产生 从而给外部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 日韩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也受到波及 当时的危机传导机制 既有金融市场的恐慌心理因素 也有这些经济体向东南亚输出的资本出现亏空 而导致利润下降的基本面因素 十多年过去了 如果再看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 可以看到中国出口工业品已经占了一定的份额 而大部分东盟国家出口基础原材料 恰恰与当年日本对亚洲产业链后半段的设计模板相反 中国从这种产业地缘大转移中 除了获得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外 也有安全和政治上的考虑 这种大转移改造了中国周边地缘战略环境 重组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 道理很简单 当我们的某个邻国发现自己的几个龙头产品 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 发现自己每年的外贸盈余也主要来自中国的时候 他们很难再将中国描述为重大的威胁 而且必须认真反思自己的对华政策与姿态 是否会伤及到双边经济关系 从而伤害到自己的钱包 于是这就提供了一种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视角 来解释韩国与泰国等东亚国家 在地缘政治立场上的微妙变化 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迅速改善和地区影响力的上升 一方面源自我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明智 一方面也是这种不对称依赖所带来的政治副产品 从日本地缘经济规划的失败中 我们可以得出何种教训 对市场自身的内在规律的充分尊重 是战略设计可行性的基本前提 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而言 大量劳动力供给和相对较低的人均资源秉赋 决定了这个国家无法长期扮演一个资源出口国 而东南亚诸民族在文化上的特点 人均资源秉赋等各个方面都不利于 他们同中国内地从事制造业方面的竞争 在这样的前提下 依靠人为的对东南亚小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出 和技术输入来改变两者之间的潜在分工格局 是逆比较优势形势的 因而注定会失败 世事变迁 20年后的今天 中国经济也成长到了一定的程度 是该考虑土顾纳心的时候了 人民币具有潜在的升值压力 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不再是 也不应该继续是天然优势 用国内消费取代外需和投资 来拉动经济成长使中国经济转型 既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必要举措 也是建设国内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些产能应该向哪里转移 怎么转移 在此我们尝试探讨若干基本思路和理念 首先 必须将我们的主观设计 同各国自身禀赋的相对条件充分结合起来 我们通过投资贸易甚至援助 最多能够做到的是帮助市场的内在趋势加速 或者充分实践 却无法改变市场的根本趋势 我们也许可以鼓励斯里兰卡 缅甸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承接我们将要转移的纺织业和部分化工业 可以帮助他们建设一些基础设施 如港口电厂和道路 甚至提供建设经济特区相关的文件的完整文本 但是能否成功 最终取决于他们同越南和印度等经济体之间的竞争结果 其次 到底是集中力量扶持少数不发达经济体 还是应该走多元化道路 多方下注分散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 集中可能反而比分散更能控制风险 因为其中许多风险其实很大程度是主观行为的后果 而不是纯客观事物 通过与精心选中的少数目标结成政治 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全方面为战略伙伴关系 深入介入到其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中去 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大的经济成就 从而可以建立起示范效应 将万移产业集中转移到少数几个经济体 也有利于尽快实现规模经济和产业聚集 从而增大成功概率 再次 中国如何在此过程中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权力 答案在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 产业分工导致国家间合作与依赖的是相互的 那往往是不对称的 这是大国软权力的重要来源 一般而言在中国和周边的中小经济体之间的分工合作中 中国享有较有力的地位 因为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 中国的抗波动能力要远远强于那些专门生产少数几类产品的国家 要想进一步强化这种有力地位 一个明显的选择就是有意识地通过对产业链的地理分布的编辑和重组 将我们对周边单个国家的依赖最小化 并让各国对我们的依赖最大化 基本的思路就是让任何关键零部件都有至少两个国家或地区同时向我们供应 并保持中国作为各国支柱行业的绝对大主顾的重要地位 最后中国拥有何种资源可以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地编辑产业链的地缘经济分布 目前看来已经具备或者部分具备的条件有 第一 对部分产业的控制权 第二 不断提升的技术和资本积累 第三 越来越巨大的本土市场规模 第四 政府对企业较高的调控和管制能力 第五 巨大的国家资本积累 第六 作为未来世界性大国的国际信用 那么当其他大国也拥有上述类似的条件和资源 并且试图运行这些资源去实现与我们的目标相抵悟的地缘经济政治构造时 会发生什么情况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深思 第四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正如制度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 中国吸引巨额外资 本质上看并非我们的体制优势或者政策成就 而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缺陷的症状之一 假如当年的决策者们能够遇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遇见到参与合资的国有企业所遭遇的命运 招商引资政策绝对不会出台 但是无论如何 外资的大规模进入的确带来了若干好处 其中包括对国内改革的促进 政策观念的更新 推动中国在全球分工中角色的转变 劳动力的就业转移 外汇的积累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争论和实践之后 我们终于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本的来源地 而是企业结构治理和市场结构的问题 尤其是国有企业制度的低效 失败和政策性垄断问题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三外路线下的外资政策 我想应该是见走偏锋 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他所蕴含的那种决绝 冒险和离经叛道 其中有急功近利的误判 有误打误撞的幸运 有中门大开的牺牲 还有通过巧妙变招而化腐朽为神奇的希望 所需的变招可能就是用市场换股权 变外资为内资 三外路线下的外资政策及其效果 招商引资与缺口论 中国为什么要吸引外资 对此问题理论界有多种回答 最主要的是有资本缺口论 技术缺口论和制度缺口论 资本缺口论认为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在发展过程中缺乏资本 包括国内可以用来投资的储蓄 和在国际上可以用来进口的资本品的外汇 所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 有必要引入外资 与此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 罗森斯坦、罗丹等人提出的储蓄缺口理论 巴拉萨等人提出的外汇缺口理论 以及钱纳里等人在1966年提出的 储蓄外汇双缺口理论 正如国内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 双缺口论对中国的招商引资现象 显然是没有解释力的 因为中国通过发展 早就以高储蓄率和大量外汇储备而闻名 从数据统计来看 中国的双缺口现象 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开始 除了1993年之外 其余年份都是储蓄外汇双盈余 储蓄和外汇大国继续以强大的力度吸引外资 这样的奇怪现象显然与理论相矛盾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 人们除了指出中国国内经济体制的特点之外 学者们还指出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技术缺口 技术缺口论指出 资金本身并不是资本 只有当资本与特定行业的技术 管理、营销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成为资本 而中国缺乏的就是上述技术、技能、技巧 引进外资 关键的是引进他们附带的技术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中国政府提出了用市场换技术的口号 希望通过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合资合作 来实现技术从外方向中方的溢出 但是很快发现这种技术缺口论也存在解释力不足的现象 因为不少学术研究 包括微观的案例研究和宏观的计量研究 都指出决策者期望的那种技术转移基本上没有发生 外方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保密的 保护的非常严密 那么既然市场换不来技术 那么为什么还如此大量的引进外资呢 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兴起 学者们开始从中国国内制度的缺陷找问题 其中包括资本金融市场发育不全 国内政策惯性等因素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中国国内对民营资本的严重歧视 有代表性的是2002年黄亚生教授提出的解释 他认为中国对民营资本的歧视 对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 将中国大量的经济资源配置给低效率的国有企业 再加上严重的国内市场分科限制了 国内企业的增长和投资选择 而这些问题对于外资企业的影响较小 所以导致了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明显竞争优势 从而形成了外资持续涌入中国的局面 换言之 中国吸引巨额外资并非成政策成就 而是中国经济体制缺陷的症状表现 上述不同的缺口论在指导和解释中国的外资政策上 是先后成绩的 与之相应的政策指导思想和实践 也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这种渐变性体现在对外资开放的地域行业 以及引进方式等各个方面 渐变的外资政策 从地缘上看中国对外资开放 有一个游点到现在游线到面的过程 先是几个经济特区 然后推广到沿海沿江经济开放区 最后是全面开放 1980年中国首次在东南沿海的四个城市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立了经济特区 选择上述城市的原因是 他们或者是著名的桥乡 或者是在地缘上临近港澳台地区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 开放政策于1984年 跨大到14个沿海城市 1985年又开放了长江、珠江、闽南三个三角洲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海口和南京杭州等140个市县都列入开放区域 20世纪90年代开放政策向内陆地区延伸 到1999年所有中西部地区都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 而进入新世纪为了平衡地区发展差异 中国政府甚至开始大力鼓励外资前往中西部投资 与中国改革进程的其他方面一样 对外资开放的渐进过程持续了20年 从行业来看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最早受到鼓励 然后是面向国内市场的一部分制造业 在复官入市的谈判中 中国承诺向外资开放一些服务业市场 比如金融、保险、电信、公共事业等行业 从引进外资来看 根据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 最早衍生出的三种利用外资的方式 分别是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外资企业 后来根据形式的需要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 出现了其他一些利用外资的方式 包括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合作开发、BOT等 从引进政策背后的导向来看 也存在一个明显的转型过程 最初的政策组合倾向于进口替代 而后逐步被鼓励出口所替代 最近的数年则将重点放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上 在中国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 不可忽视的是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对外资展开了竞争 推动了外资数量的增长 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积极性埋远于两大方面 一是对当地政府税收的贡献和GDP的贡献 二是招商引资工作本身被作为评价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 由于对外商直接投资省批的放权 以及国家相关法规的解释不够严谨 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和政策弹性空间来竞争外商直接投资 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采取的常见手段包括 第一,减免企业所得税的地方附加费 由于地区间的相互竞争 实际上这一税种已不复存在了 第二,免征或补贴土地使用费 以及免征其他行政管理费 向外商免费提供土地 以此来大幅降低投资者的土地成本 这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绝招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还通过降低公共事业收费价格来竞争外商投资 第三,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便利投资和经营 第四,近年来 近年出现了一些新的招商引资的手段 比如提高审批的效率 提供项目咨询服务 指导投资者如何在中国建立公司 提供一站式服务 建立一个囊括所有相关部门和服务机构的行政大厅 让投资者在同一个地方便可以处理所有审批手续 第五,前往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举办招商引资洽谈会 也是一种常见的手段 但是由于其成本高、效益低而广受批评 替代性的手段是在目标地区提供政策咨询打造形象 招商引资的成就 中国在地域上、行业上、引资方式上、政策导向上的不断开放和演变 以及各级政府在对外引资过程中的激烈竞争 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外资流入 在发展中国家 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经多年名列榜首 在全世界来看,也仅次于美国 图四纲一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长率 从规模上看 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增长 然而就增长率而言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逐步趋于平缓和稳定 20世纪90年代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率一直处于高峰期 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来滑投资 然而在进入21世纪以后 尽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总体上保持增长 但其增长率明显下降 从结构上看,外资的来源和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 早期外资主要来源地 实际上是我国的港澳台地区 1989到2002年的14年间 港澳台对内地直接投资的实际金额 占到我们实际利用外资的58.21% 最高的年份就1992年 达到了79.57% 其中中国、香港又占据了绝大多数 1986年到2003年间 平均份额为50.8% 最高年份达到了68.4% 到目前为止 港澳台仍然是内地引入外资的主要来源地 稳定在总量的五成左右 1999年 由于入市谈判带来的市场开放进程 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大趋势的加速 来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外资 在数量和比例上都有所上升 从引资质量 包括其质量、技术水准、产业分布 对劳动者权利和环保的重视等各个方面来看 欧美国家的外资要优于从其他地区来的外资 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最初是以珠山角和福建厦门地区为主 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以长山角为主 从统计数据来看 85%以上的外资都在东部 除了区位优势外 当地的人才资源和人文环境显然也非常重要 近年来东部、中部、西部的外资分布 大约是20比2比1 尽管中国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 鼓励外资前往中西部投资 这一比例却没有明显变动 东部前五名的省份是西部后五名省份 实际利用外资的250多倍 外资的贡献 外资大规模流入中国到底是否带来了好处 具体带来了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的争论非常多 本书认为外资的大规模进入的确带来了若干好处 其中包括对国内改革的促进 政策观念的更新 加速中国在全球分工中角色的转变 脑动力的就业转移 外汇的积累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 下面我们分别叙述 协助中国转变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 东亚内部的验行模式和产业转移 中国从一个市场 世界市场体系提供原材料为主的最外围国家 迅速演变为一个向体系提供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外围制造国 这个跨越离不开外资的作用 原本按照投研日本的设计 中国的角色是向这个以日本为起点的产业链条出售原材料 并购买其最终工业制品 但是由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招商引资运动 大量的华人资本将工厂从港岸台地区和东南亚 转移到内地东南沿海 从而打乱了日本的地缘战略设计 并为1997年1998年席卷四小虎四小龙和日本的金融危机 构造了基本面 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 假如没有中国的招商引资政策 没有东南亚华人资本的大规模转移 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中 中国内地和四小虎之间的胜负并非确定无疑 因为四小虎起步相对较早 一旦形成产业集群 并通过干中学而提高了工业劳动力的基本素质 再加上当地政府的产业管理和服务能力提高 那么中国内地的产业发展可能要慢许多 也困难许多 如果我们错过了那班船 通常要等下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 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 而通过招商引资 中国在开放市场条件下 工业化进程大大加速 并且出现了明显的数个工业聚集带 如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等产业升级 已经获得了它自身的动能和基础 只要没有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 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增长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和强国 是非常有希望的 帮助缓解就业和城市化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尤其是面临城市化和现代化重任的农村人口大国 如何解决就业问题 释放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通过吸引外资 从事加工出口工业 中国政府从农村向东南沿海的工厂 多转移了2500万到3000万青壮年劳动力 并将他们转变为适应现代工业企业管理的熟练产业工人 显然他们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非常低 但是相比在农村务农而言 他们获得的报酬要高不少 如果算上由外资企业的资本支出 本地采购以及产业工人的消费所带动的间接就业 那么整体的就业效应是非常可观的 估计占到中国劳动力总工给的10%左右 当然借助外资和加工出口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 存在某些缺陷 一是它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比较大 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了体系中央 对亚洲工业制品的吸引能力 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返乡潮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地将农村家庭转移到城市 而是仅仅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暂时地安置在工厂中 他们的家属尤其是数千万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到了青少年时代则成为城市中的失血无业人口 潜在的社会代价巨大而久远 帮助积累外汇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一直严重缺少外汇 外资进入 由于强制结汇制度 必须将作为资本金的外汇 卖给银行换取一定数量的人民币 然后在中国展开经营 不但资本金 外资对外出口所产生的利润 也大多换成了人民币 其结果就是中国政府迅速地积累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 而按照部分国内学者的估算 其中绝大多数外汇的来源是外资企业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平时说的中国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的血汗钱 是不确切的 较为准确地说 说法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用全国人民的血汗钱引来的国际资本家的钱 中国的外汇局相当于国家大剧院门口的那个贵重物品保存柜台 进入剧院的达官贵人的经营 细软经营都存放在那个柜台里 当然这里微妙的差别是 贵重物品寄存处有义务将所有寄存物完整无缺地还给客人 但是中国外管局却没有强制义务要这么做 因为尤其是当巨大剧院散场看客们集体退场的时候更是如此 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论述 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和产业层次 对于外资的技术易出效应和对产业升级的贡献 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差异巨大 一个基本的共识是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 从整体提高了中国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 因为外资企业本身相对于国内企业的 在技术和经营能力上的起点要高 所以他们的加入提高了整体水准 分歧在于他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是否外溢到国内企业去 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歧 除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外 研究者对技术易出的概念和过程鉴定存在重大差异 也导致结论的差别 20世纪80年代末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来要用市场换技术 放在当时的背景中去理解这句话 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是指望把外资引入中国 同中国中方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合资 以便中方零距离地接触外方的技术和工艺 从而让国外的先进技术自然而然地向中方溢出 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期望 才有对外方持股上限的规定和商品国产化比例的规定 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外合资的实际效果 这一种主观期望显然落空了 在许多合资企业里 外资坚决拒绝中方配备技术副总或助理 他们仅仅让中方人员负责行政、法律事务 绝不让自己的核心技术信息流到中方人员手中 而在这种情况下 中方国有企业的官员们并不更多的动能和权限去就此问题 与外方谈判或者采取其他手段来确保最初目的的实现 于是大量的国有企业一旦合资 便沦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装配车间 因此假如研究者把技术溢出界定在外方向 在外方向中外合作伙伴的技术转移上 那么通常他们会得出非常令人失望的结论 但是假如我们把眼界稍微放宽一些 那么不难发现外资的技术入出的路径是非常多样化的 学界如今公认的溢出路径有四种 一是竞争效应 二是示范模仿效应 三是联系效应 四是培训效应或者是人才流动路径 这四种效应的合力形成了某些 统计研究中比较积极的研究结论 所有中国向外资开放的行业 中国的本土企业也开始强盛起来 当然学者们回头去总结这四大效应 某种意义上将其看作是当年的决策 和今天的继承事实进行辩护 因为假如当年的决策者们能够预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预见到参与合资的国有企业所遭遇的命运 招商引资政策绝对不会出台 任何事务都是利弊相伴 外资的进入也是如此 外资大规模的进入的弊端 总结起来学界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的讨论 包括政策减让和利润转移导致的税收流失 外资争夺人才与市场份额 而给国内企业带来的冲击 加剧地区不平衡 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等等 所有这些围绕外资弊端的争论 我们归结出两大类 孔外政和从外政 关于外资的争论 孔外政 从外政及其本质 孔外与从外 从20世纪80年代初登陆中国开始 外资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角色 便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20世纪80年代末 伴随着当时的政理整顿 学术界和政策界激烈争论 外资是否扰乱经济秩序 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 在中国经济软着陆期间 外资是否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 是否垄断了中国市场 是否击垮了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等问题 是争论的焦点 2004年以来 在抑制经济过热的政策导向中 中国利用外资是否过多 外资是否增加了就业 中国是否在拉美化 外商是否瓦解了民族自主创新体系等问题 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在围绕外资争论的争论中 常见的有两种极端倾向 恐外症和从外症 他们的表现截然相反 前者对外资的负面影响看得特别重 见到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 便惶惶不可终日 整天担忧中国的产业被外资斩首 中国经济将陷入拉美化的陷阱 中国成为外资的经济殖民地 后者则对外资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 充满了崇拜之情 认为西方企业在管理技术营销 乃至道德上 都是我们民族工业远远无法企及的 为此 他们乐于付出任何代价来引入外资 希望能借助外贸的优越性来改造中国经济 恐外这患者往往以爱国者自居 而从外这患者 则把自己打扮成思想解放 具备国际视野的样子 其实这两种表面上截然相反的态度 具有类似的本质 那就是他们都带非理性的思维特征 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 而且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他们都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特质 与潜能缺乏最起码的信心 澄清三个基本概念 回去 回顾过去三十年间数轮争论的文献 不能看出外资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 还混杂的较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判断 其中包含不少人 不少人为构建起来的认同和格区 要想将学术讨论从政治辩论中还原和剥离出来 就必须对这些政治构建物做一点解构 为此我们需要跳出上述争论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谁是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从法律角度看 是中国企业公民 因为他们是按照中国法律法规 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注册成立的 他们的基因行为 他们的雇员成分都与其他中国企业无异 唯一的差别在于外资企业的部分 或者全部出资人是外国公民或者外国企业 在一个全球开放经济时代 出资人的国籍本来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 但是既然在各国的现实中这都是问题 那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 这些外国出资人到底是谁 从上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 中国所吸引的外资中 来自港澳台与东南亚华人的资本 赚到了绝大多数 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认同的是盐皇子孙这个身份 而不单单是中国国籍 那么很多所谓的外资其实都是自己人 更有意思的是 由于我们的税收制度的原因 在中国所吸引的外资中 还存在较大规模的往返城投资 也就是说中国本土企业或者个人 前往某些避税天堂注册为当地的企业 然后再以外国法人的身份 回到中国内地投资 这种往返城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是中国公民 他们的规模 据估计达到中国所引进外资总量的 25%到30%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他者 来到中国的投资额 仅仅占到30%以下的比例 第二个需要解构的概念 是所谓的国家经济安全 这也是个被严重政治化的概念 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对这个概念的解释非常多样 取其主流 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理解 狭义的经济安全是指同军事 和政治安全相关的经济因素 包括战略物资的供应 战时人力财力的动员潜能 技术优势的扩大和巩固 或者技术落差的缩小等等 而广义的理解则是将经济活动本身 视为安全的一部分 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可控 具备抵御各种对经济的 对经济的外来干扰 威胁和侵袭的能力 避免市场紊乱 大规模贫困 严重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 商品不安全 以及生态危机等现象的出现 其核心是经济竞争力和自主性 在广义经济安全的各部分内容中 同外资问题紧密相关的是 所谓产业安全 美国曾有 深为本国鞋类制造产业的安全担忧 理由是 美国的制鞋业都在转型 而美国人穿的鞋子 从此都从中国进口 为了一旦发生战争 中国人拒绝向美国出口鞋子 美国大兵和民众都将没有鞋子穿了 这个观点的荒唐之处在于 他忽视了鞋子这种商品的竞争性和可替代性 并且通过诉诸极端场景的摄问 将问题影像片面 事实上对美国而言 恰恰是保护本国的制鞋业才会危害其经济安全 因为会导致本国消费者的福利巨大损失 和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真正的产业安全问题 其实不是市场上的行为者的国籍 而是市场的结构 也就是说是否存在垄断行为 以及借助何种手段来垄断 造成了利益分配结果有利于谁不利于谁 这就涉及第三个需要澄清的概念 垄断 垄断的含义是一家企业独自或者多家企业联合起来 利用其自身的市场份额或者其他资源带来的价格控制力 谋取超额利润 除了利用行政权利 支持产权等因素获得垄断性地位外 占有绝大多数市场份额也可以带来价格影响力 在许多向外资开放的行业中 外资企业占有的市场比例往往达到50%以上 但是这个份额是由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外资企业共享的 那么这个市场是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 而不是属于垄断状态的市场 相反当一家或者少数几家利用自己的某种资源 控制了市场上的供给或需求时 即便他们是国有企业 比如电信服务业和早期的汽车制造业 他们也会提供至次价格的商品与服务 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而且处于垄断状态的企业 往往拒绝向新技术和新产品投入更多的投资金 从而导致本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准逐渐落后 换言之竞争带来产业安全和进步 而垄断带来福利损失和技术停滞 从而损害国家经济安全 再澄清了谁是外资 什么是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 什么叫垄断之后 我们可以系统检验一下市面上流行的观点 孔外症 孔外症患者们常用的一个说法是 中国外资依存度过高 所谓外资依存度 有不同的算法 有的是历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总额占 本国某年GDP的比例 有的是用某一年的实际使用外资规模 除以当年的GDP 两种统计口径计算出来的结果大不相同 第一种的算法得出的数据明显有耸人听闻之嫌 相比西方国家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比例过高的问题 与我们的统计的口径有关 因为我们只算直接投资 而没有将世界各国吸引的间接投资算在其中 如果将间接和直接投资全部算在内 中国对外资的依赖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并不高 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计算所使用的那个分母是有问题的 由于我们压低人民币的对外价格 结果是30万亿人民币GDP用官方汇率计算为美元时 仅仅为4.3万亿美元 如果用购买率平价来算 则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大大撞低 比较有依据的统计数据是外资对外出口 占中国出口量的比例 这个数据相对而言能说明外资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它也并不意味着外资规模过大 因为他们主导的加工贸易出口 与中国本土民族企业之间并不完全构成替代或者挤压关系 换言是换言之 外资将大量出口交易机会带到中国来 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进行生产 为中国出口金额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假如他们不在中国生产 而是在东南亚或者南亚生产 这部分海外市场的份额基本上与中国本土工业企业 民族企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市场渠道、品牌、加工工艺等一系列要素都掌握在这些外资手中 他们把生产和加工过程放在哪里是相对自由的 中国本质上是在同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发展中国家展开这些对外资的竞争 从这个角度上看能多引来一些外资就相当于我们多赚一些 当然为了在这种竞争中获得优势 中国显然有意压低了自己的整体报价 属于中国的利益分配比例非常小 而获得好处的主要是争取了较大规模的制造业的就业机会 恐外政者的另一个常用话题是外资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所谓斩首战略 这个概念也往往同近十年来外资的独资化趋势联系在一起 独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增的外商投资不再找本土企业搞合资 而是直接注册为独资企业 二是原来的中外合资企业中 外方通过增资扩股不断增加出资比例 占据并巩固其控股地位 然后使用各种手段收购中方股份 最终成为独资企业 而所谓的斩首战略 则是指外商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 控股或者收购行业中的知名企业 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 从而获得后者的品牌和市场渠道 将中方原来的品牌 研发队伍和产品线树枝高格 而用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取代之 熊猫 霞飞 小护士等日化行业的原知名品牌 便是在被合资控股或者收购之后 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 取代他们的是今天畅销的外资品牌 斩首战略听起来的确让人毛骨悚然 民族传统品牌的消失也的确触动了国人的爱经济爱国神经 但是情绪化的证悟或者是道德化的指责 并非对待外资的理性反应 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基于规则的游戏 其中的首席裁判员应当是价格而不是政治 中国行业中的龙头反复被人斩首 说明这个经济体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客观地看 问题不在外资方而在于我们自己 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问题 二是经营问题 三是货币问题 四是地方政府问题 一家行业龙头企业被轻易收购 外方看重的仅仅是它的市场份额 而不是固定资产或者人才队伍 这说明什么 第一种可能是 由于金融市场发育不全 这个企业的估值不够充分 或者是它的融资渠道出了问题 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 尤其是直接融资市场发育不够 导致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 无法在经营中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 甚至缺乏一个合理的估值参照体系 假如中国企业可以从资金和资金资本市场 比较容易地获得融资 那么中国行业的龙头 理应去收购别人而不是被收购 第二种可能是 这家企业无法从自己的市场地位中 获得应有的现金流 也就是说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市场上保留了较大的份额 但是内部管理或者经营问题 导致财务状况不佳 所以才会出现行业龙头 打着出售的场局面 第三种可能是 从货币汇率因素来看 外资企业从海外金融市场 获得资本之后 由于中国的汇率低估 换成人民币后 绝对值非常大 所以用来收购中国企业非常合算 而中国要收购海外企业或者资产时 换成人民币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低估的汇率鼓励了外资 从海外金融市场融资 然后在中国收购优质企业 第四种可能是 在一些涉外并购交易中地方政府的干预 扭曲了市场价格 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击败其他地区 实现其招商引资的政绩 除了将本地的环境 税收公共设施全部打折出售之外 还想到了打折出售本地的国有企业 通过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部分 或者全部份额来吸引外资 可以迅速实现其政绩 因此其价格是非市场性的 所有上述四个问题 都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组合出了问题 或者说是我们的国家经济运行体制 还同市场逻辑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孔外政者中一个普遍的倾向 是诉诸感情和道德评价 而不是理性规则和法理的判断 他们列出的外资的其他恶行 包括向中国转移污染源 用假出口引入油资 从而带来货币升值压力 通过操纵公司内部交易来避税 集中投资在东部 而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 进一步加剧等等 几乎所有的问题 都是中国自身的政策设计和监管执行方面出了问题 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利润引导资本 而诸如环境保护 社会公平 均衡发展 税收控制 反垄断 这些都本应是政府监督 引导管理市场的分内之事 转型经济体中的政府没有负担起 应该负担的责任 却顽固地抱住一些 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的事物不放 才构成了市场的扭曲 资源错配和上述的问题 如果说围绕外国在华 直接投资有什么问题 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话 那么相关的调控 在市场关系中的缺位 越位和错位才是核心的问题 从外政 外资崇拜在中国普遍存在 普通民众乐于追捧外国品牌 轻视本土品牌 同样的产品仅仅因为是国际品牌 便可以在市场上比国内产品 溢价50%甚至翻倍 在金融服务方面 有人轻信外资银行 结果买了高风险高杠杆率的金融产品 而自己蒙在鼓里 直到从富翁变成富翁 才如梦初醒 中国人目前的从外倾向是许多因素 综合的结果 包括近现代以来的落后 本土商品和服务的质量问题 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各种因素 而在社会基因层中 这种崇拜和亲信也是存在的 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如此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了地方政府对外资的争夺 这种争夺的后果是进一步地扭曲了内外资 面对的市场结构 扭曲引资政策发出的扭曲的市场信号 积累下的各种扭曲的外商投资现象 首先给外资的超过民待遇形成了对内资 尤其是本土民营资本的歧视 在税收、市场转入和要素价格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环境 迫使大量的内资走曲线救国的道路 成为所谓的反乘投资 联合国贸发会议估算 从中国内地流出金 中国香港然后再返回中国内地的资本 占中国香港对外投资流量的25%左右 可叹的是 对于质量较高的美国和欧洲资本而言 中国方面的税收优惠 并不构成任何好处 因为对于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者 即便是中国政府免除了他们的税收 利润部分仍需要向其本国政府交税 换言之 对他们来说 不交给中国政府就要交给本国政府 那么中国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 其实是白送给美欧政府了 其次 对外廉价提供土地的做法 甚至让市场出现了土地套利空间 比如说某知名软件企业 利用全国各地政府纷纷向它伸出橄榄枝 慷慨低价送地的机会 在全国数十个软件员建立了分公司 囤积了大量的土地 并在主业经营遇到困难的情况下 依靠所囤积的土地增值来获利 最后 我们的招商引资过度 依赖优惠政策 无形之中已经对我们吸引的外资 形成了逆向选择机制 那些只躺在优惠政策之上 生存的外资企业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风暴中 注定是最脆弱者 2008年一些寒资小企业的 气场逃逸之风 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的逃逸说明这些企业 本来就不应该被吸引进来 对外资的崇拜构成一种 自我实现的预言 外资的优越性和价值 在中国被捧得太高 在某种程度上 正是由于社会各界中流行的 这种夸大的观念 支撑着外资部分的优势 由于崇拜 所以千方百计的吸引 为此压低本土工资 和其他要素价格 从而人为增加了外资的竞争力 货币汇率的偏低 导致国外资本换成人民币 显得非常强大 因而可以轻易地招募到 第一流的人才 也可以募集外币资本 轻而易举地对中国本土的 优质资产实行兼并收购 在这个意义上 外资的优越性 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即便到了最近几年 外资崇拜仍然不断地 以新的形式 在新的领域中反复上演 国有金融业改革的过程中 我国主要金融机构 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 成风 政府监督部门甚至明文 规定商业银行股份资改造 必须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 于是各大国有商业银行 纷纷以优惠价格引入 美国和欧洲等地的战略投资者 苏格兰皇家银行 美国银行 汇丰银行等世界一流金融机构 因此都大量持有 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股权 但是短短几年间 便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 上述世界一流 无一例外的都在此次危机中 损失惨重 要靠尽快地抛售 中国金融机构股份的 巨额收益来救自己 给自己救命 这场影子闹剧的客观结果 是将中国的国民财富拱手送人 吸引他们低价参股给我们的银行 在管理方面带来的利益 我们还没有感受到 我们也不希望他们用他们的先进经验 把我们的银行带到他们现在的处境 当然如果说这次充满讽刺意味的闹剧 可以有什么正面的效果的话 那就是也许有助于中国人早日走出 外资迷信和外资崇拜 如果跳出关于外资和内资的争论 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本的来源地 而是企业治理结构和市场结构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哈佛大县黄亚生教授的研究 虽然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有失偏颇 但确实的确触及了问题的合金 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的国有企业控制着绝大多数行业 民营资本的身份在体制内 一直是被视来边缘化的 从经营绩效来看 尽管一开始在政策倾斜 市场准入 信贷支持 人才储备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国有企业依然竞争力不足 但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 我们在情感上不愿意面对国有企业的问题 于是就希望寄托在借助外资的先进经验 改造中国的国有企业上 希望他们向国有企业溢出先进生产 先进技术后能帮助后者获得较好的经营迹象 于是才有了宁与外人不与国人这种反常的政策倾向 假如外资的确向国有企业溢出了技术 假如国企也的确因此获得了轻生 那么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面貌 就是别的什么方面的问题了 但是现实粉碎了这一希望 白子并没有向中国国企溢出什么先进技术 反而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的一条路径 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导致中国的民营企业 或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帮助中国人搬回了面子 并且让中国经济实质性地摆脱了潜在的拉美化风险 回顾过去三十年间逐步开放的各种产业 往往是国有企业输给了外资企业 而外资企业输给了民营企业 家电制造业是最典型的案例 而汽车业和通信制造业也在重复着这样一种三国演绎 事实上由于社会资本秉赋 贫金价值跟对教育的重视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因 中国人在商业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潜力 或者说是优势非常大 海外华人在商业竞争中 反复出现的惊人成就已经非常雄变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年像南亚的中国人通常都是没有其他出路的穷人 但是两三代人之后 很多人成为当地的富翁 在东南亚各地 尽管政治上缺乏相应的地位 占人口比例3%的华人 往往控制着50%甚至80%以上的国家财富 20世纪80年代之后通过各种途径 从国内前往欧洲的新一代华人 尽管出身评鉴也未受多少教育 甚至还有语言障碍 却正在迅速地扩大他们在欧洲的资本积累规模 并努力提升其社会地位 一种在国际上流传颇为广泛的观点是 华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最有经营头脑的两个民族 只要给予他们比较正常的经营环境 比较充分的政策空间和必要的资金支持 中国人显然可以创造出非常惊人的经济奇迹 但是在中国肥沃的土地上竟然杂草重生 对外资的崇拜和迷信的背后 是部分人不愿意正视历史和现实 不愿意向事实低头 不愿意承认中国民营资本的实力和潜力 实事求是批评 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传统 党获得今天的地位不是因为它天生就永远正确 而是因为它比所有的对手都能够更加坚决 彻底地承认和面对自己的错误与缺陷 因此才能在各种困难条件下反败为胜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具体的制度选择和政策设计的出现失误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是拒绝面对错误 拒绝改正错误 并用更多的错误去掩饰和弥补此前的错误 中国早期的外资政策中之所以存在若干缺陷 就是由于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出现了问题 在对待国有和民营问题上 存在着意识形态教条化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外资政策中 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恐怕这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外资政策的未来趋势 及政治和战略潜力 外资政策的调整方向 未来外资政策的调整方向 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作者对中国未来外资政策的 演变趋势与政策建议 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消除对外资的那部分 超国民待遇 尤其是应该给予国内民营资本和外资 至少是同等政策环境和竞争条件 这一点对于发展民族工业 提升民族自信心 积累国家经济实力都非常重要 最近几年 内外资税率已经得到了统一 民营资本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融资渠道 许多经营领域也已经向他们全部或者部分的开放 这些政策举措都展现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 相信未来这一趋势将得以进一步的延续和拓展 二是要将中国国内市场的吸引力而不是各种廉价要素作为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的核心竞争力 联合国冒发会议将FDI及外资直接投资分为四类 资源开发型 市场开发型 战略追加型 效率追求型 他们各自的投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颖的FDI以资源开发型为主 也就是说他们看重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土地 电力 基础设施和税收等资源 但是到了中国加入WTO之后 加工制造业开始加速向中国转移 出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产业聚集带 投资中国的外资开始越来越属于效率追求型 未来一个时期 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重要性的稳步递增 相信对华直接投资将越来越多的 以市场开发型和战略追加型为主 放在未来走向世界体系中央的大框架下 来看中国的外资政策 最大的变量就在于中国自身市场的重要性 将与此前的格局存在本质性的差距 中国将从一个全球生产基地 转变为一个全球最大市场 当然这个转变是用一个较长的时间 10到20年逐步实现的 与之相应的是货币汇率政策的调整 为促进出口 中国乐意见到自己的货币利率低估 但是作为全球最大市场 你需要自己的货币汇率适当高估 作为全球生产基地 中国此前的招商引资手段 主要是将自己的劳动力 土地 公共事业服务 税收等要素全部打折出售 而作为未来的大市场 中国吸引外资将主要依靠自身市场的进入权 未来中国市场可能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保护 而不是完全开放 但是这种保护的目的 不再是养活国有企业 或者实现进口替代 甚至不是今天所谈的促进产业升级 未来保护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外资 乐于进入中国 而且乐于主动变成中资 三是积极参与 甚至推动国际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中 除了已经缔结的大量双边投资协定 和一些区域投资协定外 制定多边投资协定的努力也一直在继续 如1982年联合国的跨国公司行为首则 1992年世界银行的外资 外国投资待遇指南 1995年起银河组织的多边投资协议谈判等 但是这些文件因为各国国情 利益和观念的差异 至今均未能成功 随着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资本输出国 尤其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主权资本输出国之一 我们越来越有必要积极参与 甚至推动国际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进程 多边投资规则相比双边投资协议 其根本好处在于提高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水准 而且大大降低了对他国在外国投资问题上 违规违约行为的惩戒成本 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 中国的利益重心正在从外资东道国身份 转向外资母国身份 就目前而言 两者之间轻重权衡 暂时还很难说 但是在未来的十年内 这种身份的转变必然会完成或者基本完成 在2030年之前 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大国 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的 谈判中的基本利益和态度 考虑到规则制定的公平性和可接受性 中国应当联合一批 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重要国家 在经合组织之外 建立起更广泛多样的多边合作框架 四是应当平衡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资金 在过去一个时期 中国偏重于吸取外国直接投资 而对于外国间接投资 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一些国家遭受损失和冲击 在中国主要被归因于他们的过早开放资本市场 这一教训得出了进一步 推迟了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日程 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政府与外国间接投资的移据态度 在中文里 外国间接投资被称为国际游资 这个称谓所隐含的假设 就是这些资本更加飘忽不定 更加居心叵测 更加有风险性 从这个称谓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基本政策态度 问题在于这个教训是从小国身上得出的 而且都是缺乏经济自主权的小国在特殊形势下的遭遇 它对于21世纪的中国是否恰当呢 小国的盘子太小 一定规模的跨国资本流动便可以带来巨大的动荡 而且他们与国际上的其他行为者的谈判能力也很弱 所以像全球资金资本市场全面开放 往往需要他们承受很高的风险和代价 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情况就大不一样 较大规模的资本资金跨国流动 无法冲击其整体市场 尤其是在我们进一步发展出 较为完整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之后 千亿美元规模的流入和流出 比较容易被市场所吸收 因而并不能动摇市场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和信心 放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资金流动的角度来看 风险收益流动性等不同要素间的组合 总是存在大致的一个均衡关系 既然对小国而言 油资带来的风险性太大而无法承受 那么理论上越是大国 就应该对油资开放 因为那必然意味着油资们可以期望 特定风险值所对应的收益 流动组合值比较低 说的通俗一些 别人都没有条件做的买卖 我们有条件做 那么必然是比较合算的买卖 而且中国想要成为全球体系 市场体系中的中央国家 发展出足够广阔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是有 是基本条件 对于国际油资所带来的风险 一定要记住风险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利润和价值 我们应有的态度是深入研究它 有效地管理它 并且大胆地拥抱它 而不是害怕和排斥它 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 的确有其有客观原因 但在较大程度上 与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制定的 不合理的制度或者投入的资源 与努力不够有关 其结果是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看 中国到目前为止 仍然具备体系外围国家的典型特征 精英们努力奋斗 是为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在自己的故土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时 便出现了流向体系中央国家的现象 如果中国本土的生存、发展和繁衍的环境进一步优化 那么不但中国富人和能人不会再离开 而且周边各国的高价值人群 也会纷纷将中国作为理想的宜居地 而他们的到来 除了带来他们自身的财务资本和专业能力外 也带来更多的高价值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 回到本章所讨论的外资问题上来 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那样 绝大多数外资的真正主人其实是华人 假如放开国籍限制 允许部分符合特定条件的人士 获得双重甚至多重国籍 那么这些外资很快就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内资 反过来 假如我们的政策不合理 让富人觉得不安全 那么就会驱使他们加速流向海外 成为别国公民 无庸置疑这些高净值人士一定是世界各国 各国政府挖空心思吸引的人群 正是由于全球化过程中 人口流动能力的选择性 在我们出台各种类型的政策时 必须慎之又慎 既凭是政府的道德必须 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不能光想着强化 累进税制来解决问题 产业升级与资本形势 产业必须不断升级 只有不断升级我们现有的产业结构 提升其定价能力和附加值 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动者 摆脱卖苦力的分工地位 才能让中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从外围挤入中央 中国梦才有实现的前提 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快速增大 靠低端加工业 加工制造业的贸易顺差 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已经不可持续 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一是我国目前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以极为突出 多数产品已占据全球市场供应量的半数以上 进一步增长的工坚有限 二是国内要素的供给 无论是资源约束 环境约束 土地约束 还是低端劳动力 都无法支持加工制造出口的进一步发展 三是劳动力供需结构出现了错配 通过招商引资把外资的制造业环节 引入中国 意味着把中国的许多研发设计品牌 营销投资等高附加值的办公室工作岗 外包给了这些外资 位于美欧日韩国家 以及中国台港地区的总部 低端制造业需要的是产业工人 但是如今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中国年轻人中有一半是大学毕业生 他们需要的就业机会不是流水线旁的一把螺丝刀 而是写字楼里的一台电脑 正是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错配 才导致了今天大学生就业难和工厂招工难 两难并存的局面 但是产业升级能否靠外资来实现呢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告诉我们 市场换技术如果没有特别措施的话是行不通的 高价值就业机会是世界各国政府努力竞争 想尽办法留在本国的东西 在国际市场上本来就稀缺 在这方面最令人扼腕的是中国的汽车产业 如果外资靠不住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的巧妙干预和鼓励自主创新 让本土产业实现快速崛起和超越 回顾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各项经济政策 经济学者们都有各自的见解 但是恰恰这个时期 中国的市场换技术政策竟然产生了两个例外的成功案例 一是在高铁领域 二是在新能源尤其是风力发电领域 下文中我们将通过汽车高铁和风力发电设备的三个行业的案例 来探讨一下后发工业国家的产业赶超与资本形势问题 案例4-1 中国汽车产业的探索与抗争 2013年 我国汽车总产量达到2200万辆 稳居世界第二位 然而自主品牌的产量约占四成 出口量不到百万辆 占总产量的4%左右 这个比例在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国中处于最低水平 甚至不及巴西和泰国 由于受排放标准安全等因素的限制 我国汽车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 非洲 中东和南美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难以进入相对高端的欧美市场 与市场份额相对应的是技术水平的落后 包括发动机在内的核心零部件 基本仍有外资掌握 初看起来这样的一种局面 似乎令人难以想象 中国在机械制造领域有不错的基础 此起步很早 20世纪50年代就造出了自己的汽车 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巨大规模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中国国内汽车市场规模全球第一 与此相比 韩国迟至1974年才造出第一辆汽车 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 每年才300万辆的规模 汽车业对规模非常敏感 因为只有足够的规模的销量 才能够把巨额的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快速摊销掉 开发新车型才有利可图 所以同技术条件下 一家大型车企能很轻松地击垮一家较小规模的车企 由此可见 假如一家车企掌握着中国市场的较大份额 那么它就可以在全球市场上掌握很强的竞争优势 但是韩国现代公司已经能够在全球排到第五位 而中国没有一家车企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排得上像样的名次 长期打着以市场换技术的旗号 汽车企业在允许外资进入市场的多年后 至今显有收获 该政策的目的在于以国外零配件 国内组装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 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 逐步摆脱技术依赖 培育自主研发能力 创立民族汽车品牌 20世纪80年的后期 在我国关税结构等政策的引导下 我国汽车产业迎来了合资高潮 德国大众 意大利菲亚特 法国标志 美国通用 日本本田 韩国现代 等外资汽车企业 纷纷与我国国有汽车企业合资 登陆中国市场 然而 优惠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我们让出了市场空间 汽车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 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外资手中 跨国公司为了防止技术外溢 构筑多重防线 最大限度地实施技术封锁 合资企业中 中方委派的技术副总总是被拒之门外 能够被接受的中方高管 都是负责安抚员工的劳资等事务 虽然合资企业很多零部件 在中国本土采购 但是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基本都安排在外国 在华合资企业所进行的所谓研发活动 仅限于在外方已经设计好的车型本土化 这样获得的技术改进能力非常有限 同时国内企业想获得先进技术 必须向对方缴纳巨额的技术转浪费 而购买到的技术 还尝试发达国家面临淘汰的成熟技术 我们不禁要问 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 中国国内的汽车企业究竟在干什么 为什么中国汽车业的科研人员 没法同国外同行竞争 在通信领域和家电领域可以见到不少 本土企业能在技术水平和市场份额上反超外资 而在汽车业中 中国企业为什么萎靡不振 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 决策者的政策思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 在当各级政府的公务用车都是清一色的奥迪的时候 你们怎么能指望本土汽车工业发展起来呢 当时决策者中有不少人从内心崇拜外资 指望通过与外资联姻来获得先进技术的溢出 但是跨国公司高管们心里非常清楚 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优待 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领先于国内同行 而一旦技术转移给了中国企业 他们在中国市场的立身之本就丢失了 有位专门研究技术转移历史的美国经济学者总结说 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愿意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先进技术的工业国家 换言之 其他先进国家的企业 没有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先例 其实努力维持对先进技术的垄断 是市场经济中的常态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指望通过合资便能够带来先进技术 怀有这种想法的人 从一开始就缺乏对市场竞争和知识产权的基本常识 为什么中国本土企业发展不起来 国企自身特点是其不适合汽车业这种竞争性行业 而对民营企业的行业准入放开的太晚 在汽车行业里 国企决策者尽管拥有控股权 但是他们普遍满足以引进外资的成熟技术和核心部件 而国家给予的巨量研发资金和各类政策扶持 都转变成稳赚的房地产投资 在自主创新的政策思想指导下 国家相关部委也的确试图对外资的扩张稍加限制 以帮助民族工业尽快翻身 但是各种政策设计的效果都很不理想 关键问题还是处在国企身上 各家国企与对应的外资在股权上五五分成 数万亿的销售额多数以品牌使用 和核心领部件进口的方式支付给了外国母公司 剩下一部分利润在按照股权比例分配 反观民营企业 他们在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的体系上可能各有不同 但是市场是非常残酷的筛选者 机制不够合理管理不到位的弱者 很快就会被淘汰掉 并非每一个好企业都能够存活 但是凡在竞争中存活下来的 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肯定有其独到之处 他们的商业冒险和研发努力 不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 或者产业安全这些高大上的使命和口号 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利润 其相互间绞尽脑汁各显神通的竞争结果 却使得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得到大幅提升 从华为和格力等本土厂商的传奇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功的经典轨迹 但是在汽车行业 民营企业的造车牌照 很晚才逐步放开 吉利和比亚迪之类的厂商 都是靠收购地方国有企业的牌照 才得以进入市场的 他们开始造车 也就是最近二十多年的事情 技术和人才的积累还远远不足 中国汽车市场格局演化到了今天 外资全面占据了中高端市场 起步很晚的民营企业被挤压在低端市场上 本土民营车企试图向中高端市场升级 必须面对很大的市场风险和门槛 也面临着技术积累上的瓶颈 但是笔者相信 以中国人的智慧和努力依托巨大的中国本土市场 借助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升级的战略机遇 中国民营车企们 必然能够实现弯道超车 在全面圣化改革的时代 让中国从汽车大国变成汽车强国 案例四干二 中国高铁产业的崛起 中国高铁产业从无到有 从落后到先进 让我们看到了后发国家如何 借助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巧妙结合 实现后发先制的奇迹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 始于1999年的秦省科运站 但是其发展 快速发展 则始于2004年 这一年国务院出台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提出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 打造中国品牌的推进铁路技术装备 现代化的总体方针 并开始通过市场招标的方式 大规模推进我国四纵四横的高速铁路网建设 同年6月 铁路部启动了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招标 迅速吸引了日本川崎重工业注视会社 德国西门子公司 加拿大庞巴迪公司 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等拥有成熟高速动车组设计 和制造技术的企业参与竞标 在谈判中 我国各个列车生产企业抱成一团 仅由四方股份和常客股份两家公司 两家与国外厂商谈判 充分利用了我国高速铁路巨大市场空间 保证了中方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 在首次招标中 铁道部及引进战略买家的战策略 将过于自信且报价过高的西门子公司除名 造成该公司随即股价暴跌 总裁和竞标团队全体引就辞职 其后西门子公司在大幅降价后 重新参与300公里动车组的竞标 仅该项目就节省了大约90亿元人民币的采购资金 此外 铁道部在招标公告中明确要求投标主体是国内企业 必须在成品上使用中国商标 但它必须取得国外先进技术的支持 比如 日本川崎重工中 中标的60列高速列车的采购协议中 规定川崎重工 因向中国南车股费有限公司提供当时较为成熟的日本新干线急风型的技术 交付使用的60列列车被分为三列 其中属于日本整车出口的仅有三列 六列由日本生产零部件运制中国组装 剩余的51列则由中国南车利用川崎重工提供的制造技术作为中国国产车进行生产 该协议确保了中国企业在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后 能够完成对技术的充分吸收于本地化 铁道部充分利用政府权力这支有形之手 同时有效地发挥了市场竞争的作用 主导了自主创新的高铁模式 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 拥有丰富的铁路基层工作经验 对于高铁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技术瓶颈都了如指掌 同时它有着非常强势的工作作风 直接主导了同外资设备采购和技术转让谈判的全过程 有参与者向笔者回顾其细节 外资普遍不愿意转让技术 但是中方会利用德方压日方 利用日方压法方 最终中方能够从不同的厂家采购到各类关键技术 仅仅获得外方的技术 还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崛起 必不可少的是一环 必不可少的一环是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 在高铁技术的吸收和自主研发方面 政府也发挥了主导作用 除了常见的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外 中国举国举全国之力 推动二次创新 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 与铁路交通有关的各个列车制造企业 各大科研院校和研究所 及其顶尖的科学家院士 均参与到了高铁相关技术的学习和研发中 政府还建立成果转化 返普科研机制 将高铁年度经营收入的一部分 用于行业服务和科技创新 使得高铁研发项目 有了充分的资金支持 同时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放开对高铁行业准入的管制 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零部件市场 同时积极引导各科研单位 制造企业参与海外列车制造市场的竞争 激烈的市场竞争 迫使各企业推进技术研究 以国际领先水平为标准 不满足于购买技术的短期收益 而是将大笔资金投入 科研中追求技术的赶超 完成了产业整体的升级 在短短十年内 中国高铁业实现了跨院式的发展 通过与庞巴迪、阿尔斯通、西门子 等国际高速列车生产商的合作 以南车、北车为代表的铁路装备制造企业 引进了世界先进的动车组技术 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的技术体系 并以350公里平均运营时速成为世界高铁运营的最高标准 截至2013年年底 我国高速铁路总营业里程达到11028公里 在建高铁规模的1.2万公里 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投产运营里程最长 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运营里程占到全世界的46% 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高铁已经成为我国走出去的战略中 带有重要地缘政治的名片 并随着领导人的出访被介绍到全球 2014年7月 由中国企业成建的连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和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路二期工程顺利通车 该工程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成的第一条高铁 此外 中国高铁企业还分别同阿根廷泰国老挝 沙特阿拉伯 委内瑞拉等国签订了意向书或者修建合同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中 一个标志性和关键性的环节 将是中国高铁体系向欧亚大陆各个方向的全面延伸 需要指出的是 到目前为止 中国在高铁产业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这种优势来源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拆迁安置成本 换句话说 国家主导的产业发展 可以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社会 至于车辆的制造 以及各种软件系统的开发 研发和磨合 同日德法等国的厂商相比 是否具有技术和成本的优势 还有待时间和国际市场的考验 案例4-3 风电设备制造的后来居上 在风电发电领域 中国企业也同样凭借着政府对本国市场的控制 实现了技术的赶超 最初欧洲式环保设备产业 尤其是风电 风力发电行业的领先者 这是欧洲各国如此热衷于国 在国际上推动绿色减排议程的原因之一 2005年 风电巨头哥美萨公司横行中国市场 它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此时国内机无风电企业堪与之匹敌 2005年7月 国家发改委印发了 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 简称1204公告 其中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按价值计算要达到70%以上 不满足设备国有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厂不允许建设 进口设备在海关要照招纳税 这一政策拉开了中国风电行业大规模产业升级和赶超的序幕 为了确保巨大的中国风电市场份额 哥美萨和其他外资风电巨头一起 开始从中国国内厂家大规模采购零部件 但是中国的零部件供应技术条件有限 为了确保自身产品的质量合格 哥美萨等公司又派出大批欧洲工程师 对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工人进行技术培训 改造其工艺流程 使他们能够生产高端零部件 超过500家中国制造企业开始承担先进风力发电机组零部件的制造工作 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技术的提升 技术溢出过程正是由此发生的 这些零部件企业在服务欧洲厂商的同时 也将高端零部件卖给金风科技 华瑞风电等中国整机制造企业 使得后者在同哥美萨等欧洲企业的竞争 技术上不再处于下风 除了政府低息贷款和土地优惠等常见政策扶持手段外 中国政府还能影响这个产业链的关键一环 那就是风力发电设备的终端用户 风力发电企业和电网 于是在短短五年间 全球风力发电产业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到2010年年末 中国风电企业已经占据国内市场85%以上的份额 而他们原来的老师哥美萨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下滑到3% 2011年之后 欧洲多家风电和太阳能企业在中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之下 难以为继 不断重组裁员甚至倒闭 值得注意的是 当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注意到 1204公告并认为其生产本地化的要求 有违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关于促进公平贸易的条款时 中国迅速取消了这项要求 但是此时的这项规定已无必要 部分外资风电机组的国产化率已超过了95% 这表明虽然1204公告可能在国际贸易协定上存在一定争议 但是由于害怕失去中国这个巨大市场 哥美萨等跨国巨头们不得不选择沉默和遵守这类规定 向东道国低头 归根结底中国的巨大市场 及其附带的丰厚利润 促使这些跨国企业放弃自己的技术垄断优势 对哥美萨的高管而言 虽然其中国市场在五年间大幅缩水 但是2010年风力发电机组销售仍然是2005年的两倍 借助国家的自入创新政策 风电制造业固然从外资同行获得了一部分的技术溢出 但是仅仅靠这些二手的技术 并不能确保整个产业的成功 到本书修订的2019年为止 风电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比如曾经依靠其股东资源 而获得神话般成功的华瑞风电 从2012年之后陷入连续的巨额亏损 大幅裁员股票和债券停牌 并由于产品质量不过关 而被客户投诉以巨额赔偿 而整个行业在国际市场上 也正遭遇他国政府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在国内投资的风电厂则面临不得不弃电的尴尬 风电产业这一可持续能源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也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支持 从上述案例可知 政府及其资本触角 在推动中国产业赶超和升级的过程中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在不同的行业中 其政策绩效存在明显的差别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得到的哪些教育 是人者见人知者见智的问题 就笔者目前的认识 大概有以下几点值得深思 第一在面向家庭和个人消费品的工业 向本国民营资本放开的越早就越彻底 自主创新能力就越强 产业的赶超和逆袭就越成功 比如家电和手机等行业 反过来如果为了保护国资 而迟迟不让民营企业进来 比如汽车工业 那么无论如何处心积虑的帮助和扶持 最终都不过是在为外资做嫁衣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尝试搞国有企业 但是各国的政策实践都显示 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普遍现象 国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不能指望国企在完全市场竞争的行业中 展示出效率和竞争力 上至决策者下至普通员工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他们实际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曲线 同市场上正常的企业的人员是非常不同的 企业从其基本概念来讲 就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商业冒险 但是对于国企认识而言 商业冒险属于非理性行为 投入研发则是更加非理性的行为 因为风险高而周期长 代价由决策者自己承担 而收益则属于继任者 2013年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 下决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在国企改革的问题上表述为混合所有制 并主张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 如何落实这一重大政策转向 各地正在试点和探索 对于竞争性行业中 盈利性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造 笔者认为国有资本适合扮演财务投资者角色 或者是产业扶持基金的角色 至多派出监事会主席来确保国有资本的权益 不受非法侵吞 而不应派出董事长或者总经理 去主导企业的经营决策 如果国有资本占控股 那么这样的混合所有制不难 不但起不到设想的效果 反而会导致官僚进一步侵害和控制社会资本 这一任时不是理论推论 而是痛彻心扉的时间教训 作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 国企股份制改造的参与者和外部投资者 领悟到上述观点 花费笔者十多年的时间和巨大的财务成本 第二 中国在产业发展领域 的确存在不少先天的优势 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国的市场规模 在高电和风电等领域 正是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 令外资心动不已 中国政府才能拥有强大的谈判地位 换作别的较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 比如巴基斯坦、埃及、孟加拉国 很难想象欧洲、日本的领先企业会放下身段 答应提供技术转移 与中国政府相比 跨国公司的高管们 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因为他们有业绩压力 股价的波动和股东会的 智南会要求他们 短期内便拿到订单 捍卫市场份额 中国这样的巨型市场是绝对不能丢掉的 在围绕技术转移的博弈中 中国政府相当于一个 巨型买方企业 而多家跨国公司的高管们 处于股东和同行业竞争的压力之下 所以中国政府在谈判中的胜出是 提中应有之意 但是这种胜利的关键不是靠税收 土地和补贴优惠政策 而是靠中国政府能够干预 采购方的决策 甚至直接充当唯一的买方谈判者 假如该产业的采购超出政府的干预能力 假如交易是由家庭和个人消费者独立决策 自身独自决策的 那么自主创新 强制本土化那套政策就很难管用了 毕竟人们还是会选择 性价比更高的商品 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发改委、商务部和工信部 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 头脑更加清醒物实 而且有利于为将来中国产业 走向全球打好理论基础 显然其他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必然会研究和模仿 今天中国政府的政策组合 以帮助他们自己的本国企业 从上述分析中 我们不难看出 我们应当把产业发展的希望 主要寄托在别国 国民和家庭能主动交易决策的行业中 第三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问题 如果国企不能搞 那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是否就保持无为呢 事实上政府很重要 有很多事情需要政府干 比如秩序安全信用体系 软硬件基础设施 等方面的投资和维护 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 许多该政府干的是没有人干 而官员们都在热衷于本不应该由他们去干的事情 用习总书记的概念来说 就是缺乏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具体到感产业感超上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是倾向于直接伸手 帮助本国工业 直接施压 迫使外资向本国企业技术转移 这种迫切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是就效果而言 存在若干制约 一是政府官员有益信息和专业知识的有限 又受到各种压力集团的施压 游说 误导甚至收买 并不能有效地甄别出 未来搞什么样的产业有前途 所以很多时候 国家的产业 把国家的产业导向 导向了并不符合 其比较优势和市场发展趋势的行业 不但损失国家财政资源 而且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 二是如果用公共资源扶持国企 则非常低效 如果用公共资源扶持私营企业 则一定牵涉到利益输送和群带关系腐败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政府官员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 一定要相信本国私人企业家们的潜力和能力 但是政府必须要做的 而且可以做到的 是甄别哪些产业已经出现了哪些问题 哪些地方的资源配置效率低 甄别之后 政府可以用其公权力去击碎那些问题 所赖以为继的激励和条件 从而为生产力的提升打开空间 一个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 确保没有人能不劳而获 让人民都劳有所得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 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较低位置 是三位路线的关键内容之一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价格杠杆 塑造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面貌 撬动了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 推动了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历史进程 由于它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人民币不仅成为外部对华施压的着力点 也成为中国国内不同利益之间博弈的焦点之一 中国走向体系中央的大方向 决定了我们最终必须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 由于日元国际化的失败 全球货币格局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空缺 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主流货币的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在做一个巨大的局 收益与风险都很大 归根结底 只要强有力的政治才能创造强有力的货币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 学界通常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到1993年 是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其中又以198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是自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起到2005年的 另一次改革为止 第三阶段是2005年之后的渐进升值阶段 一直到2013年 但是从2014年年初开始 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新时机 央行从日常干预中淡出汇率波幅扩大 所以笔者认为应以新阶段开阔之 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时如表5-1所示 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演进的第一阶段 根据外贸体制改革和物价改革的需要 实行外汇流程制度与上交制度 官方汇率从盯住到有管理幅度 市场调节汇率从限价到放开 最终在1994年两者并轨 其间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均发生了较大幅度的贬值 就官方汇率来看 1984年之前存在着两个官方汇率 一个是贸易用汇结算价 另一个是非贸易外汇结算价 两个官方汇率的并存形成了制度性的混乱 因而从1985年起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 重新统一官方汇率 定为1美元兑2.8人民币 为消除汇率高估 调节国际收支 中国政府多次大幅度调整汇率 1991年之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对官方汇率的调整 由以前大幅度一次性调整方式 转变为逐步缓慢调整 到1993年底 1美元和5.72元人民币 而在企业流存外汇交易构成的挑战市场上 汇率最初也是被控制的 只不过允许在官方汇率的基础上上浮至多10% 1985年起 深圳、北京、上海 多地成立地方性外汇调剂中心 由于这些中心之间相互隔绝 而且逐步放开价格 导致一地一价形成事实上的多重汇率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 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现象 1993年通胀抬头 出口增速减缓 进口增长过快 逆差35亿美元 外汇节存半年减少63亿美元 由于国内需求过旺和人民币贬值的心理预期 加上持有外汇的单位都在囤汇待涨 1993年6月22日 外汇调剂市场全国加权平均价高达10.84元 人民币兑1美元 黑市一度达11.8元 人民币兑1美元 外汇市场调剂价和官方汇率的价差过大 双轨合一必然性凸显出来 政治上南方谈话与十四大之后 中央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此背景下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的建立 其条件逐渐成熟 1994年作为宏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银行兼外汇市场 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 统一定价为1美元兑8.7人民币 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汇率并轨后 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的局面得以改变 此后尽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但人民币基本上是升值趋势中 1994年到2003年间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 分别上涨了6.7%和31.5% 人民币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持续走软的状况 成为世界新兴的强势货币之一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 并收窄了汇率浮动区间 客观上造成 1998年之后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幅非常有限 近乎固定 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变化 即便在市场信心恢复外汇流入持续增长之后 为了促进出口限制进口 人民币依然没有重新放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固定化 导致实际汇率同均衡汇率之间的倍率程度不断积累与扩大 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 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人民币汇率课题组 采取一般简约均衡的研究方法测算了人民币汇率 发现人民币均衡汇率保持每年2.6%升值趋势 中长期升值趋势明显 为了恢复货币政策有效性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以及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 2005年7月21日 我国实施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这次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汇率调控的方式 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 而是参照一揽子货币 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浮动 二是中间的确定方法 三是初始汇率的调整 从当日1910起美元 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 1比8.11 相当于升值两个百分点 从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 持续稳步上升 到2008年夏季达到 1比6.85的水准 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到来 严重冲击了中国出口部门 导致大量的失业和民工返乡潮 人币对美元汇率暂时停止了上升 一年后当危机的直接冲击逐渐淡去 中国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和信心之后 人币对美元汇率重新进入升值趋势 但是与此前阶段相比 升值的速度更慢 而且波动性更大 2013年之后 新一届中国政府强调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扮演决定性作用 人币政策的重心 从汇率问题转向国际化问题 和资本项目放开问题 央行逐步淡出对汇率的日常干预 人民币汇率波动性增加 且双向浮动 甚至在2014年上半年出现快速小浮贬值 这是汇率市场化改革重要的一步 而在此背景下 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调期或期货交易 来对冲汇率风险 保证生产和贸易的平稳运营 人民币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关于汇率与政治的一般观点 围绕汇率制度的学术争论中 产生出这样一种共识 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 或是浮动汇率制度 还是别的什么中间制度 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 但是它对于一国甚至多国的不同人群的利益 影响却差异巨大 一位西方金融学者曾感叹过 货币就是权利 如果说对外经济关系中 哪一个部分与政治最紧密相关 那么非货币汇率问题莫属 货币汇率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而往往掺杂着大量与利益分配有关的 国际和国内政治斗争 所谓政治 按照西方政治学的经典定义就是 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 而货币汇率恰恰具有显著的宏观收入再分配效益 汇率制度选择会影响到 国内外利益集团之间的收入再分配 由此带来输家和赢家 本国的利益集团采取各种施压和游说措施 来影响政府的汇率政策 别国那些受到伤害的利益集团也会要求各自政府采取相应的手段 逼迫对方升职 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美国金融学学者尼尔福克森 从1700年到2000年的世界经济金融史中 梳理了货币与权利的关系 发现政治斗争决定了金融和经济 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经济发展 导致了金融和政治制度变革 金融制度首先 金融制度安排首先是为了战争服务的 早期中央银行的诞生就是民政 即使在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 金融也是受制于政治需要的 那么具体来看 会有哪些利益集团在合众条件下 以合众方式来影响货币汇率的制度与政策呢 福里登建立了一套关于不同利益集团 各自汇率政策偏好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口和海外投资型的行业 偏好汇率稳定 因为汇率波动会给这些企业带来风险 而且这些精力放在国外的企业 无需仰仗宏观经济刺激 来解决国内经济不景气的问题 而那些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企业 则刚好相反 货币政策独立 比汇率稳定对他们更加重要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 根据货币汇率的不可能三角理论 独立货币政策 资本自由流动 与固定汇率 这三个政策目标是不可能同时成立的 所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货币政策的独立 同汇率的稳定 往往存在着相互替代和排斥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和Faker研究了 利益集团的偏好与汇率制度的关系 生产贸易品的部门偏爱固定汇率制度 而生产非贸易品的部门偏爱浮动汇率制度 一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 贸易部门增长越快 则越偏好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 海宁认为国内金融体系的构成方式 也会影响到一国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 在汇率制度上的博弈 以银行接融资 作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的 银行和企业的利益相关 双方形成联盟 都要求汇率稳定 而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融资的经济体重 则并不存在那样的联盟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美国通常让市场自己决定汇率波动 而较少干涉 而日本和德国 则由政府或者由政府督促中央银行 采取措施阻止本币升值 案例5-1 不可能三角理论 不可能三角理论立足于以下前提假设 1.资本账户开放 2.国内外所有货币证券资产充分替代 及资本自由流动 3.国内产出供给富有弹性 4.小国开放模型 在此前提之下 研究结果表明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 货币政策无效 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 财政政策无效 在蒙德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形成三元悖论 成为指导或解释汇率制度选择的经典 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能三角 奥布斯菲尔德和罗格夫从中精炼出不可能三角理论 格鲁格曼和弗兰克将其形式化成不可能三角模型 一国在进行汇率制度选择时就要权衡一下三者的目标权重 要想同时实现其中两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第三个目标 这样如果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那么浮动汇率制就是合议的 易纲又将蒙德尔不可能三角扩展提出了扩展三角假说 弗兰克还提出了半独立半稳定的组合 扩展三角对这种结构也进行了诠释 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执政党性质和地位 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汇率的状况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 不同政党代表了不同阶级 而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 所以执政党性质对货币政策的偏好也是有差异的 中右翼政党比起左翼政党更加厌恶通货膨胀 因为他们的政治根基是商人和投资人 而左翼政府的根基是劳工 所以更加关心失业率 前者倾向于确保国内货币政策稳定 而不太干涉汇率 后者则更愿意以贬值来刺激经济 促进就业 执政者的执政周期与稳定性 也会影响汇率政策 执政稳定或者对自己的未来执政地位 有信心的政府 更乐于考虑一些较为长远的经济目标 如低通胀等 因此汇率政策偏向于弹性和高估 而政策执政不稳的政府 则通常无法顾忌未来 如何短期内刺激经济增加就业 赢得选票和民心 实行首要任务 所以通常偏好干涉本币汇率 并且贬值或维持低估 案例5-2 汇率制度的分类 IMF从1999年开始对汇率制度 用实际分类 实际分类主要是根据成员方 实际的民意汇率灵活程度 和当局干预程度来划分的 它可能与一国宣告的汇率制度不同 汇率制度历史如5-2所示 目前IMF的实际分类主要有以下8类 1.无独立法定货币 另一国家的货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 在本国流通 或者该IMF成员方属于某一个货币联盟 本国货币当局完全放弃了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 2.货币局 以法律形式明确承诺本币和某一特定外币之间 加以固定汇率进行兑换 同时要求本币发行机构确保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 本国货币的发行需要完全的外汇资产做支撑 本国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 3.传统盯住 本国货币盯住另一国货币或者一揽子货币 并且限制在1%上下甚至更窄的范围内波动 民意汇率可以在中心汇率上下小于1%的幅度内波动 而且要维持至少3个月 货币当局通过直接干预或者间接干预来维持固定评价 货币政策虽然灵活度有限 但货币当局至少可以调整汇率水平 4.波幅盯住 币值的波动范围维持在中心汇率上下至少1% 可以参考单一货币 也可以参考一揽子货币 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受到限制 其程度与波幅大小有关 5.爬行定住 币值以固定速率定期小幅调整 爬行的速率可以根据通货膨胀或其他指标 也可以根据事先宣告的固定速率维持爬行盯住 对货币政策的约束类似于盯住汇率制度 6.波幅爬行盯住 币值的波动范围维持在中心汇率上下至少1% 并且中心汇率或波幅以固定速率或因所选数量指标的变化而定期调整 汇率灵活程度以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与波幅有关 7.管理幅度 管理浮动 货币当局试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汇率 但并没有确定的路径和目标 汇率管理的指标也大多基于货币当局自身的判断 相机抉择 8.独立浮动 汇率由市场决定 当局外汇市场干预的目标在于缓和汇率变动速率和阻止汇率的过度波动 而不在于维持某个汇率水平 人民币汇率变动背后的政治 1972年在西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货币汇率巨幅变动之后 人民币被持续高估 到1980年为1.5元人民币兑1美元 汇率高估不利于扩大出口 但是假如贬值的话又会在非贸易项目上吃亏 于是便推出了汇率双轨制 非贸易项目继续用官方汇率约1.5人民币一美元 贸易项目采用内部结算价2.8元人民币一美元 1984年对汇率政策实施了一个重要调整 取消内部结算价 官方汇率从盯住一揽子货币变成盯住出口换汇成本 此后多次大幅度贬值 同时外汇调剂价格的出现 又使中国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双轨制 原本为两个官方汇率并存 1985年之后是一个官方汇率同一个市场汇率并存 在国内层面双轨汇率安排 体现了国内改革的渐进性特点 也反映了决策层认识的逐步提高 但同时它也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的产物 地方政府尤其是外贸部门比较大的省市 一起向中央建言 希望放开汇率管制或者实行贬值 在国际层面 双轨汇率是违反国际通信规则的 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 对于中国的双轨制 西方媒体和IMF等国际经济组织 也的确提出过质疑和异议 但是并没有形成正式的外部压力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规模上小 且美国在政治上主要针对苏联经济上 主要施压日元升值 所以无暇顾及中国人民币汇率安排之类的 东南沿海的出口工业是一种打击 在整个东亚地区的货币纷纷贬值的背景下 此举凸显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的风范 得到亚洲邻国和西方国家的普遍赞扬 之所以如此 除了出于中国的国际形象考虑之外 笔者认为还有其他的若干因素 首先因为金融危机恰好发生在香港回归之际 香港又恰好是国际投资资本集中攻击的对象 香港金融市场的崩溃 意味着向全世界承认中国无法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假如人民币贬值 那么香港金融保卫战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香港因素关系国家信用 必须果断地采取必要措施 其次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允许这么做 沿海地方政府和出口部门的确有共同的利益 要求人民币跟随贬值 同时分岁制改革后 中央财政资源明显增强 官方外汇储备也上升到105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 这些因素都是中国能有效地压制住 来自各方的压力 最后也必须承认的是 我们当时的确没有预计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此之大 持续时间如此之长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高姿态政策 中国的政策与日本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 形成了鲜明对照 奠基了后来中国争取东亚地区一体化领导地位的国家信用基础 直到今天每当国际学术会议上谈及这段历史 日本学者通常都会唏嘘感叹一方 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 人民币汇率形成了事实上对美元盯住汇率 而且在人民币出现明显低估之后 仍然迟迟不愿意恢复汇率的弹性 这个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经济外交的一个重大议题 美国国会和白宫都以各种形式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甚至以大规模贸易制裁为威胁 即便如此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然长期维持在8.26元左右 这种顽强的货币汇率政策 是由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构造所决定的 首先就业压力是中国政府面对的最大最持久的困难 一方面由于经济转型而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非常突出 1998年到2000年全国新增下岗职工2032万 另一方面规模巨大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业转移 其规模为1.5亿到3个亿 在这种巨大的就业压力下 由外资主导的出口部门就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因此形成了外贸、外资、外汇、货币政策的政策链条 外资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一直被各级政府视为做上宾 他们同中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和谈判地位都明显优于其他经济部门 而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显然是他们所不乐于见到的 最后如果仔细考察中国的汇率安排与经济增长路径 会发现盯住美元的低估汇率 同时同中国对外贸的依赖之间形成了一个自我增强的循环 由于汇率低估且固定 所以中国国内积累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业 它们构成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 这种工业给中国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 低到了几乎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成本价 所以严重限制了国内消费能力的同步提升 而国内内需的严重不足 又限制了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空间 不得不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寄托在外资和出口上 所以外向型经济部门的诉求长期占上风 2005年之后的汇率变动 低估的固定汇率不利于产业升级 也不利于发展出一个可持续的对外 较少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 它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 压低了中国劳动力的报酬 抬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 从而导致国内消费者的福利损失 对外贸易部门的利益也存在潜在的剥夺 这样的政策效果同中国 第四代领导人和谐社会自主创新 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等一系列政策取向是多少存在矛盾的 所以自2005年起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开始出现一系列的调整 其中包括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 2005年7月之后 人民币汇率开始稳步升值 到了2008年中期 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从8.26升值为6.85左右 三年不到升值了20% 这样一种缓慢稳定而长期的升值方式 存在一个漏洞那就是形成了一种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使外部的游资可以投机性计入 任何一个投机者只要他能带到美元欧元或者日元 并以某种合法的身份前来中国投资换成人民币 那么一年之后换回美元的话 仅靠人民币的升值过程便无风险地获得5%以上的利润 在支付其贷款利息后还绰绰有余 而这一年里这笔钱在中国的投资收益 则构成了利润的主要部分 尽管我们严查各种性质的游资 但这往往收效不大 因为市场力量总是能战胜管制壁垒 游资未必是身份明确的外来投资集团资金 而可能本身就是外资企业的合法利润 本来是打算汇出去的 但是由于人民币出现了无风险的套利机会 所以留在中国从事拆借或者投机性的短期业务 而且即便是在外商直接投资 或者在贸易的经常项目下 也可能隐藏着大量以获取人民币升值收益为目的的投资性资金 案例5-3 通过货物贸易实施的资本渗入方法 通过货物贸易渠道进行隐蔽性资本流入的做法 主要有三种 其一 虚增贸易的方法 目前我国企业进出口实施的是强制结售汇制 所以国外的美元要换成人民币进入中国 可以通过境内对外贸易企业虚报贸易出口的方式 提高出口货物的价格 开高出口发票 这样就可以使一部分境外的货币 境外的外币通过出口贸易流入国内 其二 假造贸易合同 出口预付款 先泡制出无贸易背景的假合同 合作合同 国外的进口公司以预付货款的名义将货款打入 提前打入中国企业的账户 到账后 企业通过结汇变成人民币存款 在人民币升值后 境内企业以不履约为由 对境外企业退还货款 购汇后汇出 完成一次套汇 其三 内保外贷 利用近企业境外银行贷款套汇 内保外贷是指境内企业依据受信额度 向境内银行申请开利保函 而离岸金融部门凭借保函 向境内企业控制的境外企业发放贷款 这笔贷款调入内地结算为人民币 待人民币预期升值后 再以低于借款期的汇率购买外币汇出 归还海外银行的贷款 实现套汇 更精明的企业会再次以定期存款的方式 将这笔资金质押给内地银行开具保函 循环往复 以杠杆形式撬动多倍资金 这使外汇占款剧增 基础货币大量投放 除了从日常项目中潜入外 游资从资本项目下进入也是可能的 比如在某些获得特别政策的开发区 结会政策的执行方式上 存在一些特殊的漏洞 或者同某些有对外投资业务的国内企业 做私下货币互换协议等等 总之 政府同游资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 再次证明管制在市场力量面前的无力和脆弱 而人民币对美元缓慢持续升值的后果 恰恰是进一步放大了外资的流入 并推高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 中国政府政府也深知上述缺陷 但是却有更加重要的顾虑 实体经济的稳定和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假如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 那么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是非常严重的 许多出口企业将一夜间面临巨大的经营困难 而持续缓慢的升值可以给予企业降好的预期 让他们在对外签订出口合同的时候将货币升值因素考虑在内 而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升值可以让企业家们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实现企业的转型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传统是注重实体经济甚于虚拟经济 所以即便知道会被部分由资白白掏掉大量的真金白银 也还是选择了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升值路径 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货币汇率政策的历史 不难发现凡是汇率顺应市场内在需求长期升值的国家 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都搞得比较成功 比如德国和新加坡 日本被迫升值 但是仍然人为压低其汇率 以固守其外贸部门利益和外贸型经济 其结果是货币政策失效 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长期难一字吧 十年丢完又丢十年 而那些长期低估汇率拒绝升值的国家 几乎没有在经济上最终成功的 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经济强国的货币在实现了自由兑换后 被其他国家接受成为国际支付和处置手段 我们称这种货币为国际货币 表5-3列举了国际货币的各种基本职能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跨越国界 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储备及市场干预工具的过程 也就是由中国国内货币转变为国际货币的过程 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在本书定语章中我们已经部分的触及 本节我们将讨论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具体方面 包括其利弊和代价、实施条件、路径和战略等 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衡量 在从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学术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带来的好处 已经探讨得比较充分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获取较为可观的铸币税收入 节约外汇储备成本 降低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汇率风险 服务和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 在必要时可以作为快速大规模融资的杠杆 对外转移宏观经济风险等等 归根结底 它是中国迈向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关键步骤 因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必须 但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弊端和风险 学术界讨论的相对较少 即便有也欠深入 概括学术界的观点 结合历史上的体系中央国家的货币国际化的代价和后果 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存在以下一些负面代价和风险 首先人民币升值风险和由此带来的对部分低端产业的挤出效应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其在资本项目下能自由兑换 而这必然导致人民币相对于目前价格的明显升值 本币升值之后 那些依赖于价格优势的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必然会降低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他们将不得不对外转移 转移到那些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去 这种转移过程对本国GDP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是对于就业的影响却比较明显 因为他们通常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 其次存在经济泡沫化的风险 尤其是当政府为了维持本国出口工业的竞争力 不断买入外币以维持本币较低估值时 货币政策失效 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股价和房价等资产泡沫飞涨 一种货币从低估的固定汇率向浮动的汇率转变的过程中 出现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必然引来巨量的游资 这个过程中资产泡沫将吹得非常大 而之后往往是漫长的低迷时期 在此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会导致外部资金过度涌入 然后在预期逆转之后又大规模的撤退 从而放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或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规模 最后在人民币国际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本国的货币政策将是一定程度上受到海外货币存量的影响 当国内经济过热 央行试图收紧银根回笼资金时 海外人民币将回流到中国国内市场上来 从而影响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 而且本国紧缩或者扩张货币政策 由于国际化的人民币而严重影响他国 尤其是周边小国会产生相应的外交压力 从而使我们国内的经济决策复杂化 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实际并不难 因为只需要对外送钱便可以了 而送钱总是比挣钱容易一些 难的是让它的负面代价最小化 而且国际化效果可以持续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所努力实施的日元国际化战略 基本上是失败的 到目前为止作为国际货币日元 并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与它挂钩 在国际贸易计价结算和处置等方面 所占的份额大幅回落 无足轻重 而前述负面代价 却在日本经济中基本都体现了出来 因此研究日本政府 推动日元国际化的失败教训 对于我们构造一个明智恰当的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非常有意义 日元国际化的失败 首先是由于日本政府顽固的坚持 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并为了维持日本的出口竞争能力 而持续干预货币市场 日本人不愿意接受贸易逆差 这导致日本付出巨大的宏观经济代价 来满足自己对顺差的偏好 日元国际化意味着 日本政府需要想办法让国外的企业 个人政府手中持有日元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吃亏 不愿意用大规模购买他国商品和服务的方式来输出日元 同时他们对外投资额一时也比较有限 所以日本政府通过对外签订日元贷款协议来推动日元的国际化 中国获得了大量低息日元贷款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问题在于当日元贷出去之后 表面上看日元国际化的程度似乎有明显的增长 但是日元持续升值让贷款国损失很大 因为他们还款时需要筹集 远比当时多得多的美元来还本付息 协商不成沟通未果的结果反复发生后 亚洲各国政府倾向于将日元债务尽快还清 并从此再不碰它 这导致日元国际化的成果普遍短命 在绕了一圈之后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不少低息甚至无息的日元贷款 似乎是在为早年的历史问题赎罪 但实际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占取亚洲各国的便宜 他们自己很清楚日元不久将在外部压力下大幅升值 于是敢在升值前向亚洲各国尽可能的多发日元贷款 大幅增加手中的对外日元债权 将来在日元升值后回收 以此将升值过程演变成一个既牟利又劳民生的过程 日元升值幅度折算为年息的话远大于正常国际贷款的利息率 日本的这种做法使自身显得气量非常狭隘 机关算尽而缺乏责任 信用和道义精神 亚洲各国的经济政策部门吃了暗亏不便声张 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声 他们再也不敢跟日元债务多沾边 日元缺乏稳定性和强势特征也是他的问题所在 整体上看日本政府和日元缺乏敢于担当的决心和意志 美国人一施压便大幅升值 市场一波动便掉头贬值 缺乏作为大国的自信心、自主性和稳定性 亚洲金融危机时 最需要日本这样的地区经济强国出头组织地区内的联合自强 日本国内也的确看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但是在市场动荡之际 日元望风而逃 日本政府无所作为 令亚洲各国大失所望 导致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其不贬值的承诺 赢得了大量的赞扬和信任 日元国际化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 人无性不利 而信用是靠真金白银买来的 是靠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 应当认识到当前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一个很值得珍惜的机遇期 主要是三方面 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金融市场风雨飘摇 全球货币结构的动荡和重组 给予人民币以乘势而起的机会 二是中国本身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 在工业化的阶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所以开始推动人民币活计化进程具有较好的本土基础 三是欧美亚 三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并驾齐虚 但是国际货币结构上日元难堪重任 导致亚洲并没有一个与欧元或者美元处于同一层次竞争的国际货币 这就为人民币的崛起形成了广阔的空间 关于这第三点这里略加展开 从世界货币史来看 货币领域内的格局同政治 国际政治经济和战略关系总是保持整体上的一致性 但是21世纪初的全球货币体系 同其基本面 也就是同国际经济和权势格局 出现了明显的背离 最近十年的现实是 美国的经济基本面和政治优势都已经或者正在加速弱化 而其货币却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在全球的GDP和贸易分布上 已经形成了北美西欧东亚三分天下的格局 这在前文中已有论述 值得细说的是变化中的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 在国际政治和权势体系中 美国依然是最大的强国 但是其相对衰落的速度近年来有所提升 而在政治上 尤其在许多具体议题上 美国已经失去了它原先的主导权 比如环保和气候变暖的问题的主导权 掌握在欧洲手中 单边反恐战争导致美国在全球大失人心 在多边主义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 美国不再是一家独大 在军事和安全方面 美国一直具有相对优势 但由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 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其可用的增量资源相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地区大国并不占优势 因此在政治和战略方面 美国的权势优势相对于其他强国并不突出 与上述基本面的国际结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货币上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 在贸易计价、结算和储值等不同功能领域中 美元的份额一直稳定在六成 欧洲各国联合自强 欧元却占到全球份额的三成不到 其他货币如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 都是边缘性货币 亚洲本身没有一个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国际货币 相当于亚洲把自己的货币份额让给了美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进展 8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选注成就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从2012年的第一季度的0.56增长到2015年第三季度的高峰3.91 2016年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在波动中显著回升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保持稳定的地位 到2018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再次进入上升趋势 最高达到了4.84 总体在震荡中增长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如图5-3所示 主要货币国际化指数如图5-4所示 减证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是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 政府在各个领域的管制方式都在发生重大转变 从前置行政审批转向事后监督 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方向上的努力 与其说是推动不如说是容许 沿袭下来的传统管制方式 限制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使用和需求 而顺应市场诉求的改革和放权 则让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成爆发式的增长 比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流程简化 带来相关业务的巨幅增长 境内企业挂境贸易使用人民币报价并结算 没有货币错配和汇率风险 不断可节省汇兑成本和外币衍生品交易等费用 而且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据调查测算 境内企业使用本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 平均可节约2%到3%的综合财务成本 2013年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 4.63万亿元 同比增长了57.5%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全球占比提高至2.5% 增幅达到143% 2017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持续下降 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4.36万亿元 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下降16.63% 为连续第二年下降 跨境结算和支付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侧面 以央行为代表的中国 政府部门在其他多个领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企业跨境直接投资使用人民币已无政策障碍 跨境融资使用人民币政策有序放宽 还有一些改革 比如说海关、商务部、外汇局等部门 在涉外经济统计和管理中开始使用人民币 而不是美元计价 又比如央行允许人民币与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直接交易 再比如继港澳台地区之后 先后在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多哈、多伦多、悉尼等地 确定一家中资银行作为境外人民币业务结算行 在当地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 这些举措看似不起眼 实际却是四两拨千斤 而长期看将无形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未来应当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构建覆盖主要时区安全高效的人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体系 有了这种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持 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才能够真正打开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放开的政策辩论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然而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放开的问题 中国国内政策研究界存在许多分歧和争论 并在2013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以央行为核心的政策主导者 在资本项目放开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 主张加快资本项目放开 甚至认为应该为此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而作为反方一部分经济学家包括社科院和北大的部分学者 对此提出了批判与质疑 两方就该问题展开了一场学术性辩论 这不单是相关政策思维的一种重要且难得的披露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修正和丰富了相关政策的设计与落实 所以在本节中我们将尽可能解明额要地梳理两方的观点 从而帮助读者更好的观察和理解 正在进行中的政策调整 双方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是资本项目放开的利弊权衡 概括起来看以张春和东为代表的资本项目放开 主张者们认为开放能够带来很多好处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瓶颈就在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不到位 首先资本项目放开可以为居民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和投资机会 优化资源配置 有效管理风险 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内 中国实体经济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 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必然产物 是实体经济全球化发展所必须的 是想避免也避免不了的 其次在贸易顺差的背景下 中国收支极度不平衡 应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 创造非政府部门资本流出的途径 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消解现有的资产泡沫 避免实体经济硬着陆 最后资本项目放开能够倒逼国内改革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 全面监测跨境资本流动 及时掌控资金流动信息 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反对者们的焦虑集中在于 放松管之后 大量资本外逃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的冲击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曾指出 开放确实能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综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本 从长远看增加了国民福利 然而这逻辑上主要适用于储蓄率低 资金匮乏 国内资本边际回报高的国家 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高企的储蓄率和封闭的资本账户 是我国得以维持低利率高投资 稳增长的重要支撑 开放资本账户后 国内资金的外流 的确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但对其国内投资 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负面冲击 也是相当严重的 争论的第二个焦点 是开放与改革的顺序问题 央行的主流观点是 资本项目放开和利率市场化 汇率市场化等改革 可以同步审胜推进 但以未上进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 资本项目放开是有前提的 国内金融改革应该先行 包括银行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等问题 然后再推动汇率和利率改革 顺其自然实施 资本项目放开和人币国家化 然而 当下非经济因素颠倒了 由内到外的改革顺序 先着手 资本项目放开和人币国际化 而利率和汇率市场化 银行内部治理改革 却停步不前 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此 支持者反驳说 这些属于拘泥于理论 而无视现实复杂性的书生之见 其中代表人物盛松诚 指出 先内后外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 是不可能 三角理论和利论评价理论 但这些理论主要适用于小国经济 未必能够知道中国这类经济大国 未来的经济实践 就中国的国情而言 如果过分强调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 容易使渐进模式 硬化为消极静止的模式 从而延误改革的时机 央行官员郭建伟进一步补充 与其讨论改革和开放的先后关系 不如研究资本项目具体指向的轻重款级次序问题 对于短期投资基性资本 因慎重有条件的放开 将方险降至最低 管涛则保持中庸的立场 综合了双方的观点 他认为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建设这家马车的两个轮子 要始终坚持双轮驱动 否则无论哪个快哪个慢都容易翻车 国内金融改革和资本项目放开是紧密联系 难以割裂的 势必要并驾齐驱 同步推荐 争论的第三个焦点在于 以开放阻改革 开放倒逼改革的政策理念 这种理念认为 当前改革受制余悸的利益和历史惯性而难以推动 而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 对外开放可借助国际标准和压力来推动国内改革 中国加入WTO的漫长谈判过程 对中国在90年代广泛改革形成了重大推动作用 如果说90年代的改革 是靠金融项目的放开来推动的 那么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 可以借助中国在资本项目下的放开来倒逼 比如加快资本项目的账户开放后 将在以下两个领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进一步提高金融项目的可兑换水平 鼓励对外投资和贸易紧密联系国内外两个市场资源配置 改变我国金融市场的封闭状态 以生存压力迫使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 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不少学者对这一观点保持持有保留态度 他们认为以外处内的思路固然巧妙 但也具有高风险性 历史上不乏以开放促改革的失败案例 引入FQ2便是典型 丁宁明指出 在消除行政性障碍问题上 以开放促进改革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建立规则的问题上 是不可能以开放促改革的 在国内制度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 资本项目放开会导致难以预见的混乱 引发国内金融市场系统性危机 更糟糕的是危机过后的惊魂未定 可能会无限期延迟 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不可或绝的结构性改革 争论的第四个焦点 集中在要不要公布一个开放资本项目的 时间表的问题 2013年的上半年 盛传中国政府有可能在下半年宣布一个 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 根据这个时间表 中国政府将在2015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基本开放 在2020年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 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经常项目放开 以来的政策轨迹 这样两个时间点意味着中国 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将显著提速 对此于永定张明等人深表忧虑 他们主张中国政府与其给出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 不如给出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时间表 对于资本账户开放而言 中国政府最好不要给出特别具体的时间表 而是阐明资本账户开放的大值方向 根据国内外形式变动以及国内结构性改革节奏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灵活地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 而不事先承诺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点的撤走 但是主张者普遍认为一个时间表还是有必要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蜀松提出 在放松项目资本可兑换的过程中 实际上利益受损者是管理的权力部门 受益者是市场和实体经济 没有一个来自最高层的承诺 要让利益受损者制定开放的方案推动起来肯定会非常难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刑玉靖认为 如果有明晰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就可以以此为基依据梳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而且资本管理管制的放松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微观管制放开 和同时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过程 所以如果现在还不启动 宏观审慎这些工具就无从谈起 一系列的法制法规的配套就无从推进 综合政反双方的多轮交锋 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政策辩论 有以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双方对风险的认知和态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反对者强调回避和防控的风险 担心一带资本项目放开 则中国经济大门洞开 他们脑海中总是浮现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泰国 印度尼西亚 韩国等国家 冒失放开资本账户所遭受的劫难 而主张者倾向于接受和管理捉干风险 而且强调放开不是不管 而是更高明更有效的管 这种态度差异的背后 除了双方的风险偏好不同之外 可能更主要的是对中国经济健康程度的认知存在差距 其次从辩论说理的方法上看 双方基本上都是列举加归纳的分析框架 来论证自己的主张 都缺少一种整体主义视角 当辩论者强调自己的案例和数据的时候 另一方会举出另一些案例和数据来反驳 这样一种论述的方式无法说服对方 因为各自列举的案例都是逻辑学上的不完全归纳 提出的利弊权衡也很难令人信服 所以笔者建议关心此议题的研究者们 在未来的探讨中考虑从整体主义视角 用演绎法而不是归纳法来评估利弊得失 也就是放在全球经济金融大格局 和中国全面生化改革的整体部署下来 权衡资本项目放开的方向节奏和次序 最后是正反双方对政策的应然与实然的理解 反对者以学者居多 他们更强调理应如何 而主张者身居监管和市场的一线人士为主 他们更多的面对改革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和现实压力 追求次优和实际可行性 由于资源和信息更有优势 主张者占据了上风和主动 试图通过辩论在政策圈中逐步建立共识 对此反对者在含蓄的暗示甚至明示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推动相关开放议程的真正推手是跨国资本 他们试图利用中国的冒进而获得货币套利与资本并购的机会 而在中美之间的经济货币政策对话的过程中 央行处在一线直接面临压力 所以非常抑郁被这种资本的图谋所利用或者蒙骗 这样一种观点放在中国特殊政治背景之下看 看作非常严重的指控 在这样的压力和风险之下 央行的官员们继续力推 资本项目的放开显然是需要有某种很大的力量 给予他们信心和勇气 2013年11月中共18件三中全会召开 在其公布的报告全文中 第12条最后一句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明确表述 为这个疑问提供了答案 央行政策制定者的信心并空平空并非平空而来 国际化的条件和战略 国际货币的含义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流出国境在编冒以及正式的国际贸易中作为支付手段 第二被第三国用于以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支付手段和债权 债务的结算手段 第三能够作为其他国家国际储备的货币 第一个层次的国际货币要求它的价值具有稳定性 可以比较便利的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既值手段 第二个层次是在稳定之外还要有流动性 成为国际货币的国家 要能够通过适当的渠道提供这种流动性 第三个层次要求它具有保值增值能力 以该种货币既值的金融资产 能够提供这种保值和增值的可能 并且要具有相当的市场容量 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易媒介和在特定区域的影响扩大 可以看成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人民币的跨境流通 主要是由贸易和人员往来等经济活动推动的 金融性的资产流动还不以人民币为载体 在此阶段上 中国能够充分获得的好处 主要是便利周边贸易减少汇率风险 稳定和提高人民币在境外的信誉 同时政策部门也积累了人民币跨境流通的管理经验 这一阶段可以主要在东亚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展开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进出口结构中 对东亚邻国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经常项目逆差 同时我们价廉物美的中低档工业制成品 也在这些地区比较有竞争力 因此前期向这些地区推动人民币结算 应当是相当可行的 部分陷入国内货币和经济困境的发展中国家 本身有使用人民币的强烈需求 比如津巴布韦在过去数年间 陷入极端严重的通胀和经济混乱中 该国甚至主动表示过 想引入人民币 以帮助稳定起国内经济 对于这类情况 在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因素 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之后 可以通过一揽子合作方案 有条件地提供金融货币援助 并在此过程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到目前为止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表现非常好 甚至到了超稳定的程度 而这是以大量储备成本为代价的 中国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并不会伤害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声望 也不会影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 计价地位的上升 在实现了人民币的区域性国际化目标后 才能提出并实施第二阶段的目标和措施 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性金融活动的媒介和国际金融资产 在第二阶段 随着人民币在境外的积累 人民币将成为外国企业 个人和官方机构愿意持有的资产 于是产生了对人民币资产投资获取收益的需求 因此市场会产生对人民币的存款和贷款 各种有价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投资和买卖的大量需求 这就要求中国的金融市场不仅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 而且要有较大的容量 更要有规范的运行规则和市场秩序 这个阶段的到来是与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展 完善密切相关的 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或者在尚未达到这一要求时 就贸然推进金融性的人币国际化进程 我们很难不重蹈日元的覆辙 因此在人币国际化的进程中 中国政府应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关注 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 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来推进市场发展 提高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 而不能试图单纯通过外部资金的供应 来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 在货币使用上 存在一种路径依赖的特点 人们习惯了使用和储存某种货币 因而轻易不会改变 而一种新货币则一开始很难让人接受 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及货币的信用 不仅依赖发行者自身的财力 也依赖这种货币的使用 其他使用者对它的信心 因此在操作策略上 人民币的国际化 不妨学习美国美元当年的故技 采用先挂钩后脱钩的路径 美国当时先是同黄金挂钩 形成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后来又脱钩赖账 但是20世纪70年代 全球对美元的依赖惯性已经形成 它滥账也不会减损其市场份额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美元在某种意义上同石油挂钩 尽管不是将美元价格同石油价格固定地联系起来 但是确保石油交易 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市场用美元结算 是美元在浮动汇率时代 巩固其独霸地位的关键 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 时机成熟的时候 可以先同一揽子基础原材料挂钩 以此来争夺和扩大全球货币市场的份额 等到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惯性和客户忠诚度之后 再与之逐步脱钩 由于人民币国际化会为中国带来若干负面的影响和风险 所以国际化进程的速度和节奏 有必要兼顾这些负面因素 力求稳妥推荐 将风险和代价最小化 在中国国内层面 经济构造的改造和升级 尤其是金融部门的改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是人民币国际化速度的限制性因素 金融部门是否变得高效 是否充分竞争 是否能够提供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 来容纳外部资金 决定了我们能否顺利消化和配置 由于本币国际化而涌入中国的外部资金 产业结构的升级 意味着在不可避免的向外 转移部分低技术产业的同时 即时获得或者生成新的 有竞争力的产业 以提升整体的全要素生产力 假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走了 本国新的产业又无法形成竞争力 那么失业率高起 国内社会经济形势悲观 最终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推进 在国际层面上 核心问题是在于能否充分打开世界资产和资源投资的大门 如果能把外部进入的资金即使有效地输送到世界各地 变为对外部资产 土地 矿场的股权和债券 那么它对国内实体经济的挤压作用 并不会那么严重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应该参照以上几个方面的进步速度 第一 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改革的步伐 第二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能力的提高 第三 全球资产投资和并购渠道的建设进度 有一个观念共识必须确立 那就是我们必须舍得暂时吃亏 比如在旧产业转移走 而新产业暂时还缺乏竞争力的时候 出现一定规模的整体贸易逆差 又如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资本出现局部外逃时 中国能够坚决捍卫人币汇率的稳定 宁愿承受暂时的账面损失 也不屈服于短期和局部的压力 当代的货币是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市场对该货币的信心和预期 从商品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时期 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辛法则 已经被墙币驱逐弱币的现象所取代 当年为了推进德国马克的国际化 原联邦的德国政府做出了一定的牺牲 20世纪80年代前期 西德经常性收支出现逆差 马克为了维持国际地位坚持不贬值 使得出口受到影响 逆差更加严重 但是马克以此保护了自己的信誉 确保了作为国际性投资货币及储备货币的地位 从可持续性和体系整体视角来看 中国的确应当消除本币升值恐惧症 实现向平衡经济发展的过渡 人民币成为国际主流货币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个做大的 做一个巨大的局 成局的过程是有很大的代价的 但是一旦成功 它能够带来非常巨大且长久的战略性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具备长期眼光和战略报复的民族 才能够占据全球货币寡头的地位 正如蒙戴尔所指出的那样 从历史事实可知 强有力的政治创造了强有力的货币 对短期和局部损益的调整 依靠的是强有力并高度延续的国内政治与政策 中国领域具有充分的内部整合能力 确保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进程 不被任何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所打扰 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疏愿 第六章 外汇管理政策与外汇储备 强制结售汇制度 银行外汇周转 头寸限制 以及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 构成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 仿佛是一只无形的大手 把外汇先是从企业挤到商业银行 再从商业银行挤到银行间的外汇市场 再从外汇市场挤到外管局的账户上 今天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由此而来 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事实是 这么大的外汇储备 其实基本上是替外资保管的经营系软 当然将来怎么还 还多少 中国人说了算 巨额外汇储备给中国政府带来不小的麻烦 但是也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外政策工具 它让中国同美国之间的在经济上 形成一种对称的失衡关系和稳定的利益输送关系 在政治上则形成中美间的金融恐怖平衡关系 大大弥补了中国在整体国力 尤其是军事能力方面的弱势 未来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头像 必然有目前的体系 中央国家的高等级债权越来越多的变成跨国公司中的股权 这个过程将对我们的政策技巧和运作策略提出很高的要求 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储备的形成 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 由于外汇资源短缺 中国政府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 逐步形成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国家对外贸和外汇实行统一经营 外汇收支实施指令性计划管理 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受给国家 使用外汇按照国家计划分配 不举借外债 不接受外国投资 人民币汇率仅作为计划核算工具 1978年之后 外汇管理沿着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 培育市场机制的方向 有序而有序地由高度集中的制度 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转变 初步建立起了 深移自身特色市场经济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 30年来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分别是1979年到1994年 汇率制度改革 1994年到2001年中国入市 以及2001年至今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双轨制为特征 实施外汇流程制度建立和发展 外汇调剂市场 外汇管理体制开始呈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特点 中国专门成立了外汇管理局 并逐步升级为副部级单位 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口管理 为了调动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 从1979年开始实施外汇留存办法 该办法给创汇的企业和地方留一定比例的外汇 有流程外汇的单位可以通过外汇调剂市场 卖给虚用外汇的单位 这样就将市场机制引入了外汇资源的配置过程 在此背景 中国同时存在两个外汇汇率 一个是国家规定的官方汇率 另一个是市场产生的调剂汇率 实施汇率双轨制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相对优惠和市场化的汇率来鼓励出口 从而促进外汇储备的增加 1987年到1993年 外汇储备增长六倍 这与外汇调剂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 外汇市场的力量越大 计划的成分越小 对出口的推动力越大 汇率就越能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1994年1月1日起 实施的外汇体制改革 宣开了第二个时期的序幕 外汇与汇率制度转向市场主导 并用强制结售汇制度 取代外汇留存和上缴制度 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 所谓强制结汇是不允许企业保留外汇 他们必须将经营中产生的外汇收入 按照当日汇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 获得人民币 当企业需要外汇时 必须凭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到指定银行购买 而银行在收到外汇之后 只能持有周转限额以内的外汇 其余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出售 这便是所谓的银行外汇头寸限制 在外汇供需失衡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扮演最后买家或者卖家的角色 确保市场出清 到了1996年年底 中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 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向人民币自由兑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通过上述的改革 初步确立了市场在外汇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中国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 外汇形势发生根本变化 为主动顺应加入世贸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在外汇管理方面 中国逐步推进一系列的转变 一是改变宽境延出的管理思路 实施资金流入流出均衡管理 逐步使用资金双向流动的条件和环境趋于一致 二是调整原先内景外松的万汇管理格局 逐步减少对内资和外资的区别待遇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是转变重工轻私的管理规定 规范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外汇收支 四是减少行政管制 从直接管理转为主要监管金融机构的间接管理 从事前审批为主 转向事后监督为主 外汇储备的形成 按照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定义 所谓外汇储备是货币当局能够有效控制 并可随时动用的对外资产 它具有以下的特点 资产的管理者和持有者是货币当局 资产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或者说可变现性 对非居民的有效债权 必须是实际存在的资产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符合上述严格定义的 但是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并不完全符合 比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储备 持有者是财政部门而不是货币当局 众所周知 中国早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当然这里的外汇储备特指官方外汇储备 而不包括民间和其他政府机构 假如算上民间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话 那么日本所持有的外汇总量超过5万亿美元 远多于中国的3万亿美元 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体系外围国家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缺外汇 这种匮乏感 甚至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仍然存在 20世纪80年代早期 外汇储备稳定在7、80亿美元 这种局面是靠当时严格的进口管制政策来维持的 积累主要依靠经常项目顺差 而其中旅游、海外计划等非贸易收支占到了三分之一 20世纪80年代后期 国民经济出现较大的波动 宏观经济运行失控 贸易收支逆差严重 外汇储处备余额大大减少 增长在2、30亿美元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后 国内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 严格限制进口 并以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来拉动出口 再加上1992年之后 大量外资涌入中国 通过强制结社会制度收集其外汇 到1997年年底 储备急剧增长到1400亿美元 1998年到2000年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流动和进出口的影响比较明显 外汇储备连续三年 徘徊在1500亿美元上下 当时中央一位主要领导人曾经感慨到 如果哪一天中国能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中国加入WTO之后 由于我们成为世界加工厂和工业品出口大国 外汇迎来了一个持续高增长的阶段 中国保持多年的资本和经常项目双顺差 外汇储备以每年平均四成的速度增长 中国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也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人 在中国领导人担忧外汇不够之后 不到十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规模之大 增速之快 已经反过来成为需要认真研究 用心应对的问题 前文已经部分地提及 中国的外汇储备 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 它是在强制结售会制度 银行外汇周转头寸限制 以及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 这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下形成的 自1994年实施至今的强制结汇制度 从本质上讲 是苏联市的余粮收集制 在外汇管理上的翻版 它要求民间绝大部分外汇和政府 其他外汇资产先集中出售给指定银行 而银行又面临外汇周转头寸限制 每家银行只能在手中保持很有限的外汇头萃 一旦收购到外汇多余规定的限额 它们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出售 假如大家都在抛售外汇 那么人币的汇率就应上涨 但是为了避免人币升值 中国中央银行必须将市场上多余的外汇 全部买到自己手上 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 这样的制度组合 在一个人币相对低估和各级政府 想方设法吸引外资的时代背景下 造就了我们惊人的外汇储备 这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 仿佛是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挤香肠 把肉迷先是从企业挤到商业银行 再从商业银行挤到银行间的外汇市场 再从外汇市场挤到外管局的账户上 在第一章我们曾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 中国外汇储备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 基本上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血汗钱 而是多年来外资的本金和利息 积累下来的总余额 要论证这个猜想并不难 只需要把这么多年来的 进来的外资连本代息加总 然后历年外储规模比较便可 中国经济体内所积累的外资总市值如何计算 由于真实数据难以获得 在此只能做大概的估算 把每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以每年10%的复合收益率累计加总 就能够获得外资余额的曲线 这里使用10%作为年收益率 首先是参照了这30年 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 尽管有一部分外资经营失败 但是考虑到经营收益之外 外资还获得了土地 房产股权的资本增值和人民币升值 带来的汇兑收益 这10%已经是一种相当保守的估计 在图6-1中 我们不能看出外资余额曲线 大体是和中国外汇储处额曲线齐头并进的 图6-1和6-2显示的是 外资在中国经济体内资本积累 同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之间的关系 前者是金额 后者是增长率 图6-1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长期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规模 远远小于外资在中国经济体内部的资产积累 只有在最近几年 随着中国本土出口工业的崛起 储备曲线同外资资产曲线之间的落差 才逐步减小 图6-2就更有意思了 从外资和外储各自的增长率来看 两者高度相关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其中国本土资本极度匮乏的年代里 外资增长率曲线通常比外储增长率的体现 提前数年出现拐点 换言之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 也就是中国本土的高通胀率时代结束之后 这两条曲线呈现惊人的一致性 难道三四十年来 十三亿人流血流汗 起早贪黑全都白干了 我们的钱哪去了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首先我们本来就没有赚下多少钱 因为出口大部分都是替人家打工 大进大出 中国人自己只是拿一个零桶 有很多时候 如果考虑到廉价补贴给外资的土地 基建和环境成本 中国人拿到的是负数 钢铁出口工业便是一粒 其次本土出口企业所赚到的那部分外汇 用来在海外收购资源 股权和消费品了 这部分加起来也不是小数 最后中国作为一个 急速工业化过程的国家 从体系中央国家采购技术 和设备等资本的耗费 是非常可观的 另一个人们必然要担忧的问题是 既然是替人家暂时保管的 那么将来外资跟我们要钱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大可不必过滤 贵重物品尽存贵台 有义务把客人的经营性转 完整无缺地还给原主 但是中国外管局并没有这个义务 外资进入中国是一种市场行为 市场有风险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 假如未来有一天大量的外资 同时撤离中国内地 那么他们去银行卖出人币 买入美元欧元日元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国政府的选择 是接受一定程度的 本币贬值和通胀率上升 那么完全可以袖手旁观 拒绝向市场释放外汇 那么外汇储备就不会流失 而对一个制造业大国而言 本币的适度贬值 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换一个角度讲 曾经哭着喊着要潜伏进 人币的油资必须小心了 这些年来外管局反复提醒大家 人币可以涨也可以跌 此言是有所指的 到时候物为言之不欲也 2015年前后 人币汇率下跌的过程中 外汇储备迅速减少了1万亿美元 背后的机遇便与此有关 外汇储备的经济含义 下面我们要重点讨论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 中国为什么要积累巨额外汇储备 第二 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外汇储备 第三 中国该积累多少储备为宜 第四 中国外汇如何实现保值增值 第五 如何控制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 中国积累巨额外储的动因 中国为什么要积累那么大量的外汇储备 中国之所以乐于积累大量外汇 首先是因为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 外汇储备的功能在实践中是不断演化和发展的 传统上外储的功能主要在于四个方面 一 是抵补贸易赤字 并保持一国必要的正常的进口能力 二 是保证外债偿付的外汇需求 三 是作为一国政府维护汇率的稳定的有利手段 四 是经济危机或者遇到战争灾难时充当最后的战略储备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次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向人们充分展示了国际资本流动 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巨大金融和货币风险 而拥有大量外汇储备 可以增强货币当局干预汇市的能力 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 使其不敢轻易攻击本国货币体系 同时它也往往是国际资讯评估机构 用来确定一国信用等级的重要指标 所以较多的储备可以增强国家信用 提高对外融资能力 降低对外融资成本 整体来看 最近十多年的发展态势 是外汇储备的功能越来越集中在增强外界 对本币信心这个方面 此外 中国外储的超额积累是一种饥渴症 财富幻觉和政策惯性的结果 正如上文所说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时间内 中国一直都缺外汇 而且缺得很严重 20世纪80年代后期 曾经一度因为外汇的紧缺 而力心紧缩国内经济 20世纪90年代后期 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 显然离不开手中的 1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长期以来这种对外汇给予的 饥渴又被之后的经验所强化 于是就形成了举国上下 对外汇储备的偏好 外汇储备的增长 被普遍的作为国家进步的标志 和实力提升的象征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普遍的财富幻觉 将别人对我们的债务当作财富本身 而中国外汇储备的加速增长 也仅仅是过去六七年里突然出现的现象 中国的学术界 大众舆论和监管部门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和后果 因而基本上是维持原先的政策路径 上述因素都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近年来的过度增长 被当作好事来看待 就如同把机体上的水肿看作是心长的肌肉一般 外汇的本质与代价 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呢 从国内经济体制根源来看 中国外汇储备的高速不平衡增长源 源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功能缺陷 上文提到过 中国外汇的高速巨额积累 是由于我们持续的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下的双顺差 根据金融中介理论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效率较低 因而无法将国内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 经过这个迂回的过程 事实上引入的国外效率较高的金融体系 为中国提供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 金融中介的功能 因此只要我国国内金融体系 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较大的效率差距 我国就只能通过这种体外资本循环方式 支持国内经济增长 其实在现实中同时存在两种体外资本循环 一是本节讨论的用巨额外储 加大外资引入的方式 二是国内的民间融资 也就是所谓的非法集资和高利贷 从宏观的资本 从宏观的资金资本转化过程中来看 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性的关系 但是附带的政治经济效应和财富分配效应大不相同 前者将利益输送到国际上去分配 后者则在国内民间资本聚集的地方分配 把后者合法化并纳入国家金融体系内来 将从根本上减缓中国经济 对上述外储外资循环的依赖程度 在现实中持有外汇储备是有代价的 而且成本不低 首先主要是一种机会成本 它等于国内资本平均收益率 减去外汇储备的收益率 按照某些学者的计算 近年我国企业的平均投资收益率在12%左右 而我国我们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为3%以下 考虑到国内收益率曲线的弯曲程度 我国外储的机会成本大约在7%左右 那么以2019年中期3万亿美元计算 每年前债的损失为2000亿美元左右 此外为了冲销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过快 央行从2003年4月开始发行票据自创负债 为此所支付的利益也应该看作是外汇储备的成本 最后由于持有巨额外汇头寸而承担的储备缩水的风险 也可以折算为成本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显性和隐性的成本 我们才应当通盘考虑外储的利弊 以确定外汇储备的规模 外储的适当规模 什么样的外汇储备规模是适度的 如何估算这个理论的适度规模 围绕着这些问题曾经有过不少学术和政策争论 第一类方法是使用数理模型 比较典型的是阿格沃尔模型 于春宏等人用于改进后的该模型 计算出2004年中国合理外汇储备的 区间应该为1698亿到2820亿美元 第二类方法是直接估算法 比较典型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夏宾教授提出的7000亿美元 第三类是按照外储的不同类功能 来计算各自的合理规模后加总 比如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姚书美等人的研究认为 考虑到进口用汇需求 偿付外债需求 外企利润输出以及干预外汇市场等不同功能 2006年的外汇储备的规模应当在 3000亿到6000亿美元 随着最近三年间的中国储备规模 主权投资而这方面新加坡的淡马西海湾国 自己也拿出少量资产试水股权市场 国内学者的共识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当大力发展国内金融市场 尤其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丰富和完善 直接融资功能并将民间金融合法化 从而大大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 使中国政府从外汇储备 外资引入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 这是资本之策 其次大力拓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鼓励各种性质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将外汇储备中的对外债权 变成对各种海外实际资产和财富的所有权 再次逐步加大人币汇率弹性 让它向均衡汇率适当靠路 从而既减少顺差也减少外部游资的套利空间 最后也是最技术性的措施 就是改革强制结社会制度 适度放松对外汇流出的控制 中国将向日本学习 变藏惠于国为藏惠于民 通过这些措施制标本兼制 相信未来中国的外汇储备 将可以回落到相对合理的水平 外汇储备与中国、美国 近年来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 美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为65%上下 欧元为25%上下 其余为日元、英镑以及瑞士法郎 中国的外储币种结构上 大体也遵循世界平均结构 其中因美元计价的资产 甚至还有时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达到70%以上 这意味着2万多亿美元的储备中 有约1.5万亿美元的资产是在支撑美元的地位的 而在这笔美元中 又是很大部分持有了美国国债或者准国债 也就是说一种类似补贴性的价格提供给美国金融体系 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融资关系非常独特 随着数量的急剧上升 它具备了特定的战略性和政治性含义 自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 其间中国和美国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经济共生体 美国借助它的货币霸权实施 实行持续的双双赤字政策 以此来为自己此前的泡沫和反恐战争融资 美国的贸易赤字被全世界的主要工业制造国和能源出口国分享 中国是其中的主要接受者 中国制造的廉价工业制成品 帮助美国维持了长期的低通胀 让包括失业者在内的美国人民 实际生活质量都有不小的提高 中国积累下的巨额外汇储备 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准国债的方式 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和美元的国际地位 两者就如同一对连体婴儿紧密地生长在一起 中国想要获得持续的外贸增长 就必须确保美国市场的开放和活力 美国想要维持其低利率低通胀的局面 就必须同时引入中国的制造品和外汇储备 这样一种现象被部分美国学者称为中国美国 两者似乎是天作之和 一个储蓄一个消费 共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前文多次提到过 这样一个连体关系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经济上的净损失 中国政府如同是股市中被套牢的大户一般 它明知所持有的资产存在明显的贬值倾向 但是它不能卖出 因为它如果开始反手卖出美元 那么美元将会出现恐慌性的贬值 结果是导致导致自己手中剩余的美元资产缩水 它所能做的就是与美元的发行者美联储 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府谈判 警告他们不要做出背叛的行为 否则就是两败俱伤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 在2004年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这一术语 并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 即我们依赖的是他国不对美国赤字融资所需偿付的代价 他国一旦停止融资需要偿付的代价 确保了他国将继续融资 这样一种经济共生或者是连体关系 尽管在经济上对于中国来说代价巨大 但是对于过去十多年间 来之不易的持久和平环境非常重要 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矛盾 一个是世界上自由化浪潮最咄咄逼人的推动者 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个是实力衰退中的老霸主 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头号潜在挑战者 围绕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反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等一系列问题 双方有数十年的交锋和斗争 但是后冷战时期的历史显示 原本充满安全两难和结构性利益冲突的中美关系 竟然有很强劲的稳定性和坚韧的自我修复能力 这是中美之间的若干次危机都能迅速地化解 让双边关系很快回到正常合作轨道上来 这样两个大国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之所以越来越趋于成熟和稳定 主要是因为存在两大恐怖平衡 或者说是两种相互确保摧毁在同时发生作用 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运载手段为基础的核恐怖平衡 二是上述经济联体关系形成的金融恐怖平衡 前者曾经在美苏之间发生过重大作用 它将各种冲突和摩擦限制在较低的层次上 构成了双方长期冷战或者说是冷和平的基本条件 而后者则是只有在中美之间才逐步形成的利益和力量态势 它的存在使双方都有动力将双边关系作热 都乐于见到双边关系恢复和改善 这样从核武器获得了持久的和平 加上金融经贸关系获得的友谊 中美关系在过去十多年间才能反复地逢凶化机 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热和平 当然这种双重恐怖平衡关系构成的中美符合相互依赖 是非常不对称的 总是有一方弱势有一方强势 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是中国处于弱势 也就是说我们有求于美国多一些 而美国有求于我们少一些 这是中国必须保持低调韬光养晦的关键所在 但是到了新世纪 随着中国成功地将自己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中国对美依赖渐轻 而美国对华依赖渐重 谈判地位的强弱之势悄然异味 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这样一种共生关系的不可持续 尤其是在美国次代危机升级为全面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 中国的决策者终于下定决心改变原来的增长模式和路径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 内需和投资已经取代对外出口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动能 与之相应 汇率政策 外资政策 产业政策 乃至国内的社会保障政策都会发生相应的调整 也就是说中国开始试图逐渐从这种连起关系中脱钩出来 这当然吓坏了美国政府 2007年 于永定和夏冰两位经济学者对媒体谈论要松动手中的美元 国债持有 持仓 数天后 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公开谈话 提及此事并告诫 中国这将是一个危险而愚蠢的政策方向 美国总统居然极其罕见地对别国学者的发言做迅速而认真的回应 可见此事对华盛顿的敏感性 奥巴马新政府上台以后 对华外交中货币和储备问题成为核心问题之一 如何才能确保中国政府安心地持有美国国债 让美国顺利增发美元以刺激经济复苏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那么中国方面如何看到这个问题呢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 在美国财长盖特纳2009年初 下访问北京期间前往其母校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当他说到中国存放在美国国外中的外汇储备 是非常安全的一句实 全场哄堂大笑 在中国知识精英群体中 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和信用度已经成为一个笑话 这说明即便中国政府仍有意将中美联体经济结构维持一段时间 其在中国国内能够指望的支持和理解也在迅速消解 对于未来的中美间融资关系的政治和战略含义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当中国改悬一章逐步从三万路线的循环中脱离出来的时候 中美关系将少了一个重要的稳定器 那么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 我们如何维持一个较低成本的可持续和平环境 其次全球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大规模聚集 是存在安全和政治前提的 那就是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一旦东亚发生一定程度的动荡和冲突 那么资本将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外套过程 也就是我们此前常见的那种资本出于安全考虑 从体系外围急速回流到体系中央的场景 这在客观上将非常有利于体系中央国家缓减其货并信用链条上的燃眉之急 由于美国目前仍然主导着东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格局 那么潜在的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 挑起某个地区性的冲突并放手升级之 结果将是东亚资本的急速外逃 美国的融资问题一夜间获得解决 尽管这是一种杀鸡取卵的不可持续的解决方法 对于中国和东亚国家而言 我们有必要提前考虑到这种潜在套利机会 给这个地区带来的重大战略风险 储备多元化及其政策后果 2008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推出四轮QE政策 美元贬值 随之贬值的是中国巨额外汇储备 这引起了学界政策界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通过进出口的顺差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如何实现外汇储备的保值和增值 成为非常重要的政策议题 在第一版中笔者提出外汇储备的头像 事变债券为股权 简言师中国外汇储备可以用于参股 并最终控股全球最主要的跨国公司 这将大大提升中国在技术能力 战略资产储备经济竞争力 全球市场影响等各个方面的经济实力 也将为中国政府影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过程 提供现成的渠道和杠杆 为了让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乐于 将中国政府下书的投资机构拉进董治会中 提出三种路径 一是拉拢跨国公司的经营者 二是将股权同市场进入机会相挂钩 三是鼓励全球跨国公司来中国资本市场筹集资本 面对跨国公司母国政府的阻扰和干扰 建议通过重点国家谈判 对等谈判 通过各种金融创新 间接持股 渐进持股 控股 曲线救国 然而经过近几年 与国际金融投资一线人士的交流 发现上述建议还并非最佳手段 其实还存在更加高效 更具杠杆性的手法 只是不宜在本书中公开讨论 在此 笔者想要探讨一个替代性问题 是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及其可能后果 储备多元化这个概念从21世纪开始 就在北京相关政策圈成为热门话题之一 主要是因为许多人担心中国的鸡蛋饭放在了一个篮子里 风险太过集中 与此同时 从2001年起 美元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下行周期 衡量美元相对几种主要非美货币相对价格的美元指数 持续下跌 而衡量二十多种大众商品相对于美元价格走势的 GRB指数则大幅上涨 这都意味着持有美元颇不划算 大众传媒也很热心的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讨论之中 人们都热衷揭露和批判美元是个大骗局 但可惜的是 在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上流行的基本都是偏见 大众传媒参与的越多 这个议题被扭曲的越厉害 尤其是在外汇储备的配置上 这种流行观点的形成 一种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 会影响到外汇管理局的判断和行为 对于外管局的人士而言 如果你把资产分散到各种非美货币中 你的决策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即便事后证明做错了也没有人怪你 但是假如你坚持把多数储备放在美元资产中 那么一旦发生问题就都是你的错 这就是集体决策和官僚决策的悲剧之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这类决策的整体效益都比较差 正是这种储备必须多元化 避该美元国债的舆论主导之下 中国由于招商引资和大规模出口 而形成的巨量外汇盈余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被持续的超额配置进欧元、日元和英镑 等非美货币的资产中 这就带来一个值得中国人警觉的问题 中国持有的美元究竟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华尔街一家对冲基金的生财之道 市场上普遍认为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 所以是美元的大多头 一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 那么中国外管局就会买入更多的美元资产 这就导致美元对其他货币上涨 但是该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 实际情况与上述常识恰恰相反 他们用两条曲线来显示 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行为 和美元价格之间的关系 左侧坐标的柱状图代表的是 每个季度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量 也就是每个季度外管局需要新配置的外汇总量 右侧坐标的曲线是美元指数 两者的走势显然是高度负相关的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并非美元的多头力量 而是美元的大空头力量 图6-4显示 当流入中国的外汇量加速的时候 美元相对非美货币下跌 当流入中国外汇量减速 甚至有资本禁流出的时候 美元相对于非美货币上的上涨 这个走势与常识告诉我们的恰恰相反 当市场上其他行为者还没有意识到 这一出乎意料的相关性的时候 这家对冲基金凭着这个发现 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其方法就是看着中国外汇储备变动投机美元 说的通俗点就是在全球外汇市场跟装 当中国外储增量扩大的时候 他们就做多欧元 做空美元 当中国外储增量减小时 他们就做多美元 做空欧元 现在我们要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的是 为什么中国政府是事实上的美元空头 流行的常识 为什么错了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笔者给出的一个解释是 人们通常只看外贯局的资产项 而忽略他们的负债项 如果把中国政府视为全球货币循环中的一只黑箱 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黑箱输出的 是一定比例的美元混合一定比例的非美货币 比方说50比50 仅仅看中国政府手中持有的50个单位的美元 你自然会觉得他们是美元的多头庄家 但是当我们把眼光放开 不仅仅考察这个黑箱的输出 而且考察这个黑箱的输入端 也就是中国政府从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收购的外汇资金 你会发现流入中国政府手中的货币结构 大不同于输出端 他们买到的绝大多数是美元 只有很少的是非美货币 比方说80比20 这样每100美元的外汇流入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 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思的买入 和外汇管理局在国际上的资产配置 就会有30美元被转换成非美货币 从而确保我们的储备货币结构 从买入时的80比20变成持有的50比50 由此 如果我们把央行买入行为和外管局的配置行为 放在一起考察 不难发现他们其实是一直在卖出美元 买入非美货币 需要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政府买到的外汇中美元的比例 远远高于其他货币 比者认为这是由全球金融市场上的货币可获得性决定的 国际上的流动性归根结底是依靠大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逆差提供的 考察几个主要的西方经济体 整体上看欧盟在贸易上是平衡的 资本项目略有逆差 为全球市场持续而大规模的提供逆差的主要还是美国 贸易逆差是美国通过货币霸权剥削全世界的主要方式 也是它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引擎 那么接下去的第三个问题则是 作为美元的空头 中国外汇储备面临何种风险 什么情况下这些风险会集中释放 作为美元的空头 你最担心的事情当然是美元进入上升周期 回顾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元指数 不难看出美元的周期是跌10年 涨5到7年 从2001年开始 美元连续下跌了7年 但是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开始 它便进入了震荡横盘的阶段 尽管从2007年到2013年 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快速增长 中国外管局继续扮演做空的力量 但美元却不再大幅下行 反而有筑底反转之意 自2011年开始 笔者关注美元何时 以及以何种方式进入上升周期 并为此在北京召开过两次小规模的闭门座谈 也在华尔街和香港的金融圈中 搞过一些访谈和调研 综合各方的意见 美元指数的上行有以下因素驱动 一是美国经济先于欧洲和日本复苏 考虑到美国的人口结构 相对于欧洲和日本更加年轻 更加平衡 劳动力更具弹性 引领未来技术创新潮流的企业 包括云计算 大数据 三维打印 电动车等 主要还是集中在美国 美国先复苏 当然在情理之中 二是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到6.5%以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平均失业率 急在这一线 2015年年初 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6.2% 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没有了继续的必要 2014年10月第四轮量化宽松终结 三是美元的能源独立导致美国逆差减小 页岩气和页岩油技术的成熟 导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能源进口国的地位 出现迅速变化 有预测认为 2025年 美国将成为能源的进出口国 而在过去的30多年 美国贸易逆差中近四成是进口石油天然气所致 美国本土能源产能的大幅提升 不仅直接减小进口能源导致逆差 还会导致本土制造业获得部分成本优势 从而有力地减小 美国的贸易逆差 美国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的主要方式是逆差 所以市场上会出现局部的美元短缺 四是中国因素 如上文所说 中国的外汇储备 储备一直在把美元换成欧元 英镑日元甚至韩元 外汇储备的增数近年来已经大大下降 甚至在某些月份出现下降 原本一直在压制美元的力量 野界区消失 这显然会有利于美元的声势 美元指数在2016年上涨到上涨达100的目标位 但在2017年出现小幅下跌 2018年开始美元触底反弹 全年累计上涨幅度于5% 由于美联储连续四次加息 美元指数走势 在2018年继续强势 然而 法国巴黎银行 北美外汇策略主管 丹尼尔卡奇夫表示 美元的这次反弹力度确实不小 但这只是美元长期结构性下跌中的一次周期性逆势反弹 随着美国制造业PMI指数下行 美国房地产指数和美股近几个月的频繁下跌 加之美国减税红利的逐步消失及赤字财政刺激作用的消退 2019年美元可能冲高回落 结束始于2012年的强美元周期 具体如图6-6所示 美元进入上升周期 给中国经济带来何种风险 首先 中国外汇储备的名义价值下跌 因为欧元和日元资产用美元计价贬值了 其次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2011年之后 中国在全球各地买入矿产 和相关股权的行为在事后看 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另外 国内金融系统投入矿业和原油行业的信贷 将面临风险 但是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风险 并不是大问题 需要考虑的大问题是 整个中国经济体千万不能陷入被逼空的状态 所谓逼空是指 金融市场中存在卖空交易的时候 空头们卖出了不属于它的东西 指望该品种的价格下跌来谋利 但是多头们即看好买入并持有该品种的力量 把价格不断拉高 以致空头们不得不认输高价买回 导致价格暴涨 中国外储备逼空是一种典型的尾部风险 一 急发生的概率很小 但一旦发生会出现损害很大的极端情形 读者们可能会问 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基本没有加杠杆 并没有介入别人的货币卖出 中国怎么可能会在外币市场上被逼空呢 这仍然得追溯到中国外汇储备的来源问题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 中国的外汇主要来源于外资的流入 包括其带来的本金和贸易盈余 外管局如同赌场门口的贵重物品寄存柜台 一旦客人们收手离场 他们会到会堂来要求把筹码兑换成现金 这个过程相当于此前外汇储备积累过程的反向 届时假如出现万亿美元规模的资本 出于某种原因离开中国 外资要求获得以美元为主 而中国政府储备以非美元货币为主 那么就出现了货币错配的问题 此时中国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是拒绝向银行兼外汇市场提供外汇 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出现快速的下跌 这有利于制造业的出口 但是会带来外交压力和国内通胀压力 也不利于经济的转型升级 另一种选择是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的稳定 拒绝贬值 那么外汇储备将会快速减少 导致国内基础货币的剧烈收缩和通缩压力 在此情况下 中国政府不得不把储备中的外汇资产变现 前述币种错配的纠正过程将带来美元的进一步上升 而我们的外管局所持有的资产中 除了美元短期国债之外 其他都可能因为我们卖出而进一步跌价 这种跌价会导致我们的外储账面价值进一步缩水 从而形成恐慌 不仅外资会选择让其流动资本离开中国 而且国内部分的民众也会加入其行列 2015年年初本书第二版中即预言了此局面的出现 但2015年到2016年部分预言便被证实 上述被全面逼空的场景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上升空间 笔者认为在2020年之前是一种概率很小的事件 其发生必须同时满足一系列的前提 一是美元进入超级强势周期 二是巨额资本从中国经济中逃离 包括前期参与人民币汇率套利交易的资金全面撤离 加上美国内经济环境变化 导致在在华的外资普遍选择离开 三是在国际市场上出现新的制造业大国 比如说印度 其制成品出口对中国制造形成替代和竞争效应 四是中国国内通胀高企 政府没有让人比贬值的政策空间 五是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面临失败 改革停滞 国内外对中国政治经济前途信息崩溃 2019年本书第三版出版之际 各方面趋势还是比较良性的 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大刀阔斧的改革反腐和开放举措 让人耳目一新 普通中国人对民族的光明未来也重新鼓起了信心和勇气 面对不断抬高的脑动力成本 环境成本和人民汇率水平带来的成本压力 中国制造业不断升级改造 逆势而上 向若干原本由欧美日把持的高端产业部门和环节俊军 人民币国际化的也在稳步推进 一旦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上成为公认的主流货币之一 则中国基本在无被逼空之余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机与挑战 政府的政策能否起作用 归根结底还得看企业行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机非常多样化 市场获得行动机 第一种常见动机是市场获得行动机 其中根据终端市场的差别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市场是东道国市场 另一类则是以第三国市场为目标 一些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或者非洲开设 商贸型的分公司 主要是为了绕开第三国 对中国原产地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 由于只需派遣少数商业代表 所以投资规模非常有限 当然也有某些产品的运输成本比较高 所以从中国的母公司进口零部件 在东道国设厂组装比较合算 为了绕过贸易壁垒而实施的对外投资 主要集中在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比例很高的几个产业中 在三外路线的作用下 中国用加工贸易的方式吸纳了全球大量的制造业 产业资本和工业产能 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额快速提升 必产生巨额贸易顺差 随着出口额的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贸易摩擦形势 2008年中国出口产品供遭受来自 21个国家和地区的93起贸易救济调查 涉案总金额约为61.4亿美元 其中反倾销案件70起 反补贴案件11起 保障措施案件10起 特保案件2起 在2009年全球就业低迷的背景下 针对中国商品的贸易保护措施更是迅速增长 对华贸易摩擦的形式从反倾销等传统领域 向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形式扩展 由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 为了绕开贸易壁垒 一部分从事成衣、智协等行业的中国企业 将产品的最后几个生产环节 搬到中国周边的小国进行 这样根据原产地规则 这些产品便不再是中国制造 不易遭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 获取外部生产要素 第二种动机是获取外部的生产要素 包括能源和原材料、技术与研发能力以及品牌 资源短缺对中国将是一个严重制约 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中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 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构成来看 采矿业占了28.7% 这部分的流出FDI主要是环节我国 国内自然资源供给严重不足问题 如中国在澳大利亚南非开铁矿是为了开发国外的矿产资源 为中国钢铁生产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能源企业负责海外投资的部门一直忙于收购合作的考察与谈判 目前中国几大石油巨头拥有的海外油气田多数在安哥拉、印度尼西亚、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海外找油的努力 甚至在国际上形成了能源饥渴的名声 关于这部分内容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论述 技术获取型海外投资 是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资源、研发机构等技术要素为目标 以新建或并购海外研发机构为手段 以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为宗旨的跨国资本输出行为 对我国企业而言 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标的对外资本输出 其投资方向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 集中于我国本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技术领域 整体上看 我国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 一般较少考虑到追求技术 这主要是与我国、我们国内商业环境和发展阶段有关系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 比如2001年华丽集团通过收购菲利普CDMA通信芯片设计部门和 PFCSY公司直接进入手机芯片制造的高端行业 深圳华为则是中国企业中利用外脑方面的领先者 华为不仅与TI、摩托罗拉、IBM、英特尔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 广泛开展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合作 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美国、瑞典、印度和俄罗斯 设立了五个海外研究所 品牌获取的投资中 众所周知的是联想收购IBM笔记本电脑部门这类轰动一时的案例 而与之相比 不怎么为人所知的 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浙江企业对意大利制血液的大规模收购 皮血液是意大利的传统优势行业 许多家族企业的品牌在世界各地的市场畅销了一两百年 浙江民营制血液最初靠代工、价格战等方式积累了初始之本 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收购竞争对手 获得对方百年的品牌公益丰富的血样资料 有些意大利人不无夸张地说 某些制血液集中的意大利小城中如今已经是浙江温州人的天下 满大街的中文标牌 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不需要会意大利语 只需要会温州化就行了 往返成投资 第三种动机则是将自己打扮成外资后回归中国市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就是相当一部分投资流向了传统避税地区 比如2005年我国企业在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尔金群岛等传统避税地投资 占当年牛量的81% 2006年也占同样水平的81.5% 2009年中国所实际使用的900亿美元外资中 中国香港一地便占了540亿美元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 时间内给予外资以超过民待遇 在税收减免、批地、基础设施成本、外汇使用等各个方面都优于国内民营企业 所以国内资本为了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 不惜绕道境外 将自己打扮成外资再回归中国市场 有人估计中国入市后所引进外资中有两到三成 是这种往返成投资 近两年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逐步取消 这类现象开始逐步减少 走出去的问题与挑战 就过去十年间的实践来看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确存在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有待改进 第一是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 在走出国门之后其弊端更加凸显出来 我国较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主体仍以国有企业为主 而这些投资主体仍然沿用国内管理企业的老办法 企业缺乏健全的经营约束机制和必要的激励机制 在走出国门之后 所有者缺位代理着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表现更加明显 邓宁的FDI折中理论中所说 所有权优势在此并没有体现出来 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很容易成为贪污和资本外逃的方便之门 第二是民营企业的融资担保和保险问题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老问题了 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市场的过程中 这个老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海外银行缺乏中国企业的资信数据 而中国国内银行又缺乏对企业在海外经营情况的足够信息 所以导致中国民营企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都很难为自己的海外投资项目融到足够的资本 从而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发展速度 也限制了他们在市场上的资本竞争力 第三中国企业和个人在行为方式上要严格约束自己 千万不能用一些不规范不合法 不道德的竞争手段参与海外竞争 包括贿赂恶性价格竞争 破坏环境不尊重工人合法权益等等 第四我国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 由于立法之后 尚未建立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 我国通有关国家商签投资保护协定 以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的进程也大受影响 企业对外投资缺乏国际法律支持 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也存在着弊端 我国人民币尚未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企业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境外投资 前面提到过对外投资的审批手续复杂 商务部、外汇管理局、财政、银行、企业主管部门均有权干涉企业的对外投资 5.跨国经营人才匮乏企业对外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投资行为的执行者 在于是否拥有一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熟悉境外投资业务的法律、市场分析、公关营销等方面的企业经营队 当前我国国内具有这方面的国际投资经验的专业人才短缺 严重阻碍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 根据商务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公司调诈问卷的研究结果 海外投资企业中有23.2%认为 主要障碍是缺乏海外经营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 所占比例在各项困难中高居第一 自主品牌的国际推广过程 为中国的国际公关提供政策杠杆 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一直受困于两大因素 一是外宣平台的缺乏 二是国际舆论件现有主流化与同我们自身的不匹配 我们的确有一些对外的电视和广播节目 但是由于政治和市场原因 它们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很难落地 即便落地也无法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接受 所以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渠道非常少 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是选择性的 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甚至是带负面暗示和误导性的 而且欧美媒体通过长期经营 已经稳稳地占有了压倒性的全球市场份额 它们的宣传报道中所明示或者暗含的政治和社会观念 已经广为世界所接受 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 同国际上的主流话语体系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 而这种锻炼和差异也构成了我们对外宣传中的根本困境 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外宣经验 可以在现有条件下绕过上述两大门槛 拓展中国外宣的新局面 办法就是用本国企业的商业广告捆绑中性文化宣传 来改善国家形象 俄罗斯的办法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具体的做法是由俄罗斯的三大能源企业共同出资 在一个欧洲传媒集团的多种媒体平台上做商业广告 作为试点 他们把宣传地域集中在匈牙利 该传媒集团为RTL 主要为荷兰和卢森堡投资者所有 在匈牙利拥有较大市场份额 按照双方的协议除了商业广告之外 该传媒集团额外提供黄金时段播出俄罗斯风情系列短片 系列短片每次20分钟 每周一次 每年播出40周 内容涉及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各个方面 比如俄罗斯大脸巴的制作 萨哈领导风情 俄罗斯传统婚礼 福特加的酿制等 所有这些短片的共同点是非政治性的 都是比较轻松有趣的话题 所有这些软硬广告时段的总费用 为每年150万美元 节目开播前他们在匈牙利做较大样本的问卷调查 以衡量俄罗斯国家在匈牙利的形象 广告开播三个月之后 又一次调查以检验初步效果 仅150万美元的总投资 短短三个月间便有明显的宣传效果 其投入产出比 超出了项目设计者和投资者的预估 这个简单而便宜的宣传计划 为什么很快获得较好效果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用西欧媒体作为载体 当国际受众从西方媒体上获得关于俄罗斯的信息的时候 宣传的可信度大不一样 二 内容的非政治性 政治性的内容太过敏感 同西方媒体的主流价值观明显矛盾的东西 很难被媒体和受众接受 非政治性内容的功能在于大大冲淡受众头脑 关于俄罗斯的纯负面印象 原先媒体中充斥着关于俄罗斯的负面信息 一说起俄罗斯 匈牙利观众想起的便是 与俄罗斯的能源争端 俄罗斯黑手党 新冷战 而让人喜闻乐见的非政治内容 则大大冲淡了 稀释了上述负面信息 从而改善了俄罗斯在当地的形象 第三 由于俄罗斯政府成为事实上的广告客户 媒体在制作其他节目时 不得不考虑把握批评的分寸 就目前中国对外宣传的处境和瓶颈而言 中国在欧美的主流媒体上 花一点钱是值得的 通过西方媒体之口在国际上宣传中国 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非政治性短片来宣传中国 以此冲淡原有的负面政治性信息 容易让西方社会公众接受 由于成为西方媒体的大客户 中国政府将拥有对他们施加压力的重要杠杆 使其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不得不有所顾忌 相比俄罗斯 笔者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 中国企业以制造业为主 在创设中国自由品牌的过程中 却有需要在全世界大作广告 将这种市场资源组织培育聘利用起来 中国政府将可以获得对世界各国传媒的巨大影响力 具体的构想如下 第一 配合走出气政策 成立一个中国企业国际广告协会 或者国际公关公司 由该协会或者公司同世界各大媒体集团 签订长期广告投放合同 并配套播放或刊登关于中国的非政治性短片文章 这些短片与文章由中方公稿或者双方共同编辑制作 第二 广告协会将商业广告时段 以优惠的形式分发给中国企业 从而收回绝大部分投资 这一过程一举两得 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真正走出去创立自主品牌 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对外宣传打开一片新天地 为中国全球软实力的增长提供切实的推动力 第三 假如在国家层面推开暂时不具备足够条件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在东南沿海某出口制造业大省 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省份先做试点 当然上述路径仅仅是对俄罗斯操作模式的简单模仿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根据具体的宣传地区和国别的差异 我们应当发展出更加适合中国自身 在当地的条件和处境的新手段 新模式来 但是无论形式有何差异 基本思路都是一样的 将中国的对外宣传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尤其是中国品牌走出去结合起来 让中国的资本输出过程在收获利润的同时 也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做出贡献 中国资本输出的现状与未来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崛起 并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宏观层面上体现为 中国政府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号召力的增强 在围观层面则体现为 中国企业能够向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创造能力 根据商部的统计 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 以及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01.7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6.8% 截止至2013年年底 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57亿美元 按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来看 中国已位居世界第三位 位于美国和日本之后 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国对外投资额的快速增长 得益于中国政策理念的转变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 政策理念也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 据此可以划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1978年到2000年 以改革开放的政策 正式得到政府官方的认可为标志 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经济特区 这一时期的开放主要是以引入为导向 以优惠的投资条件来吸引国际资本 技术进入国内 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相对于国际资本和企业成熟的管理能力 中国的企业还只是强保中的婴儿 政策导向和企业实力都不足以支持 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 卖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 非常稀少 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低 第二阶段 2001年到2012年 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 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步融入全球经济 在这一阶段的改革开放 开始呈现出引入和输出并重的经济特征 除了继续坚持完善投资环境 引入利用外资政府也开始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 在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的锤炼后 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在全球贸易中展现实力 成为世界工厂 同时一批实力企业如中石油 招商局 中国建筑 钟旅等大型央企 走向海外开始进行海外企业并购 第三阶段 2013年至今 中国国内产能过剩 急需对外输出 开放的重心转向输出为主 兼顾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现过四次明显的产能过剩 且其深度和广度一次比一次严重 最近一次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导致各行各业全面性的产能过剩 过剩行业不仅包括钢铁 水泥 石化等传统行业 也包括光伏 风电 LED照明等新兴行业 投资效率低下 因此在扩大内需的同时 中国急需向海外市场转移过剩产能 实现途径之一就是对外直接投资 鼓励产业资本走出去 参与拉美中亚国家的制造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 实现双方经济共赢 中国资本输出的主体问题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主体问题 一直也是争论的焦点 过去十年 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主体 一直是国有企业 以2010年为例 在2010年年末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类别 但总量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占44% 金融业12.5% 采矿业8.3% 批发和零售业9.8% 制造业6.8% 交通运输 仓储 邮政业8.2% 这六大行业已经集中了我国 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9.6% 集中于这些投资领域的企业 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 但2012年年末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排序 前十位的中国企业 全部都是国有企业 在全部100强名单上 最高钱的民企 是排名在第23位的海航 同时整个100强名单中 民企不超过15家 然而由于体制所有权缺位的问题 国企对外投资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具体表现为 对外投资效率低下 投资动机模糊 很多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 并不是为了增加企业利润 增强企业竞争力和释放产能 而是为了响应政府 海外战略资源保障 或者企业负责人 为仕途晋升 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是 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 提供的廉价资金 这些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 常常是通过财务杠杆 而非自由资本进行 导致了非常低的投资效率 甚至导致了大量的腐败行为 如2008年9月 中钢集团敌意收购 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98.52%的股权 到后来发现中西部公司的矿产 根本无法开采和利用 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更有甚者 国有资本对外投资 甚至是成为腐败分子洗钱的途径 通过伪造对外投资 虚假的进出口交易等 向外 向境外转移资产 从而绕过外汇管制 导致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 此外 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 存在着一个政治性的障碍 许多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对国有企业抱有怀疑 美国、欧洲、澳大利亚莫不如此 中国政府曾试图向他们做一些增性事宜的工作 让他们理解国企同其他企业的差别 仅仅在于权益归属不同而已 其他并无区别 但是这些声音远远无法通 整个20世纪形成的意识形态观念相抗衡 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 还有跨国竞争的因素 使得事态复杂化 有些西方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商业利益的需要 利用西方社会中普遍恐惧和怀疑的情绪 制造政治压力 迫使中国竞争对手 退出其市场空间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中国通信设备企业华为与中芯 在中国市场上所遭受的政治性打压和排挤 中芯在名印上依然是国有企业 但是其实其股权结构和运作体制 比起普通的国有企业远为市场化 而华为则一开始就是员工持股的私营企业 过去20年间 这两家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上升 从最初的模仿者变成今天的国际市场的主导者 而21世纪初如日中天的欧美巨头 则节节败退 不少破产重组 销声匿迹 硕果仅存的美国思科公司 其对华为中芯的姿态也经历了明显的变化 最初是通过发动技术战来打压中国竞争者 当华为中芯的技术水平赶上来的时候 他们就诉诸专利战和法律战来捍卫其竞争优势 而如今华为和中芯自己的技术专利也有了很好的积累 华为研发部门的人数达到了3万人 相当于思科全球所有雇员的总规模 其专利布局越来越有优势 思科公司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只能很不绅士地诉诸政治手段来捍卫其母国市场 于是我们看到2012年前后 美国舆论和政治界甚烧成上的国家信息安全问题 众多媒体人士 安全官员和政治人物都跳出来指责中国的华为中芯 威胁了美国的信息安全 不但要求审查其产品 而且要求取消已经完成的对美企业收购和投资行为 笔者曾参与过两次访美的二轨外交 其中笔者负责主谈的是经济议题之一 就是同美方各个部门沟通华为中心的美国市场空间问题 美方一些政客为了动员起国内舆论 不惜对华为发起莫须有的政治抹红 这样的举措非常有效地激起了国内 美国国内舆论的恐惧和担忧 从而达到了他们背后资本雇主的目的 相比之下 民营资本在对外投资方面绩效惊人 笔者接触过的一些案例表明 中国人的国际商业天赋是非常惊人的 福建商人在非洲的投资 温州商人在拉美的投资 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 他们的资本通常是靠实业和商业自我积累起来的 并借助以家族和地缘为基础的信用网络相互融资 逐渐从贸易商转变为投资商和运营商 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有中国民营资本的身影 收益率普遍大大高于国企 当然他们也有不少的问题 主要是由于他们处在匿名状态之下 不少人抱着捞一票就走的心态 所以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规范和工序 良俗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 暴力经营短期化行为 据国际上对华持有偏见的势力和舆论 不少口识 甚至为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不少尴尬和麻烦 当然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而言 如何处理民营资本对外输出 也面临着一种内在的两栏 一方面外交为民 政府除了为中国在外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之外 也应该服务于中国民众的国际商业新闻 但是另一方面 许多海外华人华侨在外经营产生的收益 并不像中国政府那缴税 他们中许多人甚至 早就不再是中国公民 那么让中国政府动用国内民众提供的公共资源 为少部分并不缴税 且身份可疑的海外华人华侨提供支持 在逻辑上讲是存在漏洞的 这一悖论并非笔者所提 而是某位厅局外交官私下商议中国资本走出去 和外交资源的运用时提出来的 彼者曾反复思考此问题 并有了初步的答案 但限于本书的主题 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简言之 这个问题看似不过一个如何从海外公民身上收税的技术性问题 但是背后却能折射出我们整个治国理念和定位的大框架问题 值得拓展开来做一篇治国平天下的大文章 未来中国对外输出资本应该采取混合式 多采取混合式 在国有企业对外扩张的同时 鼓励优质民营企业走出去 欧债危机发生之后 出现一种混合模式 一些民营产业资本和私募基金 纷纷前往欧洲各国收购中小企业 欧洲不少家族式的中小企业 并不高调 却是百年老店 往往拥有不少核心技术和品牌 很多时候还是信奋领域的全球冠军 这些家族企业通常由于接班人的问题 或者是中国同行的竞争问题难以为继 所以会选择把整个公司连带品牌和技术设备打包出售 民营资本将其收购下来之后 可以选择接受经营 使其技术和品牌同时同中国国内市场相结合 从而获得可观的业绩增长和资本收益 最典型的是复兴集团的海外收购 另一些私募基金则往往选择反手倒卖给国有企业 从而帮助国有企业顺利地走出去 而他们也实现了颇为可观的短期收益 这种模式可以称为是资本身份套利 中国资本输出的战略方向与地缘空间 2009年之后 在奥巴马政府重返东亚的政策的鼓励之下 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之间的南海岛屿争端开始发酵 地区关系趋于紧张 揪山游济肤发动的脱美反亚 连华自立的日本新道路激怒了美国战略界 在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和美方的联手反击之下 失败下台 此后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钓鱼岛争端不断升级 双边关系迅速恶化 并外移到经贸合作 中日之间的自贸区和货币合作等议题被全面搁置 与之对应的是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上的新动向 2006年多哈回合 谈判终止后 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自美国以下 诸国纷纷采取以零为贺的对外经济政策 全球化的进程 似乎遇到了重大阻力 各经济体都在努力地寻找新的区域合作机会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发起的TPP TTIP 以及TISA 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WTO议程 成为地区和全球经贸合作的新标准与新平台 然而我国被排挤在这些经贸合作倡议之外 不仅未被邀请参与谈判 而且其中关键标准包括国有企业 政府采购以及知识产权跑户等问题 显然都是针对中国设计的 这一全球化浪潮的调整趋势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一轮政治辩论 一部分人认为 虽然这体现了美国对我崛起的一句 但是我们应该充分地表现出诚意 应该积极主动地贴上去要求加入其谈判 一来有利于进一步获得全球化的红利 二来有利于借助外部压力推动国内改革 2013年年初在参与二轨经济外交出访华盛顿时 笔者曾对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助理邦伴如此描述 他们的经济政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你们的政策可以概括为ABC政策 Nobody but China 大家都可以参加唯独中国除外 或者把中国人排除在外的再全球化 这是试图终结中美之间维持了30年的逝世婚姻 用中国人的说法是自决于人民自决于党 这是不利于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 对于美国人而言 也是自挖墙角之举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基础之上 中美之间开始讨论某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呢 美方的回答是考虑到当今美国国内政治的氛围 任何一位政治家敢于公开提出与中国谈自由贸易 那儿属于政治自杀 从美方人士的反馈来看 笔者的感觉是 即便落花有益 奈何流水无情 中国恐怕只能自谋出路 另立门户了 正是在此背景下 习近平总书记为新一代领导集体主导的中国的内政外交之后 尤其是18届三中全会推出的全面生化的改革的大盘子之后 中央积极主动地推出了中国对外输出的地缘战略布局 一是金砖体系 二是一带一路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系列的多边资本平台 包括金砖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思路基金和上河基金等 而03年9月 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 10月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参加APEC会议期间 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 中国做出各种外交努力 加快建设中中印缅梦经济走廊 推动中印两大市场的紧密连接 实现东南亚、南亚、东亚三大经济板块的联动发展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扩大中巴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和人员往来 并绕开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海峡 开辟能源输出新路线 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占据通往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海运枢纽 加强基础设施、能源、物流等重点领域合作 实现打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 以中西合作拉动中欧合作 当然,最重要的看点还是通过中亚和俄罗斯地区 从陆路把欧亚大陆整合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市场 其中蕴含着大战略考虑 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 确保欧亚大陆路权兴起 以清澄汇荣的外交手段促进大陆岛的和平与发展 摆脱外部海洋霸权分而治之 离岸平衡的控制和奴役 未来,大西北和大西南地区将形成新的产业聚集带 将国内资本、工业品和直接生产能力输出到国外 同时对中亚、东南亚地区丰富的油气、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引入 实现生产能力的互换 这种输出有别于中国 作为世界工厂同其他国家之间的低端产能投资 高铁制造、电网装备、电信技术、建设、建筑设计、油气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将成为投资的核心 这对中国国内建设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已经实施多年 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缺少联动性 同时对外开放力度不大 并未达到预期 西部地区产业带发展缓慢 达通丝绸之路的经济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我国经济建设重心的一次调整和转移 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次升级 向西部寻求经济增长的战略空间 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方面表现出很大的警觉与抵制 不仅多次派人来津打探战略虚实 而且向其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施压 要求他们不得参与中国主导的这些多边投资发展平台 与此同时 很多亲美人士也纷纷放出风声 畅衰中国对欧亚大陆发展中地区的资本输出的思路 认为政治经济风险很大 最终很可能是血本无归 该如何评估一带一路和金砖体系的风险 与收益诚然发展中地区的商业和政治风险高于发达国家 但是对于中国国家资本而言 风险的地缘分布恐怕大不同于西方资本 作为地球村的最大储蓄者 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把所有的资金存在村长加开的银行里 这位村长是唯一有力量对你全面违约而不受严重惩罚的人 他如今的主要生存模式正是利用大家提供的廉价资金 向全地球村的各色村民放高利贷 第二种选择则是自己尝试着向地球村的穷弟兄们放贷投资 跟他们直接合伙做生意 2012年之前 中国一直把储蓄放在美欧日政府债券中 不但支持了西方的霸权 而且承受了他们的量化宽松印钞票的代价 新领导层推出一带一路和金砖体系 意味着我们自己向着资本输出者转型 承担更大的风险 但是由于这些风险分布在上百个经济体中 所以整体风险其实反而会小于把所有资金 放在美欧日的政府债券中 而且其收益从长期看来应该是远远高于前者 第八章 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权争夺 无论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游戏规则 还是国际多边投资条约 以及为确保资本在全球市场体系内 长期自由流动的国际规则都渐趋形成 前者为官方资本开拓空间 后者为民间资本保驾护航 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其中 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崛起 拓展出必要的空间 我们必须记住 游戏规则的制定权 比起玩游戏的能力更能决定输赢 作为一个全球大国 中国必须有勇气 有意识 有能力去创制规则 在改革全球多边治理体系的过程中 我们不妨绕过IMF和OECD等原有体制 在国际多边投资规则和主权投资俱乐部等方面 拓展出另一片天空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可被视为 政府在金融自由化领域和转变 对外国投资政策方面的 又以突破性试验 其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规定 表明我国在对外投资的管理上 已经开始接受较深层次的开放程度和自由程度 这既对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为今后加大对投资的开放力度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及其投资规则之争 当代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 如果说企业走出去是中国资本输出的非官方形式 那么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 便是中国资本输出的官方形式了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种政府金融投资工具 主要以外汇资产形式持有 它与官方外汇储备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 外储追求资产低风险和高流动性 因此主要从事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的投资 而主权基金更偏好收益率 可以较多的投资股权等较高风险的市场 此外外汇储备的资产体现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而主权基金的资产负债则不并入计算 主权财富基金并非新生事物 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 截止本书写作之时 近4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0多家主权财富基金 并且其数量很有可能继续增加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报告 2007年年底全球主权基金资本总量达到高峰 约为3.6万亿美元 而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 到2009年夏季 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资本总量缩水到3万亿美元左右 主要是由于他们持有的股票市值大幅下降 目前规模最大的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投资管理局 资本规模达到7000多亿美元 而新加坡一国有两家主权基金 政府投资公司于戴马西 资产合计约4000亿美元 挪威主权基金规模达到3500亿美元 略少于上述两国 但是它以其运行过程中的透明著称于市 从资金来源来看 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贸易外汇盈余 主要以亚洲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为代表 第二类是石油、天然气、铜和钻石等自然资源出口形成的外汇盈余 主要以中东、拉美、俄罗斯为代表 第三类则是国际援助形成的主权基金 以乌干达的贫困援助基金为代表 而根据主权财富基金公用的不同 也肯分为稳定型、冲销型、储蓄型、预防型、战略型等类型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投 于2007年9月29日在北京成立 是中国自己的主权财富基金 该公司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 成立初期的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 中投公司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频频出手 公司尚在筹备阶段时便斥资30亿美元入股黑石集团 占黑石集团总股本的9.9% 后又增持至12.5%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上述投资在初期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收益 而是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浮亏 中投所持的黑石股份 最低时账面缩水70%左右 对摩根斯坦利的投资浮亏也超过了50% 但这两个项目的账面亏损就超过了50亿美元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 中投的上述投资均转为盈利 从2007年6月算起 中投公司对黑石这项7年来饱受质疑的投资 年化收益率仍达到了4.38% 高于同期美国10年期国债不到3%的收益 而从总资产而言 自成立到2012年年底 中投境外投资的累计 年化净收益率达到5% 较好的实现了外汇的保值增值 对黑石投资并没有带来多少直接损失 但其间接损失却是非常巨大的 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 导致大量资产价格暴跌 市场上的流动性稀缺 此时如果中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市场上 出手买入各类股权 必定名利双收 其背后的逻辑是用流动性换利润 股神巴菲特的投资逻辑名为价值投资 但是它真正的利润来源 主要是在市场普遍缺钱的时候 卖出流动性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中投公司在这次出手 该出手时没有出手 错失良机的原因恰恰是在于 此前冲动型的投资套牢在黑石等股票上 招致巨大的舆论和政治压力 使得他们不敢再去冒必要的风险 中国的中投和外汇储备的投资 为什么比不上国际上其他主权财富基金比较在同熟悉相关情况的华尔街专业人士访谈中了解到 这在很大程度上跟资产管理团队的经历机制有关 目前中投公司运行体制沿袭了典型的传统国有企业逻辑 正如我们在此前张杰曾多次提及的那样 国企体制对员工的贡献激励不足 对于损失的责任有时惩罚不足 有时又过于严重 由于赏罚不分明 在这样的经营生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才的逆向淘汰现象 能干的人认为自己的所得与自己的贡献不相称 所以会选择离开 愿意长时间待下来的人多数属于业务能力偏弱的 相比而言 中东地区的主权财富基金普遍雇来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专业高手打理 他们可以从盈利中提取不菲的盈利报酬 所以有着充分的激励机制 那么如何防范可能的圈套和背叛者呢 须知金融市场不同于实体经济 经营者通过老鼠舱把委托方的利润化工为私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酋长们的方法简单粗暴却有效 外聘的基金经理们必须把家眷带到中东地区生活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 固然需要治理机制和运营方式的改革 用人上也可以借鉴一些成功者的经验 但是最终还是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才队伍 如何培养这一批能够决胜于全球金融市场之巅的剑客高手 只能是在投资实践中通过优胜劣汰筛选出来 所以不妨拿出一些小额度的资金分散给有致于此道的私募基金 让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实战中成长发展起来 十多年下来即便整体盈利指标并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只要能造就和筛选预批中国的巴菲特和比尔格罗斯 那就是公在长远的事情 主权基金投资规则之争 从2007年夏季开始 关于主权基金的讨论 便成为欧盟舆论和政策论坛中的热门话题 所有这些文章和演讲的主旨 都可以用三个字概括 狼来了 美国国会和财政部 欧盟议会和委员会 英法德等国的政府首脑 以及各国各国经济组织纷纷发声 要求各国的主权基金遵守规矩 同时呼吁西方国家在各个层面上 立法保护各自的经济安全免于力量巨大 但是居心可疑的主权基金的威胁 尽管早自20世纪60年代起 主权基金便开始活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 但欧美政见和舆论界 迟至2007年中期起 才开始对此问题敏感 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 也成立了主权基金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他们担忧的其实不是钱的规模或者性质 而是钱的所有者之意图和潜能 尤其是担心中俄等大国出于政治和战略目的 而不是简单的商业盈利目的 在西方金融市场上大规模买卖 从而获取相对西方政府的权势优势 进入2008年 欧美政府都在张罗着创制一些国际制度 来约束这些门外的野蛮人 舆论也开足马力 为制定有利于西方的国际游戏规则而造势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关于主权基金的游戏规则的主导权斗争 西方大国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之中 一方面他们渴望能够继续以一个较低的价格 从东亚和海湾地区的主权投资者那里拿到规模巨大 而周期很长的资本供给 但另一方面又极度担心 有朝一日这些资本成为亚洲国家首中的金融核武器 危害到他们长久以来 一直享有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优势地位 为此他们试图先用国际性的游戏规则 给这些新兴金融力量实施去世手术 然后再放进他们的资本市场内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我们固然需要进入西方大国的资本市场 但是无论如何 不能接受那样的手术 因为以何种条件进入美欧的资本市场 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之得失影响重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就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主权基金东道国政府 到目前为止的反应来看 似乎没有人说出一番足够有力的道理 来为主权投资者的利益章目 更没有采取足够有力和系统的措施 来参与到已经展开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去 于是国际新规则制定过程的主导权 基本上掌握在美欧手中 美国和欧洲的立场当然并非铁板一块 作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美国从开放性的对外经济政策中获益良多 所以整体上看 美国比起欧洲各国更偏向于开放市场 差异和分歧不仅仅存在于大西洋两岸之间 也存在于美欧两大经济体内部 在美国国内 财政部更倾向于维持美国市场的开放 而美国国会和安全系统 更倾向于投资保护主义 在欧洲、英国和意大利的政府 至少在口头上明确表示过 欢迎主权基金的投资 而法国和德国对于主权基金的态度 却让人望而却步 但是总体而言美欧的整体态度 还是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交集 西方国家的主流诉求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通过非正式的国际立法 来约束和规范主权基金 并将规则的制定过程 和将来的实施监督过程 掌握在美欧所控制的IMF和OECD手中 在道义上贬低法律上禁止 并在实践中防范各国 主权基金从事出于政治与安全动机的投资行为 要求主权基金提高透明度 在上述前提下维持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为了实现上述诉求 美欧各国采取了一些有效 而且明确的策略和措施 到目前为止 其措施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利用美欧主导的多边经济组织作为工具 先行制定出一系列规则 并拉拢和劝诱世界各国 接受他们的方案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 二是制造国际舆论 通过西方媒体的反复炒作 形成一种普遍共识和国际氛围 三是分而置之 也就是拉拢和压迫少数小国的主权基金 采纳其所要求的规范 以此来塑造 塑造国际惯例 比如新加坡和阿联酋的主权基金 早在2008年年初 便被迫做出符合美欧利益的表态 值得一提的是 IMF及其组建的主权财富基金 国际工作组 自2008年4月先后 召集了26个主权基金国 先后在华盛顿、新加坡和智利的圣地亚哥 召开了三次会议 制定了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和做法 或称为圣地亚哥准则 该准则是需要各国自愿地遵守的 它本身并不超越于各国自身的法律规范之上 但即便如此 它仍然是对各国主权基金的运作 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为不遵守它的国家 将被迫说明自己 为什么不愿意全部遵守 也有可能因为被试行和IMF点名批评 而生育受损 而投资接受国和其他投资国都将对它施加压力 OECD设定的投资自由进程 对于IWG的工作形成一种补充 并将监督圣地亚哥准则的遵守情况 视为己任 从贸易财军 气候变迁等各种全球治理问题的谈判中 我们都已经反复地得到如下经验和教训 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 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第一步 也往往是最关键的一步 因为迄今为止 绝大多数国际制度和规则都是非中性的 它对某些行为者有利 而对某些行为者不利 然而一旦成为公认的规则 那么获益者的利益将被锁定 而受损者的抗议将无济于世 所以如果在规则制定的时候 无所事事放任自留 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将在将来受到规则和剥削的时候 愤愤不平却无力回天 为避免这种被动的局面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权基金母国 应当从国际法理和规范层面上 为我们的利益诉求确立合法性 这不但需要有比较系统的 有说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提供支持 而且需要我们扎实准备 认真地投入到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去 通过运用恰当的策略来提升我们的谈判地位 从而确保我们的诉求 尽可能地多体现在相关的国际规则的最终版本中 中国应有的立场 笔者认为中方的利益要求 我们应当在这场国际规则谈判中持以下的立场 第一,应当鼓励而不是禁止处于政治目的的主权基金投资 第二,提高主权基金的透明度 应当是在坚持联系原则和自主原则的两大基本前提下进行的 第三,保持美欧资本市场的开放性 是对主权基金东道国利益的合理补偿 也是维持全球金融经济秩序稳定和可持续性的基本前提 第一个问题是主权基金的政治目的是否合理 美欧政府和舆论如今众口一词 说要防范主房基金从事非商业动机的投资 也就是说经济和政治应当分离 但是在政策实践中 美欧各国政府一直将政治考量 纳入对外的经济行为之中 挪威主权基金经常被西方各国 作为模范来标榜和倡导 认为他的经营模式是无害的 负责任的和可接受的 假如仔细考察挪威主权基金 他在投资中显然也承载着 其政府的政治考量 比如他公开宣称不投资 制造武器和烟草的企业 也不投资某些特定国家有交易的企业 所有这些行为标准本身就是在对市场施加一种典型的政治价值标准 推广这种标准符合挪威国内政治所标榜的政治价值观和利益 既然挪威在基金运行中向全球市场推销其价值观的做法可以接受 那么为什么别国政府在运作其自身金融资产的时候 实践或推广其自身信奉的政治观念和利益就是不可接受的呢 再说美国 美国对外政策中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工具 是经济援助和制裁 其首要考量的并非他国政府或者民众的需要 而是美国自身政治和战略利益 既然美国自己可以运用自身公共财政资源谋求对外政策中的政治和战略利益 那么为什么新兴富国利用其自身的财政资源推进整体国家利益的行为 就是不可接受的呢 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大国能否承认自己手里并没有绝对真理 能否接受他人的政治信仰和利益的正当性并不必然低于自己 是否能够真正接受自己同他国之间的平等 运用主权基金去实现政治和战略目的 在笔者看来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鼓励之 中国目前选择的道路是积极 是通过积极开放以求融入全球市场来实现和平崛起 依靠辛勞动和节俭来积累财富 将这种财富用来换取与其内在的价值相称的权利和影响力 从而非暴力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夙愿 这是和平崛起的主要内涵 放在19世纪和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悲剧性历史背景来看 这条道路堪称道德典范 但是假如不允许其他国家通过市场上的收购和抛售行为 将自身的财力转化为各个方面的影响力 就意味着财富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权势 那么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所寄举的财富将流向何处 欧洲近现代史的历史教训提示我们投资保护主义 其实是在鼓励新兴大国将其赋予的财政资源转化成 然后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来获取国家 威望和生存空间 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拒绝承认政治驱动的投资行为的合法性 其本质上是在鼓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权力规则 使不利于巩固架高者得的市场逻辑成为21世纪国家间的关系的基本特征 由此可见,允许和鼓励主权基金出于政治考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自由形式 就相当于在财富和权势之间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和平与稳定的直达专线 从而避免迫使任何一个新兴复国 将这些财富转化成武装力量和压制性工具 以间接地通向权势 与血腥的现在战争史相比 假如21世纪的大国领袖们能借助基金经理之志 而不是三军将士之友来实现国家报复 则堪称人类的一大进步 就现实的操作层面而言 假如国际法允许各国出于政治和安全理由 而审查和限制他国主权基金在几方资本市场的运作的话 那么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安全定义并不具有客观的界限 这一保护理由将不可避免地沦为 自私的投资保护主义的终极借口 一旦如此 那么所有的跨国并购和资本投资都将轻易地受到影响 因为任何商业都可以多多少少地被赋予经济安全的标签 而任何企业都可以被怀疑或者被视为母国政府的触角和爪牙 更重要的是 假如利用各种借口限制主权基金对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 只能导致相关货币汇率进一步贬值 货币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市场对其购买力的预期 当越来越多的资产和股权被化为非卖品的时候 他们所支撑的货币将会不可挽回的越来越疲软 这一点对于美元和欧元两大主流储备货币而言尤其值得重视 第二个争论激烈的地方是透明度的问题 提高主权基金的透明度具有双重的后果 一方面提高透明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东道国对外来主权基金的疑虑 并且便于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评判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透明度有利于改善和确保主权基金的治理机构治理机制良性运行 从而使得主权基金在国内国外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都得到增强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和适当的方式来回应西方国家提出的透明度的要求是有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提高透明度无疑是降低各国主权基金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操作的行动能力和运回空间 由于主权基金的规模相对于市场容量而言通常都是比较大 所以已经有不少市场参与方盯着这些巨无霸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有些投资者公开赞同这一操作的理念 中国人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他们的策略无非是在主权基金买入前买入 在主权基金卖出前卖出 由于规模巨大进出市场相对缓慢 主权基金在自身信息对外透明的情况下 很容易遭受额外的损失 包括在买入时被大量跟风买盘推高投资对象的价格 在卖出时又被大量跟风的卖盘压低价格 尽管这种强跑道每次导致的损失 也许只有一两个甚至零点几个百分点 但是考虑到整个投资基金的期望年投资收益率 也只有百分之几 这种单向透明的状态 对主权基金的获利能力并将形成显著的伤害 尤其是与市场上的其他无需透明的大型投资机构相比 假如真的按照西方大国所希望的那种透明度来操作 那么主权基金们无疑于在陷阱密布 而又无促长生的远眼上裸奔 除了就地辅导搞被动投资外 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所以笔者认为提高透明度应该坚持三个联系原则 所谓三个联系原则即如下三个挂钩 第一个挂钩是投资对向国 对基金策略和重大事项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应该同基金对该国经济实情的知情权相挂钩 换言之 假如贾国政府希望充分地掌握 以国主权基金在贾国内投资的意图和进展 就必须从法律和制度上 保证以国主权基金雇员能够合法而自由地 对假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情势展开调查研究 在实践中这一联系意味着 一方面主权基金不得不诉诸主权豁免来拒绝 向东道国政府报告某些重大投资行为的意图和进展 另一方面东道国不得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或者反经济间谍等名义来限制阻碍 或者拒绝他国主权基金对自身宏观 微观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 第二个挂钩 是各国市场对他国主权基金的透明度要求 应当与对私募资本对冲基金的透明度 要求保持大体一致 因为假如对主权基金要求过高 而对私募资本和对冲基金放任自留 那么会导致两类投资者之间 在市场上不公平竞争 所有违背市场公平自由原则的管制措施 最终都将被证明是费力而无效的 对主权基金不公平的过渡要求将迫使 逼迫主权基金避免介入此类市场 或者通过委托私募资本来间接进入 这些结果显然都不是管制者希望看到的 第三个挂钩 是应当将主权基金的透明度 同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和稳健性相挂钩 之所以要求这两者挂钩 是为了平衡两类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主流货币的发行国将自己的货币符号 作为他国的处置工具 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巨量的铸币税 假如他们不负责任的滥发和贬值自身货币 那么其行为等同于对他国财富的盗窃与掠夺 与之相联系的就是争论的第三方面 即美欧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是一种道义上的必须 是他们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特权的必要补偿和平衡 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贸易盈余国 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资源出口国 他们之所以在近年将部分的主权财富 从固定收益类资产转移到股权投资上来 就是因为美元的过度投放和持续放任贬值 违背了其作为主要储蓄货币的潜在义务 对此时任中投董事长的楼继伟同志 在博奥发言中也明确地指出 从原理上说 它就是现存货币中的一个必然产物 其实这是一个对现存国际货币制度不合理的自然反应 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 由于是在缺乏超国家法律保护的环境中投资 主权基金处于明显弱势地位 因而需要受到保护而不是质疑和歧视 所以在国际立法上首先要考虑的恰恰是如何保护资本的合理合法权益 而不是投资保护主义理念下的投资审查 如今欧美媒体将中俄的主权基金放在了一个肩负 举证责任的辩放位置上 这是一种荒唐的现象 是对国际法里常使的违背 也是对自身应付的国际责任的逃避 当前的谈判地位和可选策略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见到中国政府各部门在理念上 组织上舆论上 着手参与到这场至关重要的主权投资规则谈判中去 所能看到的仅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战 以一种被动的防守型的形式 零星地表达出中方的利益和情绪 比如楼继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 中投正积极地参加IMF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相关规则 设立工作但不当投 中投公司总经理曾经接受美国某知名媒体的专访 作为中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 他许诺中投将跟挪威一样透明 并且强调自己投资时将避凯那些引起安全和政治顾虑的企业 他在反弹中还谈到 国内有人主张中投公司应该站起来与不公平的规则抗争 而他本人不以为然 在商言商作为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 他想低调行事 悄悄地进村 打枪地不要 这种做法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他的这种被动妥协 以及他对IMF和OECD作为主权 国际主权投资规则制定的主体合法地位的质疑 都凸显出中方更高级政府部门的责任缺位 规则之争的重大战略任务 不是一个拿了2000亿美元在手的中投公司可以单独承担的 也不是掌握了4万亿美元资产的外管局可以包揽下来的 而是只能由更高的更高层决策者来亲自掌握 并且通过商务与外交等多个系统充分协调 才可能作为中投或者其他主权基金获得大大方方进村的权力 这场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的战争 争夺战已经打响 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在笔者看来 他对中国国运的意义堪比当年加入WTO的艰苦谈判 其影响也将像中国入世那样深远而宏大 他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大门 而是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空间 因此继奥运之后 中国应当将外事工作的重心放在参与制定全球投资规则 尤其是主权投资规则的重大课题上来 赢得这场战役将汇集未来树代人的繁荣与和平 反之输掉这场博弈或者是在规则制定阶段无所事事 则将埋下衰落和被剥夺的种子 2008年的大部分时候 如上文所描述规则制定斗争的局面有利于美欧 但是2008年年底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大大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全球资金链断裂 资金金融资产价格暴跌 市场极度动荡 美欧市场对金融资金的供给极度即可 在这种背景下再来挑剔投资者的背景和潜在的政治风险 已经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奢侈 于是形势对主权基金突然有利起来 在IMF和OECD搞的国际工作小组等机构中 主要的意图和关注的焦点也由原来对主权基金进行联合规制 悄悄演变为相对平衡的中间人立场 既要规范主权基金 又要防范投资保护主义 对于这种转变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 IMF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中投公司的楼继委 都分别公开谈及 楼继委说 本来西方希望给我们一个监管者 看我们旅行这个原则没有 最后大家说搞一个俱乐部 交流我们的看法 代表我们的利益 要和金融保护主义进行抗争 能够发生这些变化 也是因为危机出现了 突然发现我们是一只可爱的力量 这样一种转变固然多少有利于我们 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目前的态势 笔者认为不妨建用中国古人常用的 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逻辑来分析一下 因为掌握着重要资本市场的控制权 欧美各国的投资保护主义思潮和势力 占据了地利之变 他们利用这种优势以主其客 打算对外来主权资本加以限制 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突然出现 中国等国的主权基金占了天时之力 而这种天时之力暂时压倒 或者说对冲掉了美欧的地利之变 从长远来看 关键恐怕还是看人和 即谁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和组织方面 占有更大的影响力 因为最终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裁者的角色 目前来看 中国在国际舆论和国际组织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 在IMF、中美国和欧盟分别都有重大问题的否决权 而中国在其中的发言权与欧洲小国比例时相当 中国不是OECD成员国 一旦发现其他国家在投资开放的问题上 对己方不公 无法通过OECD管道要求仲裁和施压 到本书第一版写作为止 全球经济萧条仍未结束 对中国有利的天时因素仍然在发生作用 而一旦全球资本市场整体回暖 那么我们目前所享有的谈判地位将会消融于无形 而掌握了地利和人和的美欧国家 又可以从容地要求规范和限制主权基金的风险 一言以蔽之 目前在国际规则中 的平衡是脆弱的 要想从长远角度 有效维护中国主权基金发展的利益和空间 必须占及于人和的战略高度 也就是说 争夺在相关问题上的国际治理机构 和舆论塑造过程中的化语权 只有在认清了形式解决了自己组织机制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后 讨论具体的谈判策略才有意义 笔者认为应当采取若干切实措施来保障和放大我们限时有利在谈判中的价值 以下是笔者自己一些意见仅供读者参考 第一要尝试搞一个功能性的同盟 所谓功能性的同盟 就是要将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拉到一起 围绕主权投资规则 就是论事的表达 共同兴趣和观点 在此基础上 先头成立一个类似但是区别于IMF的国际主权 投资俱乐部 不妨命名为世界投资组织 由这个组织整合和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 这样一个俱乐部尽管首要功能是保护主权投资者的利益 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点 必须将眼光超越单边利益 并将其使命确定为领导一个全球性的投资自由化的进程 也就是说 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进来 每个成员国家既可以是主权投资者 又可以是投资接受者 成员国相互间开放绝大多数领域的资本投资 任何一个希望吸引该组织成员国的主权资本国家 都需要接受基本的义务和条件 在这些条件中 最核心的是保护产权 非歧视原则 以及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它本质上是一种集约化或者模块化的国家间主权投资协定 可以确保双方的合理利益 从而确保国际资本流动的畅通和全球资源配置的高效 绕开美国单方拥有否决权的IMF 也独立于中印等国不在其中的OECD 转而用这个WIO来作为制定国际规则的平台 才可能获得相对公平的结果 第二 如果说第一种措施是要团结新加坡 阿联酋等拥有大量资本的依附性小国的话 那么我们建议的第二种措施 是针对急需外来投资的发展中小国的 同非洲拉美的小国分别签订主权投资协定 其作用是塑造有利于我们的国际惯例 随着广大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 投资于其中的经济可行性将大大强于从前 尤其是以主权基金俱乐部的方式 去扶持若干小国的资本市场发展 那么投资所命令的政策和政治风险将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三 不妨在世界范围举办若干次大型研讨会 资助各国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 探讨全球主权基金投资规则 围绕投资保护主义的代价与后果 主权投资的合理权益和作用 以及投资目的国的合理关切等课题 展开充分的研究和辩论 从而为我们的利益和立场账目 第四 假如能将其他几大主权基金团结到一起 那么其总体规模就足以 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谈判财政和货币政策 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局部风向 尤其是当美欧资本市场出现整体性恐慌 从而急需外来资本拯救时 WIO代表各大主权基金主持谈判 那么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有利于资本方的共同 国际共同规则 国际投资法与中国的选择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企业要走出国门实现跨国经营 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投资自由和投资安全的问题 这需要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议来实现 国际投资协议既有多边的又有地区性的 也有双边条约式的 本节将探讨中国资本输出所面临的国际法律环境 以及我们未来在这方面的政策选择 多边国际投资法的尝试与失败 通过WTO的规范和约束 商品和服务如今可以基本自由地跨越国界流动 但资本的流动还缺乏一个类似的多边国际法体系的保障 WTO中有那么几个与国际投资有关的协议 比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等 但他们的效能和资本自由流动所需的国际法保障相去甚远 为了达成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条约 发达国家花了不少力气 比如在乌拉圭回合中 1999年西雅图部长会议上 2003年坎坤部长会议上 美欧日等国都极力将多边投资议题纳入WTO框架内 但是在人多事重的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反对下 全部无果而终 在对外国投资的保护和自由化问题上 南北矛盾或者说是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和外围之间的矛盾 体现得特别明显 资本输出国主要是发达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是资本输入国 发展中国家很想得到西方的直接投资 以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 但是又很不愿意承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高度的保护 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减损和未来政策选择空间的限制 在一些左翼政府和理论家的倡导下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团结一致的反对 西方资本主义试图用国际法为其资本输出保驾护航的图谋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阻挠 全球性综合性的多边条约总是谈不成 怎么办 富国们就打算把发展中国家先撇一边 关起门来自己搞 毕竟国际直接投资中八成以上是在富国间流动的 要是哪个发展中国家脑子开窍了想加入 那么它可以在额外谈判单独加入进来 在这个思路下 经合组织OECD的29个国家 于1995年开始围绕多边投资协定 MAI进行了总共历时三年半的谈判 其目标有三个 第一提供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则 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 并享受稳定的前后一致的投资待遇 第二设定高标准自由化的投资保护 第三规定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以确保缔约方间的义务和投资者的 与东道国之间的义务得到遵守 也就是让外国企业可以状告东道国政府违约 MAI谈了三年半最终也失败了 这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不无关系 而金河组织一开始定的调子过高 导致去取高贺寡 各国之间分歧严重 以及OECD多边投资条约谈判的组织形式不透明 也都导致了MAI的最终流产 既然全球性的不容易谈成 那么能否先搞地区性的国际投资法 在地区一体化的条约 比如自由贸易区条约中 把资本自由流入 把资本自由流动 纳入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框架之下 这对于体系中央国家来说 是一个比较高明且有效的招数 你想和我搞自由贸易 那就得承诺保护我的投资 在这种捆绑策略下 一些发展中国家就犯了 比如在美加墨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和美国同新加坡等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 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法保障就成功地实现了 这里边有个溢出效应 已经同发达国家签订了高标准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 如墨西哥和新加坡 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要求沿用此前 同美国签订的那种高标准的格式 什么道理呢 由于别国投资者可以借助最惠国待遇的逻辑 要求自动享受与美国投资者一样的法理待遇 所以即便双方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保障程度较低 墨西哥或者新加坡 所要实际面对的对外承诺实际上是高的 正因为如此 从美国那里接受了资本流动自由原则的国家 也总是希望别的所有国家都接受同样的原则 这样他才不会相对吃亏 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最近20年间各国间的双边投资条约签订数量和对外国资本保护程度都大大提高 美国版本在迅速扩散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到2001年年底 全球已经有2833个双边投资条约 其中越来越多的条约是以美国范本中的基本标准作为参照对象的 关键问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 二是征收条款和例外 三是投资者数东道国机制 以前的国民待遇是指投资之后 但是一开始允许投资本国市场则是需要东道国政府批准的 一旦外资享有准入前国民待遇 那就意味着外资在开业和并购时的市场准入上与本国公民无印 征收是主权政府对内主权的一部分 但它是有条件的 必须是出于公益和非歧视性的 而且按照美国人的赫尔规则 东道国政府对外资实施征收 或者相当于征收效果的其他政策后 必须给予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 投资者由于东道国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违约而遭受损失 可以在世界银行下设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起诉东道国政府 这一程序性规定意味着外资在东道国政府的权利面前 至少不落下风 当然从法理上东道国手中还是有几个安全阀门的 因为ICSID公约在争议解决问题上 授予东道国四个权利 逐案书面同意权 当地救济优先权 东道国法律适用权 重大安全例外 一国在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时候保留这四个权利 就可以避免陷入阿根廷现金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 阿根廷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右转 草率地签订了一系列高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 如今政策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伤害到外资的潜在利益 结果频频被外资告到ICSID罚了数十亿美元 中国的利益和立场 中国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双重身份中 一方面我们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这要求我们在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尽可能保留主权 从而保留未来政策调整空间 另一方面 我们正在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大国 这就要求通过高标准的国际协议来确保投资安全与自由 从存量来看 中国吸收外资的规模远远大于我们对外直接投资 但是就增量来看 我们对外投资的规模正在迅速超过来华外资规模 就目前而言 两者之间轻重权衡还暂时很难说 但是在未来的十年间 这种身份的转变必然会完成或者基本完成 中国将从2020年之前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本输出大国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在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中的基本利益和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 中国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所签订的或者更新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采纳了类似于美式范本的高标准投资保护条款 对此国际经济的老专家陈安教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思路 我们的外资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所以跟他们签订的协议尽可能应当尽可能采用低标准 这样他们比较难告到中国 我们对外投资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原料生产国 而这些国家的本土法律体系不健全 所以应该跟他们签订类似于美国模板的投资保护协定 一有问题直接去ICSID解决 而不是在当地的法院 两类协议之间的自动联系机制 在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 那么我们切断这个自动联系的办法就是 在与发达国家签的投资条约中 明文排除和限制MFN条款在争端程序中的适用 依靠这种差别化的互惠标准 中国既可以较好地保护自己的资本输出 又可以在国内保留对外资的政策调整空间 而在反思市场换技术与三外路线的大背景中 这样的政策自由显得尤为必要 当然从长期来看 如何通过国际法来为中国未来的主权资本 对外输出和对外控股铺平道路 是非常值得国际经济法学者们研究的事情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那样 中国主权资本从规模上看 足以控制当今世界上跨国公司的全球500强或者1000强 但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控股过程 总是要受到这些跨国公司母国法律法规的审查 和政治动向的影响 通过用贸易捆绑股权 用市场准入权 优先权换股权 用政府采购换股权 以及用股权换股权的政策策略 可以为各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提供足够的激励 让他们乐于向中方主权资本敞开大门 但上述换法往往于 英美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所倡导的非歧视性原则 国民代言原则 普遍制原则等国际经济法原则相矛盾 这样一种矛盾源于双方各自的国内体制差异 在英美体制下 是社会尤其是其中的财富精英拥有国家机器 而在中国的国内体制中 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拥有整个社会 国家机器创造了财富精英 在英美主导世界秩序的时候 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国民代言原则 等以市场压倒国家的法理逻辑 成为国际化、全球化的主流趋势 但是当中国崛起参与主导世界事务的时候 从中国的利益和体制特点出发 会要求将国家高于社会、国家高于市场的基本理念 带入国际法中间去 具体到这里所说的是主权资本输出问题 如果完全接受和遵守英美所倡导的 自由贸易和非歧视原则 恐怕就很难用我们对国内市场控制力 迫使跨国公司引入中国资本 从而也就很难让中国政府成为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的实际控股人 这里涉及一个对当代国际经济法基本理念 及其发展方向的改造和修正问题 有些国际法专业的研究人士可能会认为 规则和趋势的设定者 或者至少参与 思考何种国际法逻辑 对我们有利如何在国际上引进并推广我们所偏好的原则和模式 而不是单单集现在全市论证和整理现存的国际法条文体系中 第九章超越能源安全 无论是从人均角度看 还是从未来前景看 中国都缺能源 也难以确保自身能源的供给安全 价格安全与运输安全 这是事实 但是这一事实 本不应该成为国际能源炒家剥削中国的由头 现实态势却令人难以乐观 事实的另一个方面是 高油价也许并非坏时 放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背景中看 中国的进口量远远小于体系中央国家 如果把油价作为撬动体系中央的财富 流向边缘的杠杆 那么不但可以通过对边缘国家的出口把钱赚回来 还可以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全球战略平衡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本章定名为超越能源安全 因为只有跳出有人刻意营造的恐慌情绪 跳出那些直接的局部的利益得失 才可能冷静全面辩证地看待能源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含义 能源问题的若干基本常识 要理解能源问题 至少需要掌握以下若干要点 第一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在地域分布上严重失衡 这一点无论是在全世界还是在中国国内都是如此 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能源资源分布极不平衡 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 石油资源各大洲都有分布 但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及其他少数国家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国家石油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占世界总量的75%左右 其中仅中东地区国家便占60%以上 按国别看 可采储量前十位的国家占世界总量的82.6% 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俄罗斯和中亚地区 其中俄罗斯、伊朗、卡塔尔三个国家的天然气储量 便占了世界总量的55.7% 而在能源的消费方面 全球体系中央与准中央国家不到10亿的人口消费着 世界上大多数能源供给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过程中 形成了高消耗的产业用能 交通用能和建筑物用能体系 以2006年的数字来看 金河组织国家的能源消费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51% 人均能源消费量为中国的3.6倍 人均能源消费量最高的国家是美国 达到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6倍 而同期非洲国家的人均消费量是为中国的27% 可以说人均能源消费同各国实际生活水准密切相关 体系中央国家的富裕关键就体现在人均能源占有和消费上的巨大优势 但是从能源消费的增长情况看 发达国家已经处于能源消费的缓慢增长期 发展中国家被摆脱贫穷和落后 正致力于加快经济发展 其能源消费的增长也在加快 第二 能源结构正在走向多元化 但化石能源仍然是消费主体 2008年 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减缓 为112.95亿吨油当量 较2007年增长1.4% 其构成仍以石油为主 占一次能源总量的34.8% 其次为煤炭和天然气 分别占一次能源总量的29.2%和24.1% 核电占5.5% 水电占6.4% 但是在中国 最主要的能源供应来自煤炭 其次才是石油和天然气 这主要是由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 中国人均占有资源水平如图9-1所示 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都是不可再生能源 而且其开采和使用 对环境尤其是气候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世界主要国家都在积极投资从事新能源的开发和研究 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都是各国政策鼓励和引导的重点 替代新能源 但是生产成本目前还普遍高于化石能源 在某些具有巨大潜力的能源选项上 比如核聚变发电 技术的成熟性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正是由于成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 非化石能源大规模替代化石能源的路还很长 预计在2030年前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能源仍将是世界的主流能源 第三、能源是世界上贸易规模最大的大宗商品 是全球财富分配的重要杠杆 2008年化石能源贸易的总金额达到了近2万亿美元 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的18%左右 远大于其他各种大宗商品的交易规模 如果加上以能源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那么由能源价格所带动的全球资金流动和财富分配向影 对于当今世界的财富和力量格局影响非常重大 体系中央国家、美、日、欧、加上外围工业国、中国、印度、韩国等 每年从中东拉美、非洲和俄罗斯以及中亚等地区进口 约27亿吨石油 其中有20亿吨为原油 世界主要石油进出口国和地区 2017年石油进出口情况如表9-1所示 第四 正是由于能源的采决和贸易所联系的巨大财富 能源问题被高度的政治化 能源的政治经济影响 即包括对许多能源出口国的资源诅咒效应 也包括能源带来的冲突和战乱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世界石油市场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 一些石油输出国与消费国以及多种国际势力相互博弈 非供求因素对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中东等油气资源负集的地区 受到一些国际政治、军事、经济事件的影响 导致正常的油气贸易和投资活动 受到较大的限制和干扰 许多邻国间本来能够相安无事 一旦在边界处发现了油气资源 双方便兵戎相见 许多小国本来可以正常发展 一旦发现油气资源 外部势力的插手和内部治理的腐败 很容易改变其国内政治经济体制 在国内政治中 容易诱发产油区和非产油区之间的冲突 在经济上 亦对各种制造业和种植业产生严重的排挤效应 使本国经济结构单一化 因而 在面对能源价格波动时 他们的宏观经济抗风险能力下降 出于对各自能源安全的焦虑 围绕主要能源产地和运输要道的控制权 大国间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由此而导致能源产地的地缘政治演变更负动能 更具风险 而跨国石油公司和若干产油大国 有时也乐于见到某些产油或者能源输出要道出现紧张的局面 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在不降低自身产量的前提下 推高能源价格 石油金融衍生品的发达 为这样一种牟利机制提供了快速通道 一个产油小国的冲突和厄运 可以迅速地演变为能源投机集团账户上的暴力 所有这些全球性的政治经济联动机制 都导致了这样的现实 不少产油国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石油输出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越大 越容易陷入混乱冲突和战争 中国的能源安全 何谓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是指的能源的安全供应 即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充分稳定经济地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能源 国家能源安全主要是针对能源供应中的风险而言的 也就是说由于出现能源供应中的突然中断或者短缺 所造成的可能的经济损失 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混乱和政治动乱的安全威胁 近年来随着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 能源的生产和使用环节中可能产生的 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安全威胁 比如说对环境和气候的破坏 也被纳入到能源安全的范畴中来 对于中国而言 能源安全可以分解为四个环节 一是能源供给安全 二是能源价格安全 三是能源运输安全 四是能源消费安全 能源供给安全是指是否能够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供给 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非常快 这与中国当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关系非常密切 从世界经济史的普遍经验来看 一国在工业化过程中 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量通常消耗多于1%的能源 也就是所谓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 中国在2009年前后仍然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 所以能源消费的高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 而本土的能源生产显然不足以满足这些高速增长的需求 尤其是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更是严重的依赖进口 如何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增长 找到足够多的能源 近现代世界史上 大体有两类解决模式 分别为市场手段和政治手段 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能源供给问题 就是发展和维护一个国际性的能源市场 生产方和消费方 在这个市场中进行无差别的交易 从而让价高者得成为能源分配中的基本逻辑 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能源供给 就是工业化大国输出其政治和军事影响力 控制某些重要的能源供给地区 在各自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内 垄断能源的生产和消费 前者显然代表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趋势 而后者则让我们想起 19世纪大国争霸的历史悲剧 在当今我们所处的世界能源环境中 不难发现上述两类手段同时存在 一方面世界能源市场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之间 解决其能源外部供需的主要途径 另一方面为了控制和争夺能源 爆发了多次局部战争 能源资产往往由于其战略性 而被划分为非卖品 有些时候出高价者未必能够得到自己所需的能源 因此中国要确保自身的外部能源供给 就必须同时使用市场和政治两种手段 能源价格安全是指价格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而不一定是指的价廉 当能源价格巨幅波动时 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生产相应的大幅波动 而在经济学上风险的本质就是指的波动性 波动性给宏观和微观经济带来的危害 已经在各个领域都得到承认 对于中国这样的能源进口国来说 价格剧烈波动会带来麻烦 但是廉价能源未必是好事 因为能源价格与整体收益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远不是通常想象的越便宜越好 关于这一点 我们将在下文展开较为详细的讨论 能源运输安全是指如何确保能源 从外部安全地运送到中国 中国主要从中东和非洲进口油气资源 而这些油气资源的运输 必然途径若干战略性关键地区 比如说印度洋西部 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在和平时期 对中国油气运输的威胁 主要来自某些地区猖狂的海盗行为 但从总体上来看 海盗对油气的运输 油气运输的威胁 毕竟还是界限之极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 在战争时期 中国的能源进口运输 被敌对国家武装力量阻击 甚至彻底截断 其中马六甲海峡 是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于是就有了所谓马六甲困局 一说 中国的战略家们设计了若干方案 以化解和控制能源运输风险 其中包括 在缅甸或巴基斯坦修建港口 并有油管或者铁路 将它们与中国的云南 或者新疆地区连接起来 或者在泰国 克拉地峡 开挖运河 从而绕过马六甲海峡 能源消费安全 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能源 尤其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费 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最近国际上讨论最多的是 对环境和气候的危害 气候变迁的潜在代价 必然需要全人类来承受 另一方面 为了控制能源消耗的环境代价 欧盟国家 以及日本等候工业国家 杰利主张通过国际条约 来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其后果是直接影响到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成本 从人均数量来看 中国享有的合法的消费能源的权利 将远远小于美国、欧洲和日本 这就相当于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相对落后通过国际法锁定和固化下来 显然无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 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 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 中国能源安全的确存在某些风险和挑战 但是考察当今中国的能源政策 可以发现中国能源安全这个概念 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被某些人有意识地泛化和夸大 被特殊利益绑架了的能源安全 中国能源供给缺口 是最常见的夸大之处 从整体供求来看 全球能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并不大 甚至在某些时候是供大于求 世界能源市场总的来看 还是能正常运转的 出于经济性考虑 中国尤其在海外采掘的石油 会卖给美国、欧洲和日本 反之亦然 中海油收购 优尼科的失败案例中 所体现的排他性和差别待遇 仅仅是在某些特殊背景和特例中出现 过去数年中 能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本身 主要不是能源供需缺口导致的 而是大规模的流动性泛滥 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普遍担忧所导致的 在国际市场上 许多跨国油商和金融投机势力都非常乐于宣传中国能源威胁问题 强调中国对进口油气资源的巨大胃口将导致全球能源供求失衡 但事实上根据BP能源统计 2008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仅占全球贸易量的8% 与韩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进口量在同一个级别上 而少于日本和美国 在过去油价持续上涨的十年间 美国的需求增长占到了全球需求增长的30% 这才是造成全球原油市场供不应求的真正原因 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需求增长 与之相比都是次要的因素 另一个常被夸大的地方就是能源运输的安全问题 马六甲海峡真的那么重要吗? 在离马六甲海峡数百里的地方 有迅他海峡和龙木海峡可以作为替代性的运输路线 如果马六甲海峡被封锁 那么前往中国的邮轮绕行 这两个海峡所带来的成本上升 分摊到每桶原油的成本 不会多于总体运输成本的10% 而在中国 同某个海洋大国或者多国同盟 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场景下 马六甲海峡与其他各种替代运输方案 同样没有异议 因为在数千海里的路程中 在某个地点用潜艇和导弹袭击一个石油运输队 比起保护它安全航行至中国 不但容易得多 而且成本也低得多 在发生重大军事冲突那样的极端场景中 中国的石油安全概念必然已经恢复到它 最狭义的含义中来 那就是为军事和准军事用途 确保足够的汽油和柴油供给 而这在中国的国情下根本不是问题 只需要一个动员令 所有的私家车不得上路 便基本可以确保这种极端情况下的 狭义石油安全的保障 高油价有利于中国崛起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个石油净进口国 而且进口量不小 作为买方尽可能压低 进口价格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利益所在 但是在本节中 笔者想阐述一种相反的主张 高油价反而更有利于中国的崛起 为了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最大化 中国在适当的时候有必要托起石油价格 自2008年夏季之后 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资源市场价格 大幅急跌 短短半年 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143美元下跌到最低每桶35美元上下 众多国内学者为此感到高兴 因为在石油市场上持续十年的逼空 大涨之痛之后 作为石油净进口国的中国 在油价下跌后可以节省不少外汇 而且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意味着冲货膨胀的压力大大减轻 刺激经济的各种政策空间由此打开 但是如果我们超越单纯的经济视角 而是从世界的全局和政治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问题 就应当意识到能源价格的暴跌 对我们的危害甚至还大于能源价格的长期上涨 中国有必要将石油价格稳定在60到70美元一线 我们先来算一笔战略账 然后再算一笔经济账 最后讨论国际形象问题 较高油价可以维持 有利于中国的全球战略平衡 在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内 石油价格保持一定高位 有利于营造和维持 一个与我有利宽松的全球战略环境 考虑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有能力 扭转中国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唯一外部力量 考虑到我们自身在多个方面存在着重大的脆弱性 要想在战略机遇期内保持和平与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就必须确保这样一个现状 即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无法集中足够的力量 意志和盟友资源来对华实施战略摊牌 2001年以来 中国的国际环境之所以能够大体保持平稳和宽松 全球战略地位之所以较之前有所改善 除了我们自己的政策正确得力之外 也必须归因于有多个大中型国家和政治组织 从各自所在的地区向美元霸权发起挑战 其中包括俄罗斯、伊朗、维洛瑞拉 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反美政治势力 正是由于他们的反美政策和行动 分散了美国的政治、京市、军事实力 美国的力量才无法及时有效地转移到东亚来 这些对美国而言的麻烦制造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的财政力量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源自能源市场 能源价格越高 他们就越有力量为美国及其盟友制造更多的麻烦 以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例 他们之所以能够稳居高位 是靠着这一系列政策 用财政资金大量补贴底层民众的生活 住房、医疗和公交都给予大额补助 有了中下层民众的选票 就不怕得罪占少数的商业阶级 加强军方采购 并给予军人不错的待遇 以此换取他们的忠诚 还给邻国不少援助 以此营造一个有力的周边环境 有了这些支持就能维持本国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但是所有这些政策都需要钱 钱从哪里来 很多国家主要就是靠将油气田国有化 或者变相国有化 在一个石油大牛市中高价出售获利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 维雷瑞娜和伊朗在2008年的财政预算平衡 是基于全年石油平均价格不低于 每桶95美元的假设基础上 俄罗斯较为保守 把预算平衡定在70美元左右 这意味着能源价格暴跌之后 假如行情持续低迷 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面临巨大的财政困境 最终将导致其先有政府或者政策出现重大的变动 其后果是美国的全球力量配置的中心 将加速向东亚转移 换言之 假如我们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支撑石油价格 那么我们在未来的数年后 可能不得不面对非常被动的外部战略压力 届时即便主动对美大幅诉讼利益 也难以抵消这种战略压力 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 这实现都将受到严重的危害 所以通过拖住油价来确保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倒台 确保这些政府的民粹主义反美主义政策不改变 符合中国的全局性战略性战略需要 那么要抬高并拖住石油价格 中国将承担多大的成本呢 以英国石油公司所统计的2007年全球石油的进出口情况来看 世界进出口总量达到了27亿吨 即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的进出口 之河便达到了14.2亿吨 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2.4% 而中国进进口只有1.83亿吨 仅占全球贸易总量的6.78% 假如中国建筑其市场能力油价每桶抬高20美元 我们多支付大约370亿美元 而其他石油进口国必须多支付约5000亿美元 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多支付2800多亿美元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 能源价格是当今世界财富转移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 这样一个杠杆可以为我们的整体大战略所用 抬高油价可以迫使财富从能源进口大国 向能源出口大国大幅流动 也就是从体系中央向体系外围流动 在我们撬动所有这些石油财富改流中 大约22%及1200亿美元流向俄罗斯 委内瑞拉和伊朗三国 也就是说我们的370亿美元付出 将导致上述三国从石油市场 尤其是美、日、欧多获得约1200亿美元 进而迫使美国及其盟友 拿出更多的战略和外交资源来对付这些麻烦制造者 这1200亿美元还仅仅是流向三个国家的石油资金 如果算上阿拉伯国家 再算上流向这些国家的天然气贸易的资金 那么中国多付出的370亿美元 撬动全球财富流动的规模将是非常可观的 在流向上也非常具有战略意义 托举油价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 第一笔经济账 油价维持着较高位置 有利于中国扩大对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和投资 让我们将托市成本赚回来 中国额外付出的370亿美元中 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流回来 那就是对外围能源出口国的工业品出口量扩大 绝大部分的资源出口国都不是工业化国家 其中不少的国家的人均财富量还是比较低的 对于这些国家的人口而言 为改善生活质量采购工业制成品 或者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外包时 他们关注价格甚于品牌和品质 对于这些国家的市场而言 中国的工业制成品显然比欧洲日本的同类产品更加实惠 更加普及中国工程队的报价和速度显然 也比其他地区的同行更有竞争力 在世界的中央和外围关系中 中央国家人口少但是消费能力强 外围人口多但是消费能力弱 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 目前主要依赖体系中央和准中央的国家 慷慨消费 并且面对不断高升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 和其他工业国的竞争 中央国家的市场已经比较饱和 假如通过能源资源价格 将中央国家的一部分财富挤出到外围国家 由外围国家来消费 那么对于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推动作用 将是非常可观的 从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 2008年前三季度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 中国的出口增长明显减速 主要受累于美国和西欧消费能力的下降 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长仍然非常迅猛 对于主要产油国的出口增速 更是高于平均增速一倍以上 其中对于非洲出口增速为40% 这些体系外围国家对中国商品和劳务的采购能力的最主要的限制 就是他们自身的支付能力 能源资源价格越高 他们手中的现金就越充裕 用于采购中国商品的支付能力变越强 石油价格每桶抬高20美元 意味着非洲大陆每年多收入5000亿500亿美元 中东多收入1400亿美元 由于这些地区与中国贸易存在着 越来越明显的垂直分工关系 中国工业品和工程承包行业 在这些地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所以以370亿美元的投入 大部分可以从对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出口增量中补回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对体系中央国家的出口 主要是由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 而对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 则是主要是中国国有和民营资本实施的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给中国政府和国民留下的财富增扎值比例非常低 通常只有整个销售额的8%上下 而对外围国家的一般贸易中 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是实实在在的 它对于中国国内财富的积累的贡献率远远高于加工贸易 而且通过能源价格杠杆来实现对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加速 是利用外围储备刺激中国本土经济增长的一种可选方案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如何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成为决策者 和学者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有些经济学家甚至主张将外储的美元发给全中国人民 让他们消费 以此来刺激经济 闹出了经济学家不懂货币银行学的笑话 类似的还有英国金融时报的主编 在他采访前总理温家宝时 也在这个外汇内用的问题上产生了误解 导致众多媒体以讹传讹 外汇储备必须用在国外 这是当前中国的货币主权和经济一型模式所决定的 从外汇储备中拨出一部分美元来 利用能源价格杠杆撬动全球财富流向外围 然后通过对外围的出口拉动国内的经济增长 这也许是外储内用的一种解决之道 第二笔经济账 适度托举油价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定价权 义务总是和权力挂钩 既然我们单方面提供了不限量保价承诺这样一种全球公共产品 那么中国理应获得相应的优惠权利 比如可以要求主要石油生产国与我们签订长期限价合同 在为未来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至100美元以上时 中国有权以固定价格来购买特定数量的石油 这样一种保价与限购采购期权挂钩的协议可以增强 中国应对未来油价再次爆发适应上涨风险的能力 另外在油价低迷的时候 中国的不限量采购导致我们手中获得较大量的石油储备 这种储备规模可以让我们在能源价格上升周期周 拥有较多的周旋余地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来遏制和暂时平抑国际金融资本 在原油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在过去几年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中 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们之所以敢于放手做多能源资源期货 是因为看到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强劲增长 而这些新兴经济体手中又没有多少储备 以供回避高价之用 所以无论价格高到何种地步 最终都会被迫使新兴经济体部分买单 中国手上拥有巨量的石油储备之后 在价格投机性暴涨之后 可以选择动用储备 从而避免为投资基金所绑架和逼空 考虑到这一前景 金融投资基本资本 必将在建入能源期货市场时趋于谨慎 上述两种机制都将有助于增强 中国在能源市场上的话语权 最后从长远来看 保持高油价有利于加速新能源技术的进步 从而从在20年或者30年后 全球能源供给和消费大格局能有根本的改观 如果30年后全球体系中央国家对外围国家的能源依赖 依然像今天这样的严重甚至更糟 那么那时的中国可能比今天的美国更麻烦 新能源技术 所能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基本的生活面貌 还有地缘政治关系中的能源因素 问题在于从研发投入到研究成功 再到产出之间有一个较长的实质问题 技术的发展在一开始可能并不产生多少革命性的变化 只有当它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整个产业链建立起来之后 某种新技术的能源生产成本才一下子具有市场竞争力 能源应用格局因此 因而会出现一个全面的突变 目前在新能源方面的技术研发和生产投资 基本上都还没有独立的盈利能力 必须依靠各国政府的补贴、优惠 或者基于未来的美好前景 从而从资本市场不断融资 以维系其运营 稳定在高位运行的能源价格 有利于鼓励和稳定 对各类新能源技术的投资 从而加速相关技术的进步 增大全球能源格局的突变 提前到来的概率 运凭能源价格波动 与大国国际责任 公开托举石油价格 可以作为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 应对资源诅咒的问题的主要政策手段 对我们的国际形象和实际利益都有帮助 资源诅咒的成因是复杂的 除西方所重视和宣传的政治原因外 自然资源采决业本身具有市场系统风险性 放大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源 当某种自然资源价格大幅提升 逐利本能驱使资源负极国 国内大量的资本人力都流向该国的勘测 采决运输加工和出口的产业链条 从而形成对该国其他行业的抽空和瓦解作用 形成资源源对其他行业 尤其是制造业的排挤效应 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行业如果比较单一 就如同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 它所具备的抗风险能力也就比较弱 而资源价格的周期性波动 通过这种依赖度集中而放大 为整个经济的巨幅波动 当资源业获得获利丰厚时 政府大幅增加经济、社会、外交和安全各方面的支出 而当资源价格持续低迷 就有外部关系的动荡 从这种机制来看 要应对资源诅咒问题 就应该设法运凭或者减缓资源行业的 周期性波动 中国提出保驾承诺 将有助于减缓全球经济低迷和行业衰退 给资源富济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从而大大的有助于减少资源诅咒造成的潜在伤害 这样一种负责任的目光长远的对外经济政策 既不违背我们的不干涉原则 又能有效地帮助资源富济国发展中国家 更有力地驳斥西方对中国的抹黑 中国所提供的这种解决手段 具有利他主义的价值关怀 可以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很大的声望 可以作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的重要具体政策内容 拖住石油价格政策的实施 可能会面临能源进进口国的反弹 对于这种反弹 我们应当用运品波动鼓励投资 增加供给 降低长期均价的道理 来为自己的政策做解释 并用应对资源诅咒的中国药方 来增强其道义色彩 我们尤其应当宣布 非骑士不限量保价收购的原则 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 拖式导致多买的石油如何储存 其实不必过滤 一个是我们新建的战略储备基地 已经竣工 可以吸纳一部分油储 二是中国根本 不会在短时间内买得很多石油 因为市场上本来就不存在多少过量的石油供给 一旦中国承诺公开采购 那么全球市场的参与各方都将改变预期 价格自然趋稳 综上所述 我们应当在适当的时候 对全球原油出口商 提出非骑士性的 不限量的 长期有效的保价收购承诺 以此撬动全球财富和全市转移的格局与趋势 并用运贫价格波动的商业和道义价值 来向国际社会解释我们的政策的合理性 至于在何种价位托市 需要平衡各个方面的考虑 考虑到目前的石油主要的石油供应国的边际成本和预算平衡线 也考虑到石油国内石油石化企业的经营状况 比者认为是60到80美元比较恰当 第十章 原材料市场中国的定价权 在粮食矿石等各类战略性商品市场中 掌握或者分享定价权是作为体系中央国家的关键特权 中国必须使用各种手段来争夺和保有尽可能多的定价权 这是我们崛起的重要步骤 掌握和扩大定价权的路径可能有以下三个 一是通过调整自身的内部市场结构 突出发展自身特色产业 从而增强自己在价格谈判中的地位 二是利用自己在资金上的资金规模和市场规模 使自己对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力最大化 三是在金融和商品市场的建设上加大力度 力争把全球商品的集散与交易中心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市场和国家 自身利益与全球体系利益 自力更生与利用外部资源等多组矛盾时 做到统筹坚固 高瞻远瞩 原材料市场的三个关键问题 本章我们将探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原材料 一称大宗商品的问题 包括粮食、铁矿和稀土等具有代表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原材料 它们是中国建设工业化经济的基础 在我们具体的讨论各个品种的原材料市场之前 应当先用哲理和战略眼光思考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结构与定价权的问题 经济学的教科书告诉我们 在市场参与者之间 大与小的差别是 前者参与价格设定 而后者是价格的接受者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现实则是 即便我们在生产规模或者消费规模上 占有世界上的最大份额 假如国内市场结构是分散甚至无序的 那么我们在国际上也仍然没有定价权 只能成为他人共谋剥削的对象 对中国国内市场秩序的整顿和整合 将在短时间内扭转中国在相关资源的进出口谈判中的地位 让价格出现有利于我们的明显变动 这样相关行业的整体资本收益率都会大大提高 由国家主导的这种整顿和整合 必然是以限制内部竞争 提高市场准入 改变行业内企业间互相互互动逻辑为基本指向的 其合理性在于用国内的联动协作 对付国际上的跨国公司的联合垄断 但是从长期来看 无论如何都会影响整个行业的效率和质量 因此在设计和操作这种政策转型 与市场重构的时候 主事者有必要兼顾这两方面的考量 由此而引发的第二个问题 在全球资源市场上 资源的配置到底应以价格为杠杆 还是以权力为杠杆 异国政府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中 到底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经济学教科书所设定的开放市场环境下 以价格为杠杆配置资源 可以让经济效率和整体福利最大化 但是现实情况是 当前的国际市场并非充分开放 能源、粮食等战略物资 事关各国的国家安全 因此这些市场经常被主权国家的边界所分割 在国际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中 同时存在两大类资源的配置手段 一类是价格,另一类是权利 面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 中国的策略应当是知其白,守其黑 即用现实主义的手段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并用理想主义的胸怀去努力推动全球市场体系更加开放和自由 第三个问题是资源、能源同金融与货币问题的关系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活跃的大宗商品期货市场 那么该国在争夺相关商品的全球竞价权时 便获得了不可小事的技术性便利 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低法制程度 限制了商品期货市场的效率与功能 此外,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谈到的那样 人民币争夺全球主流地位的过程中 也许有必要采取先挂钩后脱钩的政策 挂钩的对象则是我们掌握或者部分掌握定价权的若干类商品 其中能源和原材料是重点 而一旦将货币和储备等金融手段 统原材料和能源相联系起来 那么其价格形成机制和利益分配格局将会大不相同 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 粮食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政治经济特性 之所以将粮食放在其他原材料之前讨论 是因为它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 都有不同于其他商品的重要特性 因而堪称最具战略色彩的物资 在经济学上我们都知道粮食作为一种商品 它的价格弹性特别小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 再小的供给缺口都会导致粮食价格迅速翻倍 再小的供给过剩都会导致价格暴跌 这种特性一方面源于人们对粮食需求的刚性 因为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吃足够的粮食或者从粮食中生产出来的食品 另一方面它也是同粮食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有关 只有到了季节才能生产 而它的储存又受到库容保质期和储存成本的限制 需求的刚性和生产的周期性是粮食价格供给弹性小于其他商品的主要原因 古人说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在政治上粮食供应充足是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政权巩固的基本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 粮食的战略意义甚至比石油更重要 在春秋战国时期 甚至还有直接以粮食供需为战略手段 兵不雪刃的拿下邻国的案例 春秋时期著名战略家管仲 为使齐国和平崛起 曾人为操纵丝织品 麋鹿和胡皮等商品的价格 引诱周边诸侯国农民放弃粮食生产 转而从事上述副业 然后似时机成熟后 突然制造局部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 迫使对手投降归顺 这便是历史上的 芙婆祥鲁 买路至楚和胡皮得代等典故的来历 在此后的2000多年历史上 粮食问题曾多次被作为 不同政治间殊死博弈的战略杠杆 比如袁墨朱燕章提出 高筑强 广积粮 缓称王方针 粮食积累便被作为 其统一战争中的大战略的重要内容 而现代国际关系史上 粮食也被反复地作为战略杠杆来使用 尤其以美国对外政策为甚 美国曾用粮食援助 交换许多小国的友谊 也以粮食制裁和禁运作为手段 对印度和苏联等国施压 回到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上来 21世纪的体系中央国家 如何利用粮食手段整合体系外围小国 农业补贴加粮食自由贸易政策 是其政策的核心内容 体系中央国家通过花费大量的财政 资源补贴本国农产品价格 并大力鼓吹粮食自由贸易 以劝诱和逼迫外围小国 进口其低价粮食 逐步将其各国内部的粮食生产商 挤出市场 最终形成这样的分工 外围小国从美国及其盟友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欧洲进口粮食 自己则专门生产某种经济作物 比如说香蕉 椰子 苹果 烟草等 从短期的财务收益来看 外围国家似乎是占了便宜 美国财政提供的农业补贴 导致这些国家进口的 美国农产品价格低 而自己出口到美国的经济作物 可以卖得比粮食价格高 套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 国家间分工带来了 双方各自的福利增长 常态下这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恰恰出在非常态的时候 比如2007到2008年间 由于西方国家把粮食大量用于提纯 以纯燃料而导致全球粮食供应出现短缺 加上全球流动性泛滥背景下 国际热钱大炒农产品期货 全球粮油价格暴涨 一切放弃了本土粮食生产 转而生产专业经济作物的国家 深受其害 据国际粮农组织的数据 到2008年上半年全球 至少有36个国家都面临粮食危机 其中情况最严重的是海地 这个加勒比小国 加勒比海小国迅速陷入了严重的食物紧缺 平民区域人口不得不靠一种 称为特雷的黄泥饼冲击 许多人在抗议粮价的暴动中死伤 甚至有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恶比 在混乱和动浪中 海地总理下台成为此轮粮食价格上涨过程中 下台的第一位政治领导人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也是重灾区 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塞拉利昂的大米价格狂涨了300% 克罗地瓦 塞内加尔 卡麦隆等国的米价也上涨了一倍 在索马里的拜多阿地区 高粱和大米价格在二三月间翻了一番 大量进口的食用油 面粉 糖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都一路狂飙 所以不夸张地讲 当年管仲所用的战略模式 今天正在体系中央大国和外围小国之间悄悄重演 2007到2008年间 全球粮食危机向世人显示出 一国粮食对外依赖后的问题所在 粮食和经济作物可替代性和政治敏感性是大不相同的 香蕉价格高了 消费者可以不买 但是粮食价格再高 人们还是得吃 香蕉供应不足不会有任何社会政治问题 但是一旦粮食供应不足 那么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秩序立刻就乱了 所以表面上看 一国同美国之间形成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关系后 双方互相依赖 但是由于两类商品的可替代性和政治社会属性大不相同 所以两国间的相互依赖是极不对称的 由此而衍生的权力关系是单向的 一国依赖美国的粮食供给之后 它的粮食命脉就已经被人掌握在手 其政治命运其实也是受制于人 当前的中国粮食安全 中国人是世界上食谱最宽的民族之一 所有家禽昆虫和爬行动物都可以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美食 这种现象既是中国饮食文化长期发展的成果 也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所受苦难的遗迹和名正 正是由于反复的战乱和灾荒 迫使先人们饥不择食食谱才因此而拓宽 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 恰恰说明中国人曾经所受的粮食匮乏磨难之深 之广之贫 最近的大规模的粮荒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 今年50岁以上的人对此仍然有很清晰的记忆 而且遗留的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 那么在20世纪初的今天 中国的粮食安全处于何种状态 从供求数量上看 目前中国粮食是自己有余基本平衡 而从总体战略态势上来看 中国今天是在勉强防守 前景堪忧 中国目前有13亿人口 每年消耗粮食约1万亿斤 5万亿吨的样子 这和人均770斤左右 全国耕地面积18亿亩 以目前的技术条件和投入规模 生产的粮食也恰好是1万亿斤 这个数 1998年 中国的粮食产量曾经创下 5.12亿吨的记录 此后连续5年下降 2003年已经跌至4.31亿吨 这个过程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 显然有着直接关系 2004年以来 中国粮食连续5年增产 恢复到5亿吨左右的水平 这种增产是如何实现的 主要依靠两大手段 一是政府加大对粮农的补贴 以刺激粮食生产 而是大量消减那么多那些耗地多 产量少的农作物的生产 比如大豆 表10-1为近年 中国政府在财政中列支的 对重粮农民的各种补助金额 显示出通过工业化富起来的中国政府 终于可以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用工业返补农业 同样播种面积的大豆产量通常是麦子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三分之一 通过所谓的品种调剂 扩大大豆进口量 减少本土大豆种植 将相应的耕地改种粮食作物 也导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得以大幅提升 除了这两种手段之外 农业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两种技术的贡献 也是不可忽视的 但就过去数年间的粮食产量变化而言 这不是主要的因素 这样的增产模式说明了什么问题 显然靠普贴和换品种来实现增产是代价不菲 而且可持续性比较低的 由此而构造的中国粮食安全是比较脆弱的 目前这种平衡能够勉强维持 是因为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比较宽裕 而目前仍有不少种植非粮作物的耕地 可以通过政策杠杆和价格杠杆调剂为粮用耕地 那么在上述两个手段的潜能挖完之后 未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增加产量 专家列出的思路包括 鼓励国人食用更加高产的土豆 要求国人例行节约粮食 对全国农村的村庄进行改造 以从多栈宅基地中释放出耕地来 概括起来就是内部深度挖钱 等待人口总量下降 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 比如在全面战争遭受粮食禁运的时候 这些办法的确可以试一试 但就其性质而言 这些办法放在一个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背景中 总能看出显得有些怪异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力量源泉就在于它总是不遗余力地释放 激发并满足人的消费欲望 而这里所列的办法基本上都是试图限制制约和改造人的消费欲望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健康持续成长 我们应当找到足够的办法 让粮食供给的增长 为人口的自然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 提供足够的空间 而不是反过来 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的30年里 我们靠内部挖钱来维持 粮食供求平衡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一些因素 首先 人币对美元汇率将长期稳步上涨 它对粮食市场的影响是 国内所产的粮食的美元计价成本将越来越高 而在一个开放经济背景下 要维持中国国内粮食产量 就必须加大对本土粮食的补贴金额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财政补贴支出同本币升值幅度之间 不是同比例变动的关系 而是杠杆性成倍放大的关系 比如说 在当前的汇率水平下 假设中国本土粮食生产的成本为1000美元 每单位 到岸进口粮食为800美元每单位 那么为维持本土生产 中国政府的补贴额为200美元每单位 在人民币升值20%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本土粮食成本变成1200美元每单位 那么政府拿出来的补贴必须达到400美元每单位 比原先翻了一倍 当人民币升值40%的时候 补贴必须达到600美元每单位 过去数年中中国的粮食补贴迅速增长 这与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轨迹相应 在2008到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6.85一线时 中国政府的粮食四类补贴支出 总额达到了950多亿的规模 那么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到4比1 甚至3比1的时候 中国在粮食上的财政负担将是多少呢 搞农业经济的专业学者们有必要做扎实的计量研究 以未雨绸缪 但是这显然将是一个巨大的财政包袱 其次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进取 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出来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此背景下东亚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 必然逐渐失去其劳动力供给的基础 事实上这因素已经开始在许多地区表现出来 一些青壮年农民宁愿将土地抛荒也要进程发展 这不仅是收入差距的问题 也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再选择问题 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不可逆的特点 只要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下去 未来的二三十年间 农村人口尤其是农业劳动力的流失速度必然加快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我们粮食消费升级 六斤粮食才产一斤猪肉 因此原先的五亿吨供给恰好满足需求 将来人们消费进一步升级后 可能要六七亿吨才行 城市和工业的扩张发展 必然要消耗耕地 从而进一步减少 我们本来就已经很局促的耕地面积 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 必须要放在上述重大 各种重大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去考虑 最后 中国水资源的匮乏 也将限制我们的粮食生产的增长 粮食生产对灌溉水资源的要求非常高 生产一吨谷物需要用水千吨 全球淡水消耗中 城市用水占10% 工业用水占20% 其余70%花在粮食生产上了 所以随着中国水资源平衡的进一步恶化 粮食生产的水资源瓶颈将越来越凸显出来 综上所述 靠内部挖钱 关起门来解决粮食问题 前景极不乐观 中国的粮食战略应当改变 今天这种被动防守 关门式防守的基本思路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粮食战略 在我们讨论中国未来应有的粮食战略之前 首先简要叙述一下 笔者对全球粮食格局的三个基本判断 判断一 未来全球人口增加将为全球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 并将为美国国家权势的反弹埋下伏笔 根据联合国对全球人口增长趋势的判断 未来20年内尽管人口增加率趋于下降 2010年到2015年的增长率估计为1.1% 2020年到2030年的增长率估计为0.8% 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巨大 绝对只是增加人高达每年0.67亿到0.8亿的规模 到2030年全球人口总量将高达83亿 更重要的是人口分布失衡局面更加严重 因为体系中央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之后 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 而外围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则保持前工业社会的较高增长率 所以为了20年内总量达15亿左右的人口增量 将全部分布在体系外围的国家 由于高额粮食补贴和先进粮食种植技术的支持 美国和欧洲一直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 而体系外围国家尤其是穷国 则往往在粮食上依赖进口 当外围国家的15亿新增人口竞争国际市场 可贸易的两三亿吨的粮食的时候 外围国家对体系中央国家的依赖将进一步固化 2007年到2008年的粮食危机 也许仅仅是一个缺粮时代到来的序言 在一个国际粮食危机越来越频繁的时代中 凭借其最大出口国的地位 美国的国际权势将获得新的发力杠杆 判断二 这个世界其实并不缺耕地 也不缺粮食增长的潜能 问题在于全球耕地和高技能农业劳动力之间的错配 在非洲 撒哈拉以南的大部分国家中 都存在着大量未开发的宜耕土地 日照和水资源的供给都非常的充分 这些国家缺乏的是农业开发所需要的若干 基本要素 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和电力系统等基础设施投资 适宜当地水土和气候条件的粮食品种培育的能力 农耕文明所要求的工作方式和生活观念 在拉美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耕地面积也存在着持续增长的巨大空间 而在亚洲 尤其是中国 我们有大量的勤劳肯吃苦的农民 以及他们承载着的数千年农耕技能和文化积累 这些农民转移到城市工业中来的时候 属于低技术的劳动力 但是如果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土地和必要的农业资本 那么他们都是优质的熟练农业工人 在世界市场上都会有较高的竞争力 除了勤劳熟练的农业工人储备外 中国恰好还拥有大量的资本 剩余资本 从事大规模水利和电力系统建设的经验 在农业科技方面的长期积累等其他要素 所以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中 中国和非洲 拉美 亚洲 东北部等地区 存在着极强的互补权力 一旦将各自的赋予资源结合起来 其农业的增长潜力巨大 判断三 全球粮食安全不能单纯依赖市场 而必须有大国出来平抑粮价 弥合粮食这种公共产品的供需缺口 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 粮食风险的分布 特征导致了粮食出口国 尤其是小国总是处于粮食安全两难之中 当粮食供应充足的时候 价格再低 他们也必须把剩余的粮食卖出去 否则挤压在手里只会白白的损失掉 而当国际粮食价格高涨时 他们反而不能出口粮食 因为那会导致国内的供给不足 引发国内粮价暴涨 影响国内政治秩序 经济秩序 所以粮食的出口 同资金放贷者之间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天晴的时候 哭着喊着 要把伞借给你 当天下雨的时候 又哭着喊着 要把伞拿回去 全球市场上不缺粮食的时候 粮食出口国都会向国际市场敞开销售 而一旦发生粮食危机的时候 出口国反而紧闭于粮仓 限制出口 从而导致国际市场上 可交易的粮食进一步减少 这种风险控制和传导机制 显然加剧了全球粮价的波动幅度 和市场恐慌的程度 再叙述了 这三个基本判断之后 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长期解决出路 大规模农业资本输出 将粮食生产外包至海外种植 也就是前两年人们热议的 中国农业走出去 在粮食危机出现之后 日本、韩国、沙特等国 已经开始全球置地的进程 而中国政府碍于西方舆论的 新殖民主义批评仍然惆怅不前 的确 而由中国政府组织的 大规模的农民输出 会存在不少问题 容易引发国际舆论的非难与指责 而中国农民或者中国民间资本 目前并不具有改造和建设 当地基础农业设施的必要资本 和技术能力 但是这些问题 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农业走出去的障碍 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建设出来的 重要是要真正地做到中国 同东道国互利双赢 通过利己利人的行动和结果 来证明自己的良善 而不是一有批评就立刻缩手缩脚 止步不前 在现有的条件下 中国粮食的外包战略 不妨通过以下的措施来展开 其一 由中国政府或者官方专业投资机构出面 在非洲拉美和俄罗斯长期包租 甚至购买宜庚土地 在包租模式中 我们可以与东道国组成合资工企业 中方出资本技术管理和部分劳动力 东道国以土地水资源出资 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按照股权比例分层 其二 土地租赁合同由中国政府出面签订 但是具体的经营则通过市场手段 来吸引国内农业企业来承包 中国政府提供外汇信贷支持 确保企业拥有足够的运营资金 在所承包的土地上做较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 引入现代的农业化 其三 劳动力出出方面 应主动控制中方人员数量 生产中中方农界人员 同东道国本国农业劳动力相结合 其四 中方企业所得的粮食分成 由中国官方的专业投资机构保价收购 除了部分返销国内之外 鱼粮在若干缺粮比较严重的地区建立储备库 用来在当地平易 粮价波动 并向全世界各地从事援助和救济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组织 评价供应粮食 以便提高其对当地贫困人口的援助效率 中国在获得全球可交易粮食供给中的一定比例之后 可以牵头组建某种国际机制来平易和控制全球粮食的供需平衡 其五 国内应当建立更大规模的粮食储备能力 以防补测进一步支持中国本土的粮食加工业和养殖业的发展 从而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容量 来承接和消化不断更新出来的巨额储备量 这样的粮食生产外包战术对中国有哪些好处 首先 这个计划继统全球市场的深化趋势相符 在全球市场中解决我们自己的粮食安全问题 同时 又避免受制于美国等产粮大国 其次 通过海外粮食储备平易缺粮地区的粮价 中国的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不但从中获取非常可观的全球政治合法性和道义资源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控制全球通胀率的重要基础 再次 我们无形中逐步掌握了全球粮食储备总库 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外交杠杆 最后 在海外产量不断上升的前提下 国内18亩一亩粮田的红线可以适当调整 非能用地的计划指标可以较多地释放出来 国内房价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价和房价可以得到有效评议 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将打开新的空间 第七章 中国对外资本输出 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来看 中国正在从一个资本净输入国变为净输出国 这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质变 随着相关管理体制和政策配套的成熟 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大有可为 中国企业在全球各地的拓展 将为中国国家软硬实力的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其中具备非常可观的战略潜能 中国企业建立自由国际品牌的过程 应当受到中国政府的长期大力扶持和巧妙利用 在中国制造大大国际广告的同时 我们收获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对全球主流媒体的权力杠杆 而产业资本输出的过程 假如服以国家的战略规划 将塑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经济态势 从对外资本输出看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在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动能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多种不同学派 如海默的垄断优势论 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 费农的产品周期理论等 20世纪70年代末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折中性的三优势组合论 他认为企业之所以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主要源于所有权 内部化和区位三方面优势 三优势理论从微观层面解释了直接投资现象 那么从宏观层面来看 跨国直接投资有何规律可言 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了 《投资发展周期论》 依托经济发展水平为各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 划分出了若干阶段 他最初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GDP水平提高 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 将规律地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较少接受直接投资 也无对外投资 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负数 这使企业没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 该国也不具备区位优势 人均GDP不超过400美元 属于最不发达国家 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 吸收外资增加 但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为零或者很少 净对外投资额为负数 并且随GDP的提高而日益扩大 处在这一阶段上的国家 企业还未建立其可靠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但随着该国基础设施的改进 以及经济结构和政府外资政策的调整 区位优势有所增加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 人均GDP处于400到1500美元 第三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资本流出逐渐快于资本流入 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数 但数额日渐缩小 在此阶段 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日益上升 竞争力大为增强 而外国子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下降 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处于这一阶段 人均GDP处于2000到4000美元 第四阶段 伴随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资本流出超过资本流入 该国已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净对外直接投资大于零且不断扩大 这反映了本国企业强大的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 一些发达国家处于这个阶段 1988年 邓宁又提出第五个阶段 此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 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 与前面四个阶段相比 第五阶段 资本净流出额 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 而更多的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 净对外直接投资的五阶段论 非常详尽地描述了一国资本跨境流动 与该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次之间的关系 最贫穷国家自绝于体系之外 显然处于邓宁所说的第一阶段 一部分外围国家大力吸引外资 希望借助外资来弥补自身发展中的技术和资本缺口 因而处于第二阶段 一些新兴工业国家 在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获得提升之后 对外投资规模迅速增大 对应于第三阶段 体系中央国家则主要是资本输出国 对应于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邓宁的五阶段论可以看作是 一国从体系外围进入体系中央所经历的 资本跨境流动变化过程的描述 那么中国目前处于哪个阶段呢 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在7000美元左右 考虑到当时货币购买力 同邓宁所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的差异 中国的发展水平应当相当于邓宁所说的第三阶段的尾声 即对外投资处于快速成长期 即将超过外部资本输入 2014年起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已大于流入额 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在8800美元左右 因此中国的发展水平开始进入邓宁所说的第四阶段 具体如图7-2到7-4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近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中 有不小比例的资金是出于利用 人币汇率升值过程中套利机会而进入中国的 自2007年起 外商的超国民待遇逐步取消 相比于国内民营企业 反而还面临某些行业进入的壁垒 所以原先非常严重的往返腾投资迅速减少 换言之中国输出额中的水分越来越少 而输入额中的水分还是相当高的 在未来数年中人币继续升值 本土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国内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提供的配套政策 进一步成熟 国际人才不断积累 这些因素都将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同时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在2012年左右 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中国从资本净流入国 演变为资本净流出国 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即将从外为工业国 进阶为准中央国家 这与我们在其他章节中 从不同角度讨论中国在体系中的位置的结论 相互佐证 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于提升和巩固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章中有所涉及 当今中国世界体系中的中央国家享有货币霸权 可以通过铸币权不劳而获 但是它在获得好处的时候 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为货币的输出过程 必然伴随着商品、服务或者权力的净输入 商品和服务的净输入意味着贸易逆差 权力的净输入意味着对外债权或者股权的获得 在货币输出量一定的前提下 假如对外债券或者股权不足 那么贸易逆差必然加大 本土生产企业遭受挤压 假如对外资、资本输出足够有利 达到甚至超过了同期货币输出的规模 那么就是经常项目下出现顺差 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世界各地、各部门、各层次的市场上 拓展资本输出的渠道 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人币的输出过程 对于本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并不构成明显的挤压效应 从而避免或者减缓 中国挤入市场体系中央的进程中 本土经济虚拟化和产业空洞化的宿命 从这样的全球宏观资本运行过程来分析 就可以理解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多么的重要 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 在20世纪90年代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酝酿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半场 直接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 但当时基本是出于扩大出口的考虑 真正提出走出去战略 是在15计划期间 2000年3月的全国人大 九届三次会议上 江泽民同志指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并努力掌握主动权 为此必须不施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 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2002年底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 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的企业对外投资 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 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在十一五期间 走出去战略在每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和商务工作会议上 都成为重要的关键词 在相关政策和管理体制的各方面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分为综合规口管理 专业性管理地方政府管理和中国驻外使馆的管理四个方面 商务部和发改委是国务院授权的海外投资业务的规口管理部门 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机构来负责 各省级地方政府或者其他省级 省部级系统又对本地区和本部门的企业开展的海外投资业务实施管理 这是中国政府运行过程中快快分割的逻辑结果 最后中国驻外使馆使领馆的经济商务参赞处 也负责对当地的中国企业进行指导和管理 帮助协调企业与当地政府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负责监督这些企业在手法经营等方面的表现 正出多门的管理体制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管理局面和混乱拖沓的管理效果 其根源在于这样一个内在逻辑 只有不断扩大本机构的权力才能增加 自己手中可支配的资源 从而巩固和提升本部门本系统在体系内的位置 2004年之前 一家国有企业想在海外投资开办企业需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企业派人去海外实行实地考察和市场调研 如果是准备建立合资企业 还需要与海外合作对象签订意向书 第二步企业将意向书项目建议书初步可行性报告以及外方资讯证明报送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初步审批后拟出请求立项报告 附上上述材料报审批部门经审核后下达立项批复文件 第三步企业在收到立项批复文件后可开始对外签约 签约后开始向主管部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合资企业的合同和章程 外汇管理部门对项目所做的外汇来源和风险审查意见 国内参加该项目的企业间签订的内部协议等 主管部门审议后拟出申请领取批准证书的请示文件 附上上述材料报审批部门 第四步 审批部门在接到上述材料后需在三个月内做出审批决定 批准或者不予批准必须正式向申报单位复文 在审批过程中 审批机构必须向中国驻相关国家的领事馆经商处 发出征询意见函 接到使馆同意的复函后方可批准 第五步 企业领到批准证书后开始着手办理外汇和设备的调出手术 并到海外投资企业所在国的有关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以及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登记注册手续 中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虽然是改革开放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但仍然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 而非市场化的管理产物 它对行政审批的依赖迟迟没有根本改变 政府作为市场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投资的职能交叉混淆 如此复杂冗长的行政审批过程 为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带来巨大的时间成本和风险 一个项目从立项开始到真正完成国内外的手续 往往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而市场环境瞬息万变等到项目投入运行 当初立项时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很可能已经大不相同 一些地方政府和部委出台了 若干政策以鼓励企业走出去 但是如果企业想要真正的获得这些资金贷款 周转外汇、出口退税、设备出口、核销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的好处 需要发挥巨大的时间精力、报备相关材料 最终的成本和这些优惠相差无几 因而这些政策实际上如同画饼冲击 无法充分发挥预期功能 2004年开始逐步推进的投资体制改革 就是为了给企业走出去松绑 减少和简化审批环节 便审批为核准制度 从而提高效率、增强服务 从行政性微观管理演变为政策性宏观间接管理 随着未来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 尤其是人币资本项目下兑换的自由化 上述审批手续存在的必要性将大大降低 2004年以来的几个相关文件的出台 包括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规定 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等 都是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所趋于规范、科学、透明、高效 为了推动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营造一个包括资金使用 信贷保险、外汇管理、财务税收、服务中心等方面的纵向服务体系 每年还根据国别和行业发布投资子难目路 评估各国的投资环境 为了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际效果和经营动态保持及时准确的跟踪 中国政府近年来还建立了若干制度 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 对外投资联合年减制度 对外投资中和绩效评价制度 中资企业商会制度 以及多种海外经营报告制度 当然这些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快 还有到时间来检验 疯狂的石头 铁矿石进口及其谈判 全球铁矿石供求分布 铁矿石是钢铁工业最基本需求量最大的原料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05年公布的数据 全球铁矿石储量为1600亿吨 所含的金属铁储量为800亿吨 铁矿石储量集中在乌克兰 俄罗斯 巴西 中国和澳大利亚 储量都在全球储量的10%以上 五国的总和占全球总储量的72% 其中乌克兰和中国的铁矿石虽然储量大 但是贫矿多 负矿少 含铁量低 从矿山铁产量来计算 澳大利亚和巴西则是世界铁矿石生产的两个超级大国 两国产量之和占全球总产量的比例稳定在4成以上 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 铁矿石的开采和贸易集中度非常高 逐渐形成了铁矿石三巨头 分别是利拓 毕合毕拓与淡水河谷 利拓是澳大利亚第一和世界第二的铁矿石生产企业 目前拥有110亿铁矿石储量 大部分资源都在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 近几年 其铁矿石销售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 其中中国市场占其总销量的一半左右 在金融危机期间 其资金链面临锻炼的危险 谈判引入中国中旅集团作为控股股东 市场对此交易的期望 使得该公司避免了财务风险 但是在交易完成之前原材料市场出现反转 利拓公司迅速毁约 中旅收购失败 澳大利亚另一家铁矿石巨头是毕合毕拓 它是全球最大的矿产资源生产商 但是其铁矿石产量与利拓相比相对较小 目前毕合毕拓拥有70亿吨左右的铁矿石储备量 97%用于出口 中国也是其最主要的铁矿石销售地 世界最大的铁矿石厂商是位于巴西的淡水河谷 拥有86亿吨高品位铁矿石储量 除了这三巨头之外 还有一些较小的铁矿石厂商在国家范围内活跃 如澳大利亚的FMG Atalus和非洲铁矿石企业 FMG是近年来铁矿石谈判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其中100%用于出口 中国是其最主要的销售市场 占其总出口量的比例高达95%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华林钢集团 已经成功入股 FMG公司在世界铁矿石市场上 主要进口方是中国、日本、欧洲与韩国 自2003年进口量超过日本之后 中国被称为全球吸铁石 2001年中国进口铁矿石还不到9200万吨 但是到2008年的中国 进口量达到了4.44亿吨 2009年上半年便进口了2.97亿吨 远超过欧洲、日本和韩国同期的进口量总和 铁矿石谈判与中国的持续失利 一年一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最早开始于1981年 经铁矿石供应商和消费商谈判协商后 双方确定一个财政年度的铁矿石价格 国际公开价格谈判模式也随之不断演进 由供需双方最初约定俗成并延续的三对三格局 演变为首发跟风模式 再进而发展成为长鞋、离岸价、同厂服模式 供需各方的博弈几经周折 根据早期的首发跟风谈判惯例 一旦供应商任意一方和钢厂任意一方达成一致 则本年度铁矿石谈判就会结束 其他供输双方均接受此价格为新的年度价格 即首发价 但该惯例在2008年首次被利拓和毕合毕拓所打破 2008年2月 巴西的淡水河谷宣布提价65% 但是利拓语出惊人 认为他自己能够得到更高的价格 而且的确实现了87%的涨幅 从此首发价惯例不再具有传统的约束力 2009年日本与利拓谈成了33%的降价 但是中国谈判方宣布不接受这一价格 与铁矿供应商继续谈判 随着国际铁矿石市场结构和中国参与谈判的具体机构和机制的变化 全球铁矿石谈判的规则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化 中方参与到全球铁矿石谈判中 始于2003年 随着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宝钢作为当时中国的钢铁老大 首次代表中国加入了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谈判 中国对外进行铁矿石谈判的流程是 商务部首先进行整体规划 然后宝钢牵头谈判 再把谈判情况报告给中钢协 中钢协再向商务部汇报 商务部最终上报 但由宝钢牵头主导的谈判模式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中国钢企之间分歧很大 最终宝钢和其他中国钢铁企业被三大跨国巨头逐个击破 2003年当年价格涨幅18.6%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 宝钢主导的中方铁矿石谈判出现了五连败的惨烈局面 按照某些国内媒体的算法 2003年到2008年 中国钢企为铁矿石价格上涨 至少多发花费了7000亿元的采购成本 比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总和两倍还多 尤其是2007年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幅度 创下了中国冶金石上的记录 当年铁矿石价格结果上涨了90% 而日本企业通过谈判价格只上涨了70% 铁矿砂及其金矿进口年度平均价格 如图10-1所示 在这种环境下 中国整个钢铁行业都开始质疑像宝钢这样的大型国有钢铁 钢企的谈判能力和谈判目的 中小钢铁企业认为宝钢这样的国有大型钢企 既生产钢铁又作为铁矿石贸易商 溢价将铁矿石倒卖给中小型钢企 赚取一定的差额利润 一位曾经担任过商务部顾问的专家甚至直言 宝钢在谈判中没有考虑其他钢企的利益 2008年铁矿石谈判价格更史无前例地达到了96%的涨幅 这使得国内的其他钢企不堪重负 对宝钢的不满情绪也达到了无法协调的地步 大量钢企纷纷向商务部申诉和抗议 结果是2009年由中钢鞋取代宝钢作为中方谈判代表参与了铁矿石的谈判 中钢鞋的立场比起宝钢明显强硬很多 在接手后就试图力挽狂澜 一是不认同日行与利拓达成铁矿石价格下调33%的谈判结果 要求矿业巨头价格下调40% 二是提出铁矿石进口全国一个价格 扭转过去进口价格混乱的局面 决心将海运铁矿石贸易从一个卖方市场转变为一个买方市场 它站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上参与谈判 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钢铁企业对外谈判中一盘散沙的局面 这意图和决心令人鼓舞 但是也存在若干问题 引起了业界和研究者的质疑 首先是中刚协的谈判经验与能力 中国行业协会与西方行业协会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 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 不是由业内企业投票全局产生 而是由行业主管部门扶持成立的半民半官性质的组织 在人事上往往与政府部位直接挂钩 成为部门人事调整的缓冲区 和退休官员发挥余热的平台 被部分学者称为是GNGO 也就是governmental NGO 中刚协也不例外 其中的人员多为退下来的官员 他们对政府意图和国家整体利益把握得比较准确充分 但是对于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市场谈判经验显然不足 所以在2009年 本该在4月份结束谈判的 结束的谈判一直拖到年底 2001年年中刚协再一次退到幕后 保刚重新掌握谈判的主稿权 其次是中刚协的谈判策略和主张 中刚协提出宁可谈判破裂也不会妥协 而这种表态在部分学者看来是不专业的表现 因为对这个不从事实际经营的行业协会来说 拖一拖无所谓 但是对企业而言 每天都得进口铁矿石 在长期协议价低于现货价的情况下 越拖亏损越大 谈判的目的本来是要达成交易的前提向 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假如达不成协议 那么连正常的利益都失去了 当务之急是要赶紧同三大矿业巨头中的一家达成协议 而不是临阵磨枪去整顿国内市场秩序 事实上整对国内铁矿石贸易秩序 超出了中刚协的影响力范围 因为三分之一以上进口铁矿石 是由国内的贸易商进口的 对他们的市场行为 中刚协并无真正的影响力 对比宝钢和中刚协先后担负 对外铁矿石谈判的行为模式和风格 可以看出来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一个是专与红的差别 宝钢的谈判人士对钢铁市场很专业 但却在维护中国整体利益方面 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中刚协高举民族工业利益的旗帜 但是在对市场的把握和谈判经验方面有所欠缺 至少在接受谈判任务之初是这样 二是合作博弈和对抗博弈的差异 宝钢作为企业表现出在商延商 注重双赢的灵活性 但是中刚协则谈判态度强硬 而且抱持着一种对抗式的非赢即输的思维模式 2012年年初由中国钢铁协会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等牵头发起的中国 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正式启动 该平台由我国国内钢厂主推 与毗林的邮币和币拓等海外矿山主导的新加坡环球铁矿石现货交易平台功能相似 但主导力量却完全不同 两平台间的竞争实质是背后铁矿石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竞争 买方与卖方的行业整合度和市场需求对比 决定了各自的溢价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矿石价格在持续强势后迎来了反转 在过去十余年间 在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的预期下 毕和币拓、利拓等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以扩大产能 铁矿石产量屡创新高 2012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铁矿石进口地区 经济增长的放缓却让铁矿石巨头们措手不及 受不断上升的国际铁矿产量的影响 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走低 现今的铁矿石价格较 2014年年初已经暴跌了25% 铁矿石市场正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同时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巨头仍不断扩大供应量 以抢占市场份额 据预测2010年到2017年 来自澳大利亚的年度铁矿石供应将翻一翻 至7.81亿吨 市场份额将扩大至35% 高于2010年的23% 供应的持续增长 与需求的疲软和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多方预计铁矿石价格的下挫将持续到2015年 而这正给予了我国钢铁行业夺回铁矿石定价权的好机会 在铁矿石价格下挫的同时 我国也开始涉足铁矿石期货的金融服务 人民币铁矿石动力煤钓期清算业务 旨在推动以人民币计价清算和结算铁矿石 2014年8月4日 上海清算所正式宣布上线人民币铁矿石动力煤钓期 中央对手清算业务 并完成第一单铁矿石调期交易 该业务不仅是在中国厂外金融要素市场的创新 更重要的是满足了实体经济套期保值的需求 有利于企业锁定经营成本 避免出现过去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况 可以有效的管理风险 铁矿石期货价格机制的形成 将更大的缩短铁矿石定价长协议 虽然可能使企业铁矿石进口成本增长 但也给原本散漫的需求方更多的溢价机会 海外矿山资源收购 依靠三外路线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在国内积累 大量的工业生产能力 形成对外能源资源的巨大需求 同时在政府手中积累下大量的外汇储备 这一点在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增长 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反复出现 只不过中国在规模上比起小邻居们要大得多 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也要比他们当年严峻得多 既然有对矿场资源的持续进口的需求 手里又有大量的外汇闲钱 那么不如直接花外汇在海外买矿 日本这样做了 韩国这样做了 今天的中国也如法炮制 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 让中国的决策者们一下子意识到 美元存款的不可靠和矿藏价格低迷的机遇 于是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 鼓励中国企业 尤其是央企走出国门去收购海外矿山资源 2008年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 大量中国国有企业开始在澳大利亚 非洲拉美寻找收购对象 西方媒体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一位中国企业家收购某个矿坛 需要贷款10亿美元 当他找到中国的政策性银行 提出贷款请求的时候 得到的答复竟是10个亿太少了 给你20个亿吧 这样的故事在全球资金力锻炼的危机时代 显得尤其的夸张 2009年年初 两个收购案几乎同时浮出水面 一个高调登场却功败垂成 一个低调形势最终功德圆满 中国旅业收购利拓赔了福人又折兵 五矿收购 OZ Manoros 是全球第二大新公司 澳大利亚第三大矿业公司旗下的核心资产 只获得了很好的效益 两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五矿的成功之处在于收购团队非常国际化 也具有很强的专业背景 在一开始形势非常低调 努力淡化自己的国企色彩 强调自己是上市公司 而不是代表政府形象的国家投资工具 准备非常充分并保持高度的灵活性 一旦面对形势变化 立刻拿出备选的替代方案 最后在关键时刻突然加码 确保交易达成 但是与五矿的老道相比 中旅收购利拓的过程 显得相对幼稚和天真 中旅195亿美元的交易 计划于2009年2月首次提出 当时市场正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 面对利拓交易中旅 非但没有果断 而充分地利用其自身优势 相反给利拓足够长的时间另寻出路 致使过去四个月中 利拓股价在伦敦交易 证券交易所涨了一倍 为其提供脚踏两只船的宝贵机会 在公开追求中旅的同时 竟然私底下与必合必拓再续前缘 中旅新领导层的高调 以及其央企背景 在澳大利亚的政界 也引发了投资保护主义的浪潮 为交易成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同样是在澳大利亚收购矿企 同样是中国央企 同样面临原材料市场的强劲反弹 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审查 两个收购案却有着不大一样的命运 这说明中国企业在对外资源收购的操作手段和技巧方面 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但是无论如何 对利拓的收购失败 对中国的铁矿石谈判而言 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原本中国钢铁协会可以指望 在卖方阵营中建立我们自己的立足点 从而打破铁矿石三巨头的全球卖方垄断 如今这种希望不但随着收购的失败而消失 反而由利拓和闭合必应之间的联姻和结盟 这种卖方垄断更加坚固 铁矿石贸易的政治化 由于铁矿石贸易的价格问题 直接涉及国家间利益分配和各国产业发展质量 各国政府通过各自不同的形式卷入进来 这个本来纯商业性的事物 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 在澳大利亚方面 将铁矿石贸易政治化的行为 主要体现在澳大利亚的反对党领袖 对中铝和五矿等企业的商业行为发动政治攻势 部分的由于这种政治压力 利拓在六月份出单方面毁约 给中铝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强力机构 媒体 在野党和外交部门的纷纷介入 使得中国铁矿石贸易 谈判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本来的商业范畴 而进入政治和外交范畴 在间谍案和价格谈判中的让步 都关系到了各自国家的尊严 因而大大减小了各自的回旋余地 这不但不利于各自的整体经济利益 而且不利于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所以双方都有必要尽快地将铁矿石 投资和贸易问题去政治化 行业体制根源与未来的整合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 竟然在铁矿石的谈判中 长期处于极度的被动状态 这除了整体市场 供求关系的原因外 国内的行业体制根源 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钢且反复强调自己 之所以无法获得理想的谈判结果 是因为国内许多中小钢企临阵倒戈 私自与矿业巨头签订 并大量进口现货矿铁矿石 从而严重地破坏了自己的谈判地位 但是站在中小钢铁企业的立场上 对中钢鞋的警告和威胁不理不睬 似乎也有其道理 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 矿石进口资质的限制政策 通过整合现有112家 拥有长鞋矿进口资质的企业 主要是一些大型钢企和贸易商 目前全国有1200家钢铁企业 大量中小型钢企只能从这些 具有资质的大型钢企购买铁矿石 这种制度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无法获得长鞋矿的中小钢企 只能私下与大型钢企或者贸易商 签订供货协议 遭受他们的盘剥 在中小钢企看来 团结一致对外 前提是要利益一致 但现实中 他们和中钢企那些掌握谈判权的 大企业和贸易商 一不共享利益 二不共同敌人 这让他们如何响应钢企业号召 而且以前长鞋矿都是低于现货矿 大钢企和贸易商从中获利丰厚 而小钢企却从未从中分得一杯羹 有长鞋资质的大企业和贸易商 不但不拿出矿石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反而将低价购进的长鞋矿高价卖给他们 现在市场变了 那些高高在上的巨头们 也因为价格太高承受不起了 这个时候 却要中小企业来配合 确实很难让人心服 有鉴于此 有业内专家认为 中国钢铁业要在铁矿石谈判中 有效改善目前的处境 必须在内部贸易秩序和公平性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对中钢协进行改革 将其改造成独立的 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商业协会 二是改革目前的进口代理制度 成立一个独立的进口组织 统一国际采购 然后公平地向国内所有企业拍卖 或者协议销售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国内钢企一盘散刷的局面 形成对国际矿业巨头谈判的合力 也有学者提出 应该通过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 并高额加征出口关税的方式 来抑制钢铁出口 其理由是中国向全球低价销售金属材料 反而促进了他国低成本发展经济 中国自身的总体利益却严重受损 作为战略资源的稀土 20世纪70年代早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 日本企业一直以高价 大量购买中国 恶博品相一般的铁矿石 引起我国政府的注意 经调查发现 这些铁矿石并没有变成钢铁 而是被沉入海底储存起来 中国人由此才知道 白云恶博稀土的价值 周总理得之后 亲自下令停止向日本出口 白云恶博的铁矿石 以其他地方的铁矿石代替 稀土这种矿产资源的战略性 源于它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其用途 二是其分布 从用途来看 稀土号称工业的维生素 是金属冶炼中不可或缺的添加剂 也是新能源产业 比如风能设备 蓄电池LED节能灯用的荧光粉 和许多高科技IT产品中的重要原料 而在军工领域 瞄准镜 夜视仪 坦克炮弹和飞机发动机等设备 都依靠稀土材料 美国生产的每一颗爱国者导弹 就要用4公斤稀土原料 正如日本的稀土专家所说 离开了稀土就没有高科技 从其生产和消费的地缘分布来看 中国目前占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 全球已探明的稀土资源工业储量 约为9261万吨 其中我国稀土工业储量 就达到6588万吨 占全球储量比例高达71.1%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近年全球稀土产量的95%都集中在中国 2008年我国稀土产量13.5万吨 其中出口4万吨 出口方向依次为日本、美国、韩国、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等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 而由于部分稀土出口是以铁和金粉等名义 故2008年稀土实际出口量约估计在5万吨以上 在石油和铁矿的行业国际市场上50%左右的产能联合起来便可以控制全球价格 但是在稀土市场上如此珍贵的稀土竟然只能卖到如此低的价格 各种高程度的稀土制品每端仅卖3到5万元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过去很长的时间内 中国的稀土开发政策出了问题 全国各地200多家在数个省份中开挖稀土矿 其中具备深度开挖和加工能力的大中型企业只有数家 而80%以上的企业是从其他行业转入的中小企业 据国家发改委的报告 中国稀土野链分离年生产能力达到20万吨 是世界年需求量的一倍以上 这些企业相互杀价竞争 导致市场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运行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无论是其本身的用途还是全球市场结构 稀土都比石油更堪称战略性的资源 中国稀土政策的调整 与铁矿石一涨再涨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稀土的价格长期低位运行 这种局面显然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 也不符合行业内大企业和主管政府部门的利益 更是激起了中国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媒体的关注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动议形成了一股合力 要求改变行业开发政策 从而改变这种不利于我国市场的格局 2002年中国政府曾经推动国内生产商之间的整合 试图以中铝包钢为龙头形成南北两大稀土生产集团 从而改变当前这样一种一盘散沙的生产和出口的局面 但是由于这个行政力量推动的整合计划 涉及众多的地方政府以及下属企业的利益 而且在刚刚加入WTO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泛滥的大背景下 整合计划显然很难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最后不了了之 此后在资本市场力量的作用下 若干上市公司开始利用自己的资本优势谋求资源整合 包钢稀土逐步兼并或联合了内蒙古的多个稀土企业 江西同业整合了四川缅宁的多个稀土企业 五矿集团也联合赣州当地企业合资成立了 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的秩序出现端倪 近年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开始逐渐失宠 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 经济民族主义开始抬头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 人们开始系统的反思原先那种三外路线 发展模式是否真的有利 是否可以持续 在此背景下 中国政府近期开始调整其系统行业发展政策 试图真正实现全行业整合 2009年5月国土资源部下发 2009年乌矿、T矿和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通知 宣布对我国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的稀土矿、乌矿、T矿等三大矿种实行保护性开采 并在全国范图暂停受理乌T稀土矿 相当于日本一国的年进口量 稀土资源开采总量管理的措施已连续出来多年 并根据每年的行业实施情况调整计划 有效地确保了行业生产总量处于控制状态 这一方面既合理地保护了我国稀土资源 减少乱开乱采的现象 另一方面 开采总量管制为维护我国稀土企业利益 争夺全球稀土资源定价权提供了重要砝码 201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中国稀土状况与政策文件》 提出我国将在稀土领域采取一系列有利措施 促进稀土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换取稀土行业的发展 同年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 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将稀土企业提供生产指导 企业调研 行业管理 中介服务 贸易摩擦预警等 发挥联系企业与政府 以及国内外市场之间的桥梁作用 并在国际稀土贸易争端中 代表我国稀土行业的整体利益进行诉讼 除了在国内进行资源整合外 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外汇和信贷措施 鼓励国内企业利用金融危机后的 全球资金链断裂形成的机遇 走出去收购国际上重要的稀土矿资源 同样在2009年5月 澳大利亚的Lenners Corporation和 Alford Resources两家重要的稀土矿资源企业 被中国企业收购 在英语媒体中曾引起一定的反响 围绕中国稀土新政的国际博弈 2009年5月 中国在稀土资源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在美、日欧等国造成了较大的反响 尤其是稀土产品的用户企业和相关行业协会 中形成了局部的恐慌 若干研讨会和专题报道 动员了舆论和政府机构 要求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扭转或者减缓中国稀土新政 日本政府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要求中国放松对日稀土出口 欧洲和美国则联合向中国政府要求就稀土问题进行磋商 在多次磋商未果的情况下 2012年6月 美、欧日就诉中国稀土乌木三种原材料出口 限制争端解决机构 提起设立专家族请求 一场围绕稀土资源定价权的大国博弈正在逐渐拉开帷幕 美欧方面对中的控诉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美欧认为中国对稀土材料的出口管制 制造了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即通过向境内工业企业低价供应原材料 而提供实质上的竞争便利 从而使美欧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第二、在大宗商品价格未来看涨的前提下 中国试图通过提高原材料的出口关税 以达到囤积资源和谋求暴利的目的 这种做法有违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精神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提高这些矿产品关税的直接后果 是扰乱国际原材料的正常供应秩序 抬高国际市场价格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 第四、中国对金属材料的关税管制 直接损害了美欧的国家利益 在美国看来,中国政府限制出口的行为 伤害了美国钢铁、铝和化学质、化学品制造商及其他行业 造成了贸易损失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 而欧盟认为,由于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 欧盟内部潜在受影响的行业 大约占欧盟工业生产的4% 相关就业岗位有50万个 欧美认为,中国政府对于稀土等矿产征收关税幅度高于中国 入市协定允许的上限 所以应当尽快纠正 针对上述说法,中国国内部分专家从道义和国际法律上提供了若干反驳意见 从商业伦理上看 首先,中国限制金属资源出口主要是基于该类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等自然特征 是谋求对本国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其次,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和对环境的破坏性需要中国放慢相关资源的开发节奏 最后,控制金属资源的出口量是中国通过调节资源价值 从而平衡国际贸易的理性之举 从国际法和国际套约来看 首先,中国政府的做法并没有违背联合国所创定的国际贸易法则 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第四条第五款规定 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主权 为了保护这些资源 每个国家都有权采取适合自己情况的手段 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的控制 任何一国都不应遭受经济、政治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胁迫 以致不能自由地和充分行使这一不容剥夺的权利 其次,中国政府的做法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定 1994年,官贸总协定第20条第七款明确规定 如果WTO成员认为某一种资源的出口过度带来本国资源的枯竭 或者是环境污染过度严重 WTO成员有权对这种资源的生产销售和出口 采取相应的出口管制和出口限制 在此,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违背加入世贸组织的郑重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协定书的附件6 为实施出口税的产品清单 此清单包括乌、兴、锡、铅、泥、坦、梵、梯等 矿砂及其金矿、未断渣金属及其合金 废碎料和粉末还有铝、铜、镍等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最后,中国的做法符合各国惯例 对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限制几乎是WTO所有成员的政策实践 美国的石油资源很丰富 但是限制本国石油资源的开采和出口 美国的森林资源也很丰富 但明确规定绝大多数木材不准砍伐出口 而为了保护本国资源 美国很早就封存了国内最大的稀土矿 盲亭帕斯矿 同样,加拿大不许出口祖母绿宝石 日本连可再生的木材都禁止出口 该案虽然最终以世贸组织裁定中方设计产品的出口 管理措施违规而告终 然而WTO争端解决机构并未支持美国的上述请求 而在部分条款的法律解释上支持了中方的上述请求 虽然中国在稀土案中败诉 但可以预见我国对稀土资源出口的管制仍会继续维持 并会以更合理更全面的政策组合方式进行 中国稀土政策的若干选项 改善中国在稀土工业和稀土产品贸易上的政策 可以有以下一些政策选项 它们各有利弊 选项一,大幅提高出口关税 控制出口配额 这是我们已经着手实施的稀土新政的一部分 这一政策的好处在于让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形成明显的落差 从而确保国内稀土使用企业的利益 促使国内相关企业 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同时又对西方和日韩高科技企业形成这样一种压力 你想获得廉价充裕的稀土工业 就必须把相应的生产过程转移到中国来 这样通过稀土供应的内松外景的格局 中国将在高科技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中获得先手 但是这一政策也有其潜在的弊端 一是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会引起欧美日企业和政府的强烈反弹 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诉讼 二是稀土走私行为盛行 毕竟一两万吨稀土产业的体积不大 混在中国每年成千万吨的出口集装箱中很难查出来 选项二对矿企征收高额环境和资源税 其好处是直接将利益留在中国政府手中 并直接抬高全球稀土价格 相当于中国政府从国际上的下游消费者中征税 其弊端同样抬高了国内高科技企业和新能源企业的成本 而相对于产业发展带来的好处而言 那点税收对中国政府而言没有多大的意义 选项三将稀土产品金融化 既然无实际用途的黄金可以作为货币和金融资产 那么稀土为什么不可以呢 用它作储备方便而且成本低 作为金融资产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其好处在于可以利用全球金融市场的力量 将稀土产品的价格炒高成百上千倍 从而让中国的国家总体财富实现大幅增值 其缺陷在于稀土价格的百倍以上的暴力 暴涨将导致它在制造业中的实际运用价值逐步消失 限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高科技和新能源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而且世界其他地区的稀土开采必将大量增加 而为了维持高价的中国政府 需要从支付大额资本来收购他们的产品 这些政策的选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一定的组合和修正 从而在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前提下 获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第十一章 中国的对外援助 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激进元件时代和三外路线下急剧调整之后 中国对外援助在新世纪迎来了新的高潮 这种起伏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地位变化的结果 从一个体系之外的革命者变成了体系中的外围国家 再由外围向体系中央迈进 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理论 自立立人的审慎道德原则 四种援助责任的分类及其差别化的要求 援助的不干涉主义应当作为中国特色国际援助理论的基本构成内容 通过对现有援外决策和管理体制做适度的改革 把援助资源集中到少数重点国家 并将援助和资本输出相结合 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对外援助的效能 并且形成品牌 与此同时改善援外工作在国内的宣传方式 也有助于援外事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中国援外的历史与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的援外 改革开放前的援外工作指导思想 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 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根据这些原则 除了对越南进行长期援助外 中国同时还向许多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和一些共产党国家 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援助 根据解密的万交档案 中国先后向11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援助 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 中国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 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1961年 中国援外金额接近当年所偿还外债 1962年更是超过了所有所偿的外债 从今天的观念和立场上去看改革开放前的对外援助 很容易认为它是与中国自身国力所不相称的 过度地承担国际义务 影响国内自身的发展计划 这种理解片面而且缺乏历史感 因为并没有将当时的决策和行为 放进其自身历史背景中去理解 放在当时整体历史背景中看 这样一种政策 尽管不能说是绝对正确无误 却也显示了它的道理 我们不能忘了 冷战时代的主题是对抗和冲突 在这个时代主题下的安全和权势 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 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时代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更不能忘了拥有核武梯之前 中国的安全处境 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还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反攻大陆 为了避免在中国国土上进行战争的被动局面 中国在朝鲜越南西南边陲多次用兵 以求把战火阻止在国门之外 即便是在拥有核武器之后 中国仍然是国际体系的边缘角色 仍然承受着来自外部大国的战略压力 要理解和衡量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的利弊得失 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基本观念 一是将它放在本身历史背景中去理解 而不是用今天的标准和观念去简单批判 二是综合考虑其得失 既考虑政治经济安全各方面的得失 也将机会成本和潜在风险纳入考虑 三是不能陷入道德主义的悖论和政治宣传的迷雾中 国家间的援助本来就是一种基于各自利益判断 而展开的理性行为 三外路线下的原外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 随着中国基本路线和内政外交方针的重大变迁 中国对外援助出现了一个低谷 从人民币绝对金额上看 中国对外援助的援助额似乎没有明显减少 但是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在改革时期多次大幅贬值 受援国感到援助的力度大大的减小 同时由于中国自身经济规模的持续高速扩张 中国对外援助在本国财政中的份额也持续下降 这一变化中可以看出对此前的激进原外方针的一种纠偏 演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国家战略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 重新定位而做的必要调整 上文已经提到过在一代领导人的眼中 国家事务的首要目标是国家安全和世界革命 而在第二代领导人中 这类目标已经让位于本国的经济发展 为了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经济发展上去 连中国军队都要忍耐 何况是万里之外形形色色的朋友 20世纪80年代 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 中国总结了长期以来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经验 提出了新时期对外援助的工作的基本原则 平等互利 讲究时效 行事多样 共同发展 在此原则的指导下 为了节省成本 20世纪80年代起 中国对外援助开始要求 受援国承担必要的当地支出 并承担象征性的利息 此外 对外援助重点 从生产型项目转向一些标志型的项目 从大型项目转向更加贴近 受援民众生活的中小型项目 将原先的无偿援助变成了贴息贷款 援助资金用来补贴银行利息 这样可以撬动援外资金的规模成倍放大 而中国政府所费并不增加 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对外援助政策 可以折射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 势与力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 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似乎付出了太多实际利益 但谋的是势 宁让利不舒适 这是那个时代的战略风格 通过营造有力的战略态势 表面上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实际上用较小的成本 获得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声望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 山外路线下的中国对外政策 转向牟利而不重视 不再寻求改造整个国际体系 而是寻求融入体系 中国不再是挑战者 也不再争夺世界革命的领导权 这种转变 从世界全局看 是由于我们对整个时代性质 和主题的判断发生了变化 从国家内部看 这主要是因为第二代集体领导 对中国自身实力和国家抱负 进行了重新定位 时代背景的巨大差异 让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当年的政策 源外工作的新高潮 进入21世纪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 尤其是为了确保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 中国的对外援助重新活跃了起来 2005年9月16日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宣布了 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 2006年一时 中国政府又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提出建立政治平等互信 经济合作共赢 文化交流渐渐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同年11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盛况空前48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齐聚北京 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 至本书第一版写作史 中国所承诺的上述政策举措 基本上已经兑现 对西方国家在援助上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 常见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重新活跃起来 但是与上一次高潮相比 其动机和利益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通常是有利于受援国 中国自身则承受巨大的经济代价 21世纪的中国对外援助则更强调的是双赢关系 即既有利于受援国 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能源安全和对外经贸投资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西方国家都不乐于见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大力的援助 前者伤害他们在殖民地的统治地位 后者则削弱了 甚至瓦解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谈判地位 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 美欧等体系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 仍然一直在利用援助和制裁的组合权 对体系外围国家实施着政治经济影响 其中有些国家被划入不可接触者之列 受到国际主流社会的普遍排挤和打压 中国在这些国家中的投资与援助 在美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看来 显然是破坏了国际社会长久以来的共同努力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投资力度的增长 影响到美欧日等国在不同地区的利益 其中美国将拉美视为其后院 以英法比等国为代表的欧洲 将非洲视为自己的重要舞台 而美日则共同在东南亚投入了大量援助资源 中国对外援助近年来的四面出击之后 美欧日一方面发动舆论机器大力贬义 甚至抨击中国的援助 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中国 对他们与他们对话和协调政策 也就是要将中国整合进他们现有的援助体系中去 他们对中国的援助政策的批评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对某些腐败国家或者专制政权的援助 跟美欧等国唱对台性 二是在对外援助中不干涉内政 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条件的原则 不利于改善全球治理水平 三是利用政府间的援助 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企业 争夺海外资源的辅助手段 对西方企业形成不公平的竞争 四是中国企业在执行原外合同中 完全使用中国工人 很少雇佣当地人 不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原外理论 到目前为止 中国特色的原外工作 显然缺少由中国本土学者提供的 独特而系统的理论 论证和智力支持 原外工作的一线人员 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原外做法 从逻辑上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做法 也意识到西方的那套做法 有其重大缺陷 但是放在国际会议上 和西方同行进行辩论的时候 口拙而词穷 只能非常被痛地 应对他人的质问和谴责 实践探索是一线工作人员的事情 但是理论总结 应该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群体 有效地吸纳进来 我们把那么多钱洒出去 却没有想过扎扎实实 资助一些政策研讨和理论研究 即便偶尔有些零碎的课题 发包给相关学者 也都是就事论式的论证 国别和项目援助的合理性 而不是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理思考 笔者曾经参加过 若干援助规划课题的评审会议 发现多数规划缺乏课题研究深度和思维广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笔者认为不能责怪课题承摊者们的能力和觉悟 根本原因还是原外决策机构的投入 与重视不足 这些课题费通常非常有限 仅一二十万元 占到相关支出的数十万分之一 去受原果实地考察 也仅仅安排一周左右的浮光略影般的访问和座谈 专家学者们的劳动和潜在价值从骨子里被轻视 这就好比一项建筑工程的设计和咨询费 仅仅占项目的数十万分之一 这样的工程即便不出问题 也至多是模仿和堆切 不可能有多少智慧和创造性在其中 一分价钱一分火 仅这么点点经费 专家们又为何要真正投入精力呢 高水平的专家为什么会申请这样的课题呢 所以常见的现象是 课题被一些客员单位的领导为了政绩而接下来 随便吩咐几个年轻人对付着做个课题报告 自己把把关便可 低劣的研究质量又反过来证实了发包方官员们的心理预设 你们这些专家也就值一二十万元 由此而形成的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本质上 这还是过去三十年整个中国重物而轻人的治国倾向 在对外援助领域的一种表现 我们现有的所有中国特色对外援助理论 严格地说根本称不上是理论 因为它没有扎实的学历研究 没有系统的经验数据 没有专门的概念和命题 也没有合理的逻辑论证过程 而是为了应付会议讲话和政策制定之需 勉为其难地拿出一些说法和口号而已 这些所谓理论基本上是历史上 一些不同层级的领导人 或者他们的文字秘书们提出的政策原则和理念 他们也许比较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 但是他们的知识积累 理论修养 专业素质都远远不足以提出专门的援助理论 去系统而符合逻辑的解释和指导 这一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专门领域 中国对外援助的对口部门商务部 以及其上的政策协调机构 比如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和外事领导小组 应该通过一个政策指导性意见 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 比如1%到3%的援助经费 用在对援助方法和理论的研究 及援助项目的考察、可行性分析和验收上 另外还需要拨付另一部分经费 用在援助效果的评估和宣传上 前者是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 后者是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 为此本书专用一节来阐述 笔者对中国特色原外理论的若干看法 以求抛砖引玉 通过与同人、学界同人的探讨辩论 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原外理论 自立立人的审慎道德原则 重塑对外援助的政治理论理基础 无论是在各援助国政府的总结报告那里 还是在各国媒体对涉外援助的评论中 无私伟大奉献爱之类的伦理道德 总是畅得很高 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援助宣传中的道德主义是一种陷阱 它导致援助实践 同自我表述的价值理念之间的明显脱节 从而使得各类型的援助行为都易受诟病 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总是被人指责为伪善和小气 许诺时信誓旦旦 说教时盛气凌人 掏钱时推三阻四 中国的援助则被指责为 旨在便利其能源和原材料够采购 或者被人贴上帮助独裁政府 阻碍国际社会推广良知的共同努力之类的标签 各国之间之所以对别国的援助行为那么多指责 最首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普遍使用很高的道德标准 来要求和评价援助行为 就中国自己的对外援助经历而言 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曾接受过苏联的巨额援助 也曾对一些国家比如越南和阿尔巴尼亚 实施过大规模的援助 在那时的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氛围中 无私的兄弟关系被解释为援助的基本动机 由此而形成了相关各方面很高的期望与要求 但是这些伟大的友谊 都没有能够经历地缘政治变迁带来的冷峻考验 没有一个友谊能够延续20年以上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把国家间的援助行为同意识形态化的认同 和情感捆绑起来 是无意与国家间的关系的稳定和良性互动的 在现实中 政府不是慈善基金会或者教会 外交使团不是慈善大使和传教士 国家的对外援助不是慈善活动 各国政府的援助政策 不是利他主义的冲动的产物 而是理性的广义国家利益拓展的需要 同其他各种政策一样 它当然也需要用一定的政治伦理标准来评价 而要减少各国之间不恰当的期望 减少不必要的相互指责 关键在意选取一种适宜的政治伦理标准 来恰如其分地评价国家间的援助活动 我们把形形色色的道德标准分为干涉性道德准则和审慎性道德准则两大类 干涉性道德准则提现为要求人们舍己为人 利他而不自利 在奉献和牺牲中获得灵魂的救赎和精神的升华 其中善的标准是舍己以利他 审慎道德标准则是用人的标准而不是神的标准来要求人 他承认人是自私的但是自私的人之间也可以有合作与信任 其中善的标准是不通过损害他人以自利 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前者几之所欲必失于人 而后者则是几之不欲物失于人 干涉性道德标准听起来漂亮但实施起来极难 即便某些人在特定时刻特定心理状态中真诚的实践之 这类标准也难以扩大到整体人群中 更不用说使之持久 因而在现实中沦为伪善和高调 即便是在动物世界里利他的基因也仅仅存在于少数特殊物种里 如蜜蜂和蚂蚁 其共同特点是亲子交配 而导致群体内基因共享程度非常高 而在其他类型的生物群体中 普遍而稳定的利他行为也是较为罕见的 审慎德的标准是低调的可行的 因而也是可持续的 他的核心观点是自利利他 也就是不通过损害他人来为自己牟利 在不损害自己的利益的条件下尽可能帮助别人 在这一点上国家间援助与市场机制之间显示出惊人的共同点 只有承认人类的自私天性 才能使这个世界实实在在的变得更加美好 如果不承认人类的自私天性 那么善的万一总是无一例外的把人类社会变得非常虚伪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看过干涉性道德原则 同审慎性道德原则之间的区别 那就是前者试图用神的标准来要求人 后者则用人的标准来要求人 中国的对外援助中 应当体现的道德标准是审慎道德原则 我们将受援国看作朋友 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互利互信 而不是单向的贡献讨好或者是施舍 这种援助行为的特点是心理上平等 势力上互利 中国政府和人民不用居高临下的主人士的眼光 来看到受援国的政府及其人民 我们将受援国视为自己的同类 而不是需要我们拯救的宾威物种 或者等待我们教化启蒙的满足土著 我们将自己视为与受援民族一样的人 而不是上帝的化身 暂时的先进或者富裕并不能够说明 你在人格或者基因上存在任何优势或者特别之处 在过去的三千年间 中国古人曾坚信自己在道德和文明上是绝对优越的 将所有的异族视为蛮蚁 但是在过去的一千年间 华夏文明经历了持续的示威和衰落 过去的两百年间更是陷入落后和威亡之地 在经历了千年劫烂百年耻辱的洗礼之后 中国人才明白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真理 也没有永恒的优越 也正是因为体验了落后者的痛苦和羞愤 中国人才体会到对于落后者而言 尊严往往比五斗米更值的珍惜 从自立立人的原则出发 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当是以自立为基本的前提 以互利为基本的手段 以和谐、友谊和共同发展为基本目的 我们不反对别人用更理想的积极道德标准 严格要求他们自己 我们也乐意见到他们在对外援助中少唱道德高调 转而务实的、较为坦诚的、可持续的立场与标准 援助责任的差别化 既然援助和市场在道德的标准上都无异 那么国际援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用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来解决问题不就可以了吗? 我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四种理由支持国际援助的必要性 一是在他国面临重大灾难之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可以增进国家间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友谊和认同 有利于整个体系的持久和平 二是在历史上 一部分国家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殖民者或者是掠得者的角色 对另一个国家的落后和困难负有明显的责任 这些负有殖民或者侵略战争原罪的国家 有义务向后者提供足够规模和持续足够长时间的援助 以求通过这种俗罪式的援助来获得世界各国人民对其的原谅 这里伴随着的一个问题是 先辈造的念后辈是否有必要代为偿还 我们的观点是 假如先辈以犯罪而获得的好处至今仍为当代人所享用 其后果至今仍为受害国人的当代人所承受 那么赎罪式的援助就不单单是为了消弭犯罪犯后代内心的负罪感 而是一种政治和道德上的必须 三是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大国 发达国家从体系内收益和风险的不对乘分不忠获益甚大 而其代价最终为外卫国家所承担 最典型的就是国际货币发行国利用自己的货币特权向全球人民征收了巨额的助币税 发达国家尤其是国际货币发行国拿出其助币税收益的一小部分补贴和返还给外卫穷国 是平衡这个体系内内生的不公平之需 四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困与混乱会存在一个负外部性 也就是会溢出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富国的长期利益也最终会受损 拿出一些人力物力帮助这些不幸的地区和国家 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 通过上述分类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美国、欧洲和日本向不发达国家提供大额援助 并且某种意义上剥夺了部分西方国家 凭借其远外账簿上的数字来对中国说三道四的特权 对于欧洲和日本而言 他们多拿出一些资金显然尤为必要 因为上述四类责任他们都应当承担 美国发行了最多的国际货币 从全球货币市场中征收的货币税规模最大 所以其援助的责任也不小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 从现有国际体系中获得的益处也在日渐增长 尽管在性质上大不同于美、日、欧所负的援助责任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也是必要的 四类援助责任性质不同 不应混为一谈 这四类责任基本符合尚文所主张的审慎道德原则 我们不是要求援助国按照利他主义行事 而仅仅是要求他们公平地明智地用一种整体而长远的眼光 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利益 干涉与良知援助中的主权问题 中国对受援国的内政假如的确事关重大 而其内部人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 中国也许会在不干涉的大原则下做出善意的提醒 显然这种提醒是出于受援方的利益考虑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由于决定权在自己 所以不构成干涉他国内政 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和人权状况 是否构成通过援助附加政治条件来干涉他国内政的充分理由呢 我们认为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 从根本上反思良知和人权的来源与性质 它与人均财富量及其分布状况 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等因素是半生物 而不是简单的谁决定谁的关系 良知的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 应当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称 需要适合特定文化背景 在一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社会结构 仍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 强求它发展民主制度 可能是一种拔苗助长或者削足势力的做法 退而求其次的开明专制 尤其是发展导向的开明专制 也许更有利于当地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发达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 将自己所理解的良知标准强加给 不发达国家 虽然在有些时候出发点并不坏 但是能否在道德上站斗着脚 未必 其中的道理可以追溯到卡尔波普尔哲学思想中的 著名论断 任何人手里都并不拥有着绝对真理 既然没有人手里拥有绝对真理 那么我们凭什么在那些比我们贫穷的同类面前 理直气壮的扮演 全知全能的救世主角色 长期以来发展援助的实际效果令人失望 之所以如此 首先是因为自命不凡的人们 替外围国家开出的药方 往往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中间存在一个风险不对称的关系 开药方的人无需为实际后果负责任 反复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发达国家替不发达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的猛药和手术 但是当自己罹患类似症状的时候 却总是采取保守疗法 在1998年和2008年两场金融危机中 美欧等国的政策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强求他人同意和接受是狂妄的 利用财力优势或者话语优势来劝诱和迫使他人就范 本质上也是一种专制 很多时候 他为现实主义的利益政治和权力政治所利用 成为掠夺他人或者逃避责任的遮羞部 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有机体 而万不干涉如同手术 用外力强行切开一个复杂有机体的现有构造 存在着各种感染风险 理应谨慎为之 不是真正有经验的医生操刀 没有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承诺书 高风险的手术通常不能实施 但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在对待他们的手术对象时 似乎无需顾及这些诚实 他们自我感觉比别人健康一些 就认为自己可以医治别人 提供了一些援助就觉得理应拥有 人家的全部身心 从国际援助的实践来看 那种用援助做诱饵 求干涉之目的的热心人 所制造的麻烦 往往比其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在中国不干涉主义的援助理论中 援助国之间协调的必要性何在 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在于分摊成本 综合安排 从而提高效率 避免援助忽汉忽唠 也避免陷入援助国相互之间的猜忌和竞争 但绝不是为了让体系中央国家 之间联合起来向外围不发达国家施压 中国倡导对外援助的时候 援助者应当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 在他人家做客 即便你带了丰厚的礼物 如果不是主人真诚邀请你发表见解 千万不要随便评论人家的家庭关系 假如实在有人憋不住 要对人家的内部事物平头论足 那就首先要证明自己并无私心 并且拿出真金板影来 为自己说的话背书 当且仅当人们说话的权利 同相应的责任挂钩时 才能存在行动和批判者之间的合理均衡 才能实现合作 平息纷争 改进中国的远外政策 重视人的作用 过去30年的援助 如果有什么指的改进的地方 那就是见物不见人 重观不重明 这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大环境决定的 过去30年的援外工作中 我们非常看重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 尤其是标志性的 关键性的基础设施 从发展效果来看 这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也是我们自身发展思路和经验 在援外领域中的投射 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 是政府规划并动员的大规模 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在此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是政府 而不是市场 所以我们在援外的时候 也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政府 对他国的国会媒体 非政府组织重视不够 这也是一种以己夺人的表现 但是就援助效果来看 上述重政府 重基础设施工程的援助思路 有其局限 因为它并没有帮助我们 充分地争取到当地的明星 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往往有利于对政府的门面 有利于走高层路线 有利于双边领导人的关系 也便于拍照留念开会总结 但是在许多国家 民众的自觉性 自组织性正在迅速增强 所以一旦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 带动本地非政府组织跳出来 挑战我们的援助和投资项目 我们的处境就非常的被动 中国喜欢做大的工程项目 也可能跟这些年 逐步形成的利益结构 和工作流程有一定的关系 原外部门可以从那些大国企 找到支持 而大国企也可以从中轻易 拿到自己的标志性大项目 并有助于自己走出去 但是这些大国企 是不可能俯身去 同受援国的普通民众和草根组织 充分合作的 他们既无兴趣也无必要 更无这种工作能力 中国的原外工作以后 要重视人的工作 把资源多配置在 对双方人员交流培训 服务本地民生和其他各类软件软项目的支持上 既见物又见人 既做政府工作又做民众工作 这样无论对方政权如何更迭 双边关系都更具稳定性 缅甸2011年之后的教训 我们要充分吸收 改革原外决策和管理体制 中国的原外决策体制 应当做一定程度的调整 首先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缺乏一个协调统一的决策体制 涉及对外发展援助的政府部委 主要包括外交部 财政部和商务部 其中商务部原外司 是对外援助的规口管理牵头部门 外交部往往通过非正式的会议 由驻外大使对国别援助项目提出建议 财政部则按照已经决定的 对外援助项目 核定金额并拨款 商务部主要承担执行功能 虽然理论上富有决策功能 但是这种决策都是操作层次的 在实践中难以进行战略规划和协调 在现实中 很多对外援助项目是由外国援手来访 或者中国领导人出访 而临时决定的 有些则是国内企业或者政府部门 自己联系促成的 缺乏一个协调统一的 高于各部委的决策部门 缺乏具有系统性和前瞻性的 对外发展援助战略和国别政策 导致以下两个后果 一是对外发展援助的随意性较大 少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系统的事前论证 二是造成了部门之间对权力资源的竞争和对责任的推诿 应当尽快地在较高决策层次建立对外援助政策决策和协调机构 让商务部原外司回归其操作层面的职责 其次对外援助未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在美日欧各国都有对外援助法和相关法案 内容包括对外援助的原因和目的 执行机构提案及其批准程序 援助金额与GDP和财政收入的比例等内容 以规范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行为 避免对外经济援助的随意性 到目前为止 我国尚没有相应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 而是由部门规章来作为约束 法律的缺乏导致对外援助行为无法可依 因此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随意性很大 透明度也比较低 政策变动也比较多 更重要的是决策内容和预算未经过立法机构的背书 因而缺乏足够的合法性 容易遭受国内民众和舆论的质疑 最后 中国对外援助的微观主体建设还有很大的空间 通过企业或者非政府组织来具体操作和落实对外援助 并通过招投标制度和项目监管制度来降低援助成本 提高援助效益是非常值得中国借鉴的国际经验 美国的经验已经充分表明 一国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成长需要本国援外资金的浇灌 这个群体的成长和成熟将为该国的全球战略提供强大的网络支持 考虑到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和越来越庞大的圆外预算 中国在圆外领域的潜力很大 圆外工作应积极争取本国民众的理解 支持和参与 除了官方的公、亲、父和志愿者贤会 中国的大学生草根组织 也可以组织一些人经过培训 去到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从事援助 经费领益纳入圆外的预算 他们的参与不仅仅是为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的外交、圆外工作和对外投资 打下人才队伍的基础 让年轻人到世界各个角落阳下乡 不仅可以推广汉语 还可以调研他国民众的实际需求 探索援助项目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并参与执行某些援助项目 这样的年轻人不用很多 每年一两千人 十年的积累下来 对于中国的圆外、外交和资本输出 都是巨大的价值 集中援助、数典型 为了形成中国援助的品牌效应 资金头像应当适度集中到少数国家 而不是撒胡椒面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对外援助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色彩 雨露均砖的结果就是有限的财力被分摊到数量巨大的对象国中 在某些物价高昂的国家中很难办成像样的事情 所以应当改变目前的平均主义的倾向 转向适度集中 所谓适度集中就是抓住少数几个重点的国家 将援助投资、贸易、优惠、宏观政策指导、安全战略合作等政策要素组合在一起 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帮助少数小国实实在在地上一个台阶 由此形成中国援助的品牌 进而形成这样一种局面 凡是列入中国重点援助名单的国家都发了 集中援助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要想启动一国的发展进程 必须有足够规模的出动 初始动能才能够实现 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 要摆脱落后的泥沼非常困难 因为现实中的落后状态是一系列因素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形成的 单单让其中的一个方面略有改观 其效果很快被其他方面的滞后和短缺所消耗 结果是所投入的资源浪费掉了 比如因为穷而生育率高 因为孩子多而教育投资不足 因为没文化而继续穷 因为穷而乱 因为乱而导致资本流失 因为资本流失而更加的贫穷 必须通过足够大规模的投入 并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才能够让这个国家摆脱恶性循环 进入良性循环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规模不小 但是效果不明显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撒胡椒面的投入方式 无法产生足够强大的初始动能 让寿元国跳出泥潭 进入良性循环 由平均主义向适度集中的演进过程 应当通过边际改革来实现 也就是说 从少数国家进行试点 逐步推广 在元寿双方都充分政治意愿的前提下 全面考虑各国国内的政治条件 经济和社会条件 精选出少数国家来试点 通过一份整体性的双边条约签订 建立对双方都有一定约束力的发展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给予重点寿元国以优先获得援助的资格 而寿元国则应当准备好 做好必要调整和改革 随着中国集中援助的展开 寿元国对中国的依赖必须会持续加强 对某国的发展援助是否成功 其判断标准是看该国人民到底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 还是越来越依赖中国政府 如果是前者 那就说明我们的援助目标基本成功了 如果是后者 那就说明我们的援助还未能启动 该国的自我成长的循环 集中援助的好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使援助产生长期和明显的效果 二不是停留在国家间交往的润滑剂的象征性阶段 二是形成中国援助的品牌效应 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国家信用 三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华政策 将形成一种有力的推动和诱导作用 在这个方面 所谓安格拉模式已经提供若干有益的喜事 2002年安格拉内战结束后 百废贷新以其石油资源为担保 中国予以大额贷款 并派遣了庞大的工程队伍在安格拉大兴土木 建设大量的住宅 道路、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 投资了大型炼油厂等 适宜当地资源禀赋的现代工业企业 2003年起 其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获得了大量石油份额 各类中国企业获得很多业务 安格拉民众则获得了福利增长 皆大欢喜 以安格拉模式为蓝本 一些国家和地区 其实也非常适宜从中国开展类似的全面合作 比如缅甸和斯里兰卡 假如在长期合政中 引导他们建立适度规模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 那么一方面有助于加速其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资本进入其经济的便利程度 源外和资本输出相结合 援助之所以必须同贸易和投资充分结合 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形成足够大的合力 帮助受援国摆脱发展泥潮 启动其发展进程中的良性循环 二是形成滚动发展的机制 使得对外援助在中国内部具有经济效益上的可持续性 第一点前文已经数级 在此不再重复 关于第二点 从长远角度上看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源外资源之所以相对丰富 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要求中人民币同美元等国际主流货币的比价 保持相低位稳定 其结果是央行在国内外汇市场上 必须扮演市场出清者的角色 从而形成巨额外汇储备 外汇不能用在国内 只能用在国外 对中国而言 这笔4万亿美元的巨款 要么趴在美元国债 或者准国债中吃低利率 要么拿到国际投资市场上去冒高风险 2006年以来 决策者们认识到 与其在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中 向美国纳贡 不如拿出一部分向发展中国家投资 和采购中国自己需要的大宗商品 在这个背景下 对某些国家重点援助 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投资 它是在美国国债投资之外的分散化 和多元化举措 它的机会成本是美元固定收益 证券扣除通胀后的长期符合收益率 正是这个收益率太低了 所以不妨拿出一部分资金 配置到体系外围 一部分做援助 一部分做投资 整体收益率还稍微好一些 总之我们今天的对外援助方面 快速增加的资源投入 从根本上看源自中国 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和事实上的人民币联系汇率制度的依赖 值得追问的问题是 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后 尤其是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中走出来后 对外援助资金的机会成本将明显上升 个人认为 这一天将在2015年至2020年之间到来 到那时候中国对外援助的事业如何获得可持续性的动能 关键是要让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获得它存在和发展的不可替代性 要让援助的真实成本降下来 这一切应该怎么办 假如援助能够从投资和贸易结合起来 那么援助形成的友好氛围可以作为投资创造条件 为援助伴随着发展政策之道 可以改善中国资本在受援国的投资环境 援助所建成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 有利于提高地产和矿产投资的收益率 尤其是当中国援助的品牌形成之后 中国一旦决定对某国承诺提供重点援助 仅仅是这种承诺本身就将有力地带动全球资本向该国寄举 总之通过大规模援助和发展政策指导 可以形成一国快速发展的动能和良好前进 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所获得的优惠投资机会 比如在较低汇率时间 以低价获得的土地、矿权和股权 可以在该国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大幅资本增值的机会 以此来回补援助的资金投入 要将发展援助同中国资本输出结合起来 就需要建立各部委之间的协调机制 尤其是商务部同中国投资公司外汇管理局 以及外交部之间的制度性协调机制 另一个大有可为的方向是金融危机救援 对于发展中小国而言 救其急往往比救其穷更重要 因为外部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之下 小国的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我稳定能力非常差 于此金融危机可以让小国一代人的发展努力前功尽弃 也可以让其政府迅速下台 发展导向的政策路线彻底废弃 要在危机时候向小国提供有效的帮助 不但要求援助国实力雄厚 规模巨大 而且要求援助国决策高效 敢于承担一定风险 纵观全球大国中 经济金融实力同中国在一个层次上的大国已经不多 而像中国一样能担当的大国更是凤毛麟角 而IMF或者其他地区性多边经济组织的经济危机救援 又往往受于其政策的偏好 多边决策机制 附加政治条件 而且规模也比较有限 别人都做不了的事情 往往是最有利可图的事情 既然我们享有这方面的独特优势 中国的对外援助一定要发展出经济危机救援这个独门武器 笔者的构想是 当某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效果 由于外部风险的传导 而陷入货币 信贷或者金融危机无力自救的时候 中国可以迅速派出专家主考察 其整体经济状况和发展潜力 在理性评估风险和收益之后 以适当的方式提供足够规模的金融救援 市场的运行和信用和信心关系极大 而市场预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 中国国家金融救援力量的出现 将会有力地稳定市场预期 恢复断裂的信用链条 消除市场恐慌情绪 事实上中国可用的救援手段非常多 除了巨额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之外 日益庞大的中国本土市场也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以2008年的越南为例 刚该国出现金融危机之时 中国若要提供援助 其手段组合和先后次序应当是 先用美元买入其货币 购买其股票 然后向在越南投资的中资企业提供临时补贴 再接着宣布向越南政府提供大额度 多货币的一揽子信用额度 最后宣布在特定商品的进口口上 对越南提供临时性的优惠措施 按照这样的先后顺序来提供援助 不但可以有效地平缓越南宏观经济的波动 而且我们的援助资金 也将在一两年后获得可观的利润 改进对远外事务的宣传 对外援助增加透明度 这不仅仅是国际舆论中对中国的压力所在 也是信息化时代的自然趋势 中国政府正是顺应这种历史趋势 在对外援助的政策及其执行方面越来越透明 这无疑是大势所趋 但是在现实中也衍生出一些实际问题 比如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援助综合证 即国内部分民众在得知对外援助之后 产生很大的意见 认为政府拿着本来属于自己的财富 去白送给别人 这样一种国内舆论反应 显然是与中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发点 截然相反 对外援助提供援助性的贷款 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整体长远考虑 目前的条件下拿出少量美元储备以贷款方式支持这些 受困于金融危机的国家非常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 但是大部分国内民众显然还无法理解其中的良苦用心 网民的评论反映出几点问题 首先国内民众缺乏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 美元不能用在国内 这笔百亿美元资金假如不用来带给财务困难中的资源负极国 那么便只能躺在美元债券中 而无法用来支付国内贫困学生的学费 或者是为困难群众造房子 其次 国内群众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度非常高 建设和谐社会的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最后国内媒体在社会援助问题上的报道 就其政治意义和宣传技巧看 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有鉴于此事对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形象和声望有不小的影响 也牵动广大民众的政治情绪 笔者认为在未来安排类似远外项目的时候 必须改进国内宣传的方式 具体如下 第一 媒体在播报远外信息的时候 必须配发国内知名学者 对此问题的评论和分析 坦率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 第二 系统全面的组织一次 关于美元储备 为什么不能用在国内的知识普及运动 至少让城市中产阶级理解其中的选妙 第三 就对外援助和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做适当规模的宣传 第四 大规模远外项目的公布时机 最好能同适度规模的国内 惠名举措相配合 第十二章 结论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潜能与风险 关于两组关系的探讨 到了总结全书的时候 我想抛开前面那些具体的对外经济关系的细节 讨论两组稍微抽象一点的关系 一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二是中国与全球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许多学术同行都已经深入探讨过了 其实整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国系权势斗争 几乎总是在与制度之争紧紧捆绑在一起 而不同制度之间的争论焦点 便是这个国家与市场问题 在人类经历了数轮国际性大辩论 并且动用了坦克、飞机乃至核武器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之后 整个世界的主流观点终于去向中庸和妥协 国家很重要 但是光靠国家控制没有市场来配置资源 那么经济必然缺乏活力 最终国家力量也会衰竭 苏联便是典型案例 市场的确很高效 但是离开了国家力量的规范和约束 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难以自我维持 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便是名正 中国在过去六十年间迅速崛起 是对上述中庸观点的重要背书 我们先是全身心地模仿苏联的国家体制 在一个冲突和革命的时代中生存下来 获得并巩固了自己的大国地位 然后我们又引入了市场机制 在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突飞猛进 成为一个工业化经济大国 两种表面上截然相反的体制精英 先后移植到了中国社会中 并且正在逐步地融为一体 争论似乎就此终结了 难道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就这么简单 可能未必 换个角度看也有洞天 本书试图打开一个思想空间 就是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放在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市场体系中来考察 而不是单单放在一国的国内环境中分析 在全球性市场中 一个国家一个政府 某种意义上不就是一个超级大企业吗 为了在全球市场上获取超额利润 超级大企业内部的非市场化 往往是一种必须 换句话说 在一国内部有选择 有分寸地搞一些政府管制 尽管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但是假如由于这种管制而获得了对外经济博弈中的优势 那么由此产生的外部超额利润 可能足够弥补内部效率的损失 结合本书前面章节讨论过的内容来解释 这个问题可能更好理解 比如说稀土工业原先的充分竞争格局 的确大幅提高了生产业效率 但是这个效率和利润基本上是留下了企业下产业下游 也就是国外的购买者 他们能够以泥土般的价格买到宝贵的稀土产品 由国家行政力量把稀土行业垄断起来 通常会导致效率损失 但是这种垄断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对外的定价权 由此大幅提高留在国内的利润 谁承担代价呢?下游工业 这样的政策市场原教职主义者当然会反对 但是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商人都分得清其中的利害关系 再比如说中国主权资本收购一批跨国公司 为了能顺利实现这一战略构想 中国主权资本需要扮演傻钱的角色 需要与管理层形成一种微妙的默契 这种对经济学上所讲的代理人问题的策略性利用 当然不利于这批跨国企业的治理效率 不利于原有股东的长远利益 但是这个过程对于中国国家权势的和平拓展而言 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好机会 这样的事情难道就因为担心别国不高兴 或者不符合投资学的教科书就放着不做了 又比如作为体系中央国家的美国 它不太遵守通常的财政纪律和货币纪律 先是发很多债 然后印很多钱来还这些债 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其代价是由全球市场体系一起分担 既然如此 美国国内经济中多一些泡沫成分 不但对它自己无害 反而是一种必须 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无需格林斯潘式的智慧 顺着上述的思路往前走 20或者30年之后 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 也许可以生成这样一种场景 中国政府治理着中国 向全国全体国民提供着一系列的公共产品 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 基土设施建设 稳定市场等方方面面 但是不向中国国民征税 一个政府如果不向自己的国民征税 那靠什么养活自己 靠从世界市场体系中吸取资源 它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 答案是 凭着它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消费市场 和最大工业国的管制权利 凭着人民币国际化之后 为全球印钞票的特权 凭着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主导权 凭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巨额资本积累 一个政府如果不向自己的国民征税 反而无偿地向国民提供各种公共产品 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将繁荣到何种地步 这个国家的国民将幸福到何种地步 只要能意识到这种场景的政治经济含义 就不难预见 中国共产党将义无反顾地带领中国 走向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 中国与体系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语说天命无常唯得是从 又说天是自我明是天听自我明听 抛开其神秘主义的表达方式 放进今天的背景中来理解 这些说法非常有道理 正如本书中第一章明确提出的那样 五百年来主导历史趋势的那个天命 就是世界市场体系对全球各地区和各文明的吞噬 消化与整合 集中的德就是满足明示明听所代表的普通人性需求 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用 所谓体系中央国家其实就是那个无形而有志的天命 所选中的仆人 哪个国家能够全面彻底有效地把人类整合到全球性的交易 分工和要素流动中来 它就越能得到天命的资助 那么21世纪的中国能否获得这个天命的眷顾呢 中国同全球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从最初的抗拒到逃离 再主动融入 甚至到未来的走向历史 从清朝后期自成一体的中华帝国的边缘 先后被当时的体系中央和中央国家剥离 接连着帝国的核心部分也遭受瓜分斗波的命运 在此后的百年间 整个国家的主题是挣扎 抗拒全球市场体系的侵蚀和压迫 但是世界市场体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次自我分裂过程中 给予中国逃逸出来的历史性机缘 红色中国借助另一个体系外独立大国 苏联的帮助自绝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 我们成为抗议者和旁观者 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 过去的三十多年 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走了一条三外路线 本质上是主动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搭上了世界市场体系的便车 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体系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这个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未来会如何 最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同体系的关系 将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而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中国将不但单单扮演小学生的角色 不再沉默寡言 委屈求全地接受体系现行规则的约束和社会化 而是会越来越自信而有力地发生 要求按照自己的观念和利益 调整和修正一部分现有的游戏规则 重新塑造国际体系 为什么会要求修正部分规则 因为规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中性的 是参与者之间分配权利和利益的基础性环节 作为体系内最有分量的大国之一 中国必然要求那些厉害攸关的游戏规则 对自己至少是无害 在国际经济学中 大国是指能够单独影响价格曲线的国家 而在国际政治中 大国则是那些能制定 行速或者改造国际规则的国家 影响价格曲线可以带来超额利润 而影响游戏规则可以带来超额的权利 目前中国在许多方面 已经开始参与到国际规则博弈中来 小到通信产品技术标准和铁矿石定价方式 这样的具体行业规则 大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关税 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这样的全球治理问题 当然中国所试图修正的 仅仅是一小部分规则 现行国际规则中绝大部分内容 并不需要动手术 因为它们基本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比如核不扩散体制 自由贸易规则等 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 我们将用什么办法来实现 比美国时代更加全面深入有效的 整合全球的经济因素 我们如何在主导权更替的过程中 尽可能地实现和平善让 而不是武力决斗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将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崛起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则决定中国的崛起是否始终和平